第361章 什么叫的亏是你姐 简单不由地想到了一句话 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看来这人的求生欲 都是一样的 我们再也不敢了 回去就收手 真的真的 要是撒谎 就让我添打五雷轰 您就放了我们吧 简单挑眉 似笑非笑 怎么 下一句不会是 家里还有八十老母 和三岁的孩子吧 来人面面相去 这都知道 不会是同强吧 简单可没想过 什么以身犯险 还是假装被骗 深入敌营之类的 这守着一整个军营 这种事 肯定是专业的 可用不着他 当这个出头鸟 老实点 我这手脚可没个轻重 还没动身 后面的喧闹就传过来了 简单叹气 这是巧 还是不巧 孩子放学了 承睿承安 今天心情很好 好多同学都追着问 早上的漂亮姐姐是谁 同学们纷纷投来羡慕的眼神 他们心里那叫一个美 中午吃着一样的窝头 都愣是吃出了肉的感觉 承睿连着下午的课都没走神 不过也是一放学就往外跑 快走快走 不知道解来没来 承安被他拽得一个亮枪 等他们跑出大门 就听见跑在前面的孩子嚷嚷着 快去看看 前面抓坏人了 这时候 对抓坏人这种格外光荣的行为 孩子也是极为崇拜的 再加上都喜欢看热闹 都一股脑地往前跑 承睿和承安也不例外 啊 那好像是我姐 远远地看见路边的身影 承睿俩人愣了一下 然后就跟上了小马达一样 蹭蹭往前撩 姐姐 你咋在这呢 有没有受伤 他们打着你了吗 一上来 承睿就是一顿追问 承安绕着简单检查两圈 确实没有伤口没有血迹 人也看着没有影响 这才说话 姐 你这是 是你抓的坏人 坏蛋 让你们欺负我姐 俩人身上的伤不轻 又绑在一起 只能左闪右躲地 哀嚎着 好了 小睿 这俩人犯罪了 赶紧回去找人过来 还有别的事 也很重要 你看看能不能找着你爸 让他也过来 承安也赶紧把书包接过来 哥 我裴姐在这 你快去吧 承睿点头 转身就跑 很快就消失在远处 刚才围观的孩子 胆小的已经跑了 剩下一群大孩子 还围在这等着看热闹 承安也真的就跟着小护卫一样 把简单护在身后 别说那两个人了 就是周围的孩子 都没让他们碰着简单一点 没事没事 过来坐下等 简单是毫不在乎的 就在路边坐下了 伸手拉着承安 放心吧 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承睿呼吃带喘的 路上还摔了好几跤 承拙见到都吓了一跳 你跟谁打架了 这种事自然不可能是秘密 承拙带人把两个人送到医院 又带人跟着简单上山 又听放学回来的孩子们说了几句 家属院可热闹了 下班回来的唐素梅都被堵了门 知道是承拙带队 都想来问问第一手的八卦消息 本来唐素梅还镇定的准备做饭呢 被他们一闹 这心里也慌慌着 把人送走回来就坐立不安 你们俩实话实说 到底怎么回事 你姐怎么也去了 有没有危险啊 承锐和承安也着急 承拙他们过去 小孩子就都被打发走了 他们俩也不例外 这会知道的也没比其他孩子多什么 这回好几伙上门的 唐素梅一慌 俩孩子心里也没底 说话就带上了哭腔 妈 不能有事吧 我姐就说抓了两个坏人 然后 然后跟我爸说了啥 我爸就让我们都回来 他们就上山了 承安还好点 还有点理智 安慰唐素梅 妈妈妈 没事 你别吓唬自己 你想啊 要是真有危险 那我爸也不可能带着我姐 是不是 你看啊 刚才那两人是坏人 这是遇上我姐了 那之前可能还抢过别人的东西 我爸他们没准是去找脏物了呢 是不是 承锐也反应过来 连连硬核 对啊 妈 我爸还招呼了一帮力气大的叔叔呢 肯定是去找脏物了 你说 他们得抢了多少东西啊 太可恶了 得亏碰上的是我姐 哼 我姐那伸手 直接就把他们打趴下了 唐素梅被这话气的 伸手就去打 什么话 什么叫的亏是你姐 你还盼着他们去抢劫你姐啊 妈妈妈 我这不是想说我姐厉害吗 妈妈妈 疼啊 我是伤员 你看看 还没上药呢 有了我姐 你连亲儿子都不疼了 插科打混的 算是把唐素梅的注意力转移了 哥俩互相使了颜色 成朝留下给烧火 成安在院子里收个衣服 扫扫地 打个水的 再有来人 他就直接给堵了回去 一直到人回来 也没再放进来一个人 跟着上山 自然就不能只带个路 然后半道就回来 天黑了 成卓也不可能让他自己走 一直跟着成卓 把那些人都安置好 又把这案子 移交给公安部门 这才一起回家 这回已经是半夜了 两个孩子被唐素梅逼着去睡了 明天还要上学 他自己倒是在屋里 一直也睡不安稳 听见声音赶紧出来 回来了 赶紧的洗洗 快吃饭 饿坏了吧 你说说你 还让孩子跟你熬着大半夜的 对于成卓这样的时间不稳定 他早就已经习惯了 成卓也没有办法 线索是孩子提供的 没有他带路 还真就不行 也不能让孩子自己回来 就只能让他跟着自己 这一磨蹭就到了现在 累坏了吧 快吃饭 吃完赶紧去睡觉 明天好好休息休息 这个年代 基本都是黑天就睡 亮天就起 简单随大流 也适应的差不多了 今天的生物中也挺准时 到点就困了 不过又折腾到现在 也过了那个劲儿了 就是这天闷热的不舒服 没事二婶 我也没干啥 就给领个路 也不累 你怎么还没睡 小瑞和小安睡了吗 小瑞的腿 好像是受伤了 当时匆忙 我也没仔细看 严重吗 第362章 吃点肉补补 唐素梅心里一暖 自己孩子哪有不心疼的 虽说不严重 但是人家记在心上 他就高兴 没事没事 就是破了皮 大小伙子的 那点皮外伤算啥 明天早上起来就好了 文言 成拙一拍脑袋 哎呦 我给忘了 刚看见他那时候 身上就有血 我还寻思他 又跟谁打架了呢 没啥事吧 唐素梅没好气的 把碗往他面前一放 等你想起来 黄花菜都凉了 虽然就住在家属院 但是成拙常年的 都铺在部队上 家里的事 他也确实没怎么上心 怎么说 他都心虚 简丹赶紧把自己 碗里的饭吃干净 起身就溜 临走了 给成拙识眼色 你自己媳妇自己哄吧 后续事情简丹没关心没问 反而第二天知道 实情的唐素梅 一阵后怕 天哪 光天化日的 在军区的地盘 上抢人啊 这丧心病狂的 咋还让简丹给碰上了呢 在简丹耳边 续到了两个多小时 忠心思想 就是让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别大意 自己的安全最重要 那些事都有那些大姥爷们 让他不要再做这样危险的事 下午闲着没事 去接孩子放学时 简丹耳边 还回荡着唐素梅的唠叨 要是他们有武器咋办 要是他们还有同伙咋办 你是小姑娘 身上带疤 可就不好看了 虽然确实莫道 但是简丹 也是认认真真的听了 并且答应了 唐素梅现在完全是一个 担忧孩子的慈母心 说实话 简丹还是挺喜欢的 毕竟 他也没有 上辈子没有 这辈子可能是母女缘分也浅 简丽叶的消息传来没多久 苏文青就坚持不住了 他都怀疑 如果不是有两个老爷子 园主都能不能健康的长大 唐素梅这样 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的行为 昨天的热闹 今天都还没有结束 都在议论着 不过 毕竟这是军营 基本的敬畏还是有的 加上各家男人回去 都各自警告了一番 私下议论不断 但是大张旗鼓的 确实没有人敢了 反正简丹从出家门 到出了家属院 是没有碰到在外面八卦的人 可能是案子没结束 怕有落网之余 整个营区外面都没有断人 尤其是到学校这一路 更是简丹一路过来 碰到了不下十个人 虽然都是便服 但是看他走路的姿态 也很明显就能看出来 姐 你怎么来了 虽然是很惊喜 但是小少年还是压住了嘴角 警惕地看了看周围 简丹只觉得一阵暖心 一手挽着往回走 没事没事 放心吧 昨天我回来的晚也没看见你们 小瑞的伤口怎么样了 小安 你有没有被吓着 我没事 就是破点皮 你看都干把了 承安也擒着笑 我也没事姐 我们是男子汉 哪能被这点小事吓着呀 好 男子汉 快走 回家 给你们准备了好吃的 一说起这个 承睿眉毛都要飞起来了 真的假的 好吃的吗 是肉吗 肉肉 是肉 不是说吃啥不啥吗 吃点肉补补 虽然不是罪魁祸首 毕竟也是跟自己 在一起的时候受伤的 对于自己人 简单还是有些过意不去的 好好 快走快走 打算得很好 只是一进家门 就看到了风尘仆仆回来的承朝 大哥 大哥 哥 你回来了 天知道 承朝刚回来 就听说昨天的事情 吓得他这心脏 一直到现在 看着真人了 才算平静下来 上下打量着 你咋样 确定没事吗 简单咧嘴 你咋知道呢 没事没事 你还不知道我吗 一般人还不是我的对手 承朝当然知道 还知道的比谁都清楚 但是那也不耽误 他该担心还是担心 他也知道 简单就是喜欢上山 也不得不叮嘱几句 你 想说 你别上山了 不好 妹妹好像就这一个爱好 但是 他更知道 妹妹这体质 也着实是有些特殊在的 上山总是能碰到 别人碰不到的事 虽然每次 都是帮他们大忙了 上山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小心 有事 也要先保护好自己 不管啥事 自己最重要 这纠结的 简单挠头 他也不想的好吧 难道是这具身体 还是个什么精力体质 放心吧 哥 我会注意的 我没有那么大公无私 舍己为人 行吧 叮嘱完了 承朝就赶紧走了 回来后还没去报告呢 不看一眼这熊孩子 他也是确实不放心 快来快来 看人走远了 简单把俩人叫到自己的窑洞 快吃 这是特意给你们的 鸡腿 这么大 哇 真香啊 承安也震惊 这样的 他都没见过 姐 你吃了吗 简单笑眯眯的 正好承朝回来 可以名正言顺的 做一顿肉了 你们先吃 一会儿我做饭 你们得给我打下手 一听有活干 俩孩子也不推辞了 当即就大口的吃了起来 孩子好糊弄 打发孩子去摘菜活面 简单拿出了一大块排骨 一块五花肉 几个猪蹄 还没开始处理 就被承安抢去了菜刀 姐 是要剁开吧 我来 不用你 你说要多大块的 承锐也直接把菜都洗干净端过来 然后就占据了烧火的位置 姐 你动口就行 你指挥 我们动手 行吧 被两个弟弟宠着 很不错了 指挥着孩子 把排骨和肉切好 洗好下锅 把材料放进锅里去 又把做好新的干粮放在上面 行了 烧火吧 饭菜都有 这一锅就够了 再半个黄瓜 就能吃饭了 承安心细 火一上来 香味很快就顺着锅盖的缝隙一出来 他一下子就想到了 刚才简单放进去的调料包 姐 你放的调料 是不是有说到啊 怎么这么香呢 闻出来了 这可是我特意找人配的 味道不错吧 承锐在旁边来了一句 比我妈做的肉还香 这个香 还是红烧肉香 第363章 发现了什么 虽然这边吃肉的机会 确实比刘家屯的村民 要多一点点 但也没有简单想的那么乐观 这边气候干旱 种的也都是耐旱的植物 食物上呢 不养猪 养牛羊 食肉也自然是以牛羊肉为主 口味更偏向酸辣 承酌和糖素梅 都是北方人 本就重口 喜酸辣 家里一直也都是糖素梅长厨 这口味还真就没有太大的变化 简单一时间也没有意识到 看见承锐和承安的神情 他才突然意识到 这不是东北 不是北方 这边有很多少数民族 这两个孩子在这边出生 也算得上是做地户了 也不知道 他们这口味是怎么适应的 你们都能吃猪肉吧 这几天吃了两顿肉 本来量也不多 他不忌口 也没吃出来是什么肉 只理所当然的以为都是猪肉 但是今天锅里的都是猪肉 他就有点心里没底了 显然孩子想的就很直接 猪肉好吃吗 好吧 孩子想的从来就是最简单的好吃就行 很快 锅里的香味就从厨房 蔓延到院子里 顺着秋风 左邻右舍都没能幸免 好几家家长下班回来 就看见孩子眼巴巴的朝着承家流口水 介于昨天简单抓坏人的壮举 还真就没有孩子赶来承家赌门 就是家属院里最人性的熊孩子 和那最能占便宜的老太太 也只敢在自家院子里 敲默默的闻闻味 昨天那两个人的惨样 大家可都传遍了断胳膊断腿的 他们现在对简单的印象 那是从一个娇软的小姑娘 已经变成了一个横眉冷目 一言不合就动手的女魔头 说句不夸张的话 孩子不听话 都能拿她吓唬孩子了 一说成瑞她姐姐 就能镇住家属院的一大半人了 承朝是跟着承卓一起回来的 离得老远 闻着这熟悉的香味 他就知道了 僵硬的线条也不由得柔软了不少 承卓无意看到 还纳闷了一下 你这是什么表情 看看周围好几个人好奇的目光 承卓收起笑意 没事 想起个高兴的事 回去你就知道了 其他人就说起了别的 你们说这是谁家 这味咋就这么香嘞 就是 哎呦 就是闻着味我都能喝上二两 承卓不知道情况 也跟着打去 哈哈 想啥呢 家属院这些人的手艺 谁不清楚 哪有这么好的 我看 没准是 你们谁家的嫂子 想犒劳你们 去城里饭店买回来的吧 可 承朝忍不住掩着嘴倾壳 他二叔也真能扯 还城里 城里饭店可做不出来这个味来 也就说说 到了家门口 都直接回家了 城家在最里面 到最后 就剩下承卓跟城朝俩人了 城朝的脚步也轻快不少 回家进了院 城卓才发觉不对 这味咋 还越来越重了呢 唐素没先一步到家 已经经过了 看向城卓 带着一丝 我比你先知道的优越 城卓也笑 哼 刚才他们几个老家伙 还猜呢 这是谁家 手艺这么好 我还说是在城里买回来的 他们家小姑娘还真是深藏不落 二叔 你们回来了 快来尝尝 我会做的菜不多 就这个还能拿出手 一锅饭菜都有了 就是做的是北方的口味 有点重口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吃得惯 二叔不用管 他跟我一样 能填饱肚子就行 城卓点头 也确实是 他这年纪 虽然现在不像以前出任务那么频繁 但是条件在这呢 他们家本就比别家好上不少 起码能吃个大半饱 还有挑食的说道 那不可能的 那根野菜比 这是正经饭菜 什么口味都是美食 唐素梅拉着他坐下 别管他们了 大老爷们 哪有那些说道 二婶跟你说 可别惯着他们 现在这世道也是没办法 但凡换得好点的时候 这谁家有个这么好的女儿 能舍得让他天天的围着锅台转啊 简单靠着唐素梅 轻笑 嘿嘿 让我做别的 我也不太会 我哥知道 他去我那 我做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省事 想吃啥都能往里头放 我是最懒的了 这就对了 该说不说 如果程卓真有个女儿 摊上这么一个母亲 应该也是很幸福的 家里好几个小蛋子 能支持他们的活 就让他们干 咱们家就这么一个姑娘 你们谁给我偷懒试试 程瑞和程安赶紧摆手 没有 我们都帮忙了 我也洗菜了 就连程朝也点头 放心吧二婶 虽然我也不总过去 但是能干的 我肯定不能留给妹妹自己干 简单给兄弟俩申冤 今天的功劳还真不在我 菜是小瑞洗的 小安下锅炒的 烧火也没用我 嘿嘿 我就出了一个调料 光动嘴皮子了 那还行 就得这样 看他训完话了 程卓拿起筷子 好了 来尝尝你们几个合作的菜 味道咋样 这味道 大人孩子都期待不已 刚才两个孩子 已经尝了咸淡 嘴里的香味 现在还没舍得忘记呢 这 一口下去 程卓就先愣住了 这味道 二叔 不好吃 简单顿时还紧张了一下 难道这口味不适合 不是 转头去看吃的 津津有味的程朝 程卓突然就有点鼻子发酸 你是不是早就发现了 发现了什么 简单愣了 唐素梅也没听明白 程朝淡淡的道 我第一次在妹妹家吃饭 就发现了 当时还原是错觉 回去让食堂做了好几天 都做不出来 开始我说了 我小叔还不信呢 后来他自己吃了才相信 看看桌上呆愣的两个人 程朝笑了一下 没事 二叔你们先吃 我二叔在这怀念呢 程卓也确实是在怀念 整顿饭都没再说话 就默默的吃着 不过很明显 心情又好了不少 饭后 简单偷偷的问程朝 二叔怎么了 这菜的味道不对吗 第364章 小心点 这陷阱被动了 没事啊 当初我不是说 你做的饭菜 有家的感觉吗 二叔说的就是这个 简单撇嘴 这话多玄话 他一个不咋会做饭的人 能做出啥家的感觉 从程朝 程静 到程卓 一个个的 也不知道是怎么吃出来的 对了 昨天那伙人 是不是已经交出去了 还用再找我做笔录了吗 说到这个 程朝也后怕 今天在办公室听到详细的 他都差点跑回来 他还以为 真的就两个抢劫的呢 原来是要抢人啊 你还说呢 那俩人还带着迷药呢 你说说你 要是有个万一 那路上又没有人 我们不得及死啊 他们能是傻好人 你还跟他们单打独斗 你也真是 胆子怎么这么大 出点意外怎么办 简单也没敢顶嘴 默默地听着 看程朝确实说完了 才小声开口 我知道大哥 下回肯定注意 明知道是敷衍 程朝也没有办法 打不得骂不得 只能开启念叨模式 你说说你 不说在家 就来这边 这才几天 先是跟蛇打 然后是跟人打 还是人贩子 你自己说 还想干啥 嘿嘿 放心吧哥 我应该没有那么招事 哪能那么忙啊 程朝其实是不幸的 可是再不放心 他还有任务 也确实不能跟在身边 只能一遍遍地盯住 你要出去玩也行 不过一定要把自己的安全 放在第一位 别遇着事就往上冲 听见没 你是个小姑娘 我带你出来是散心 来这边玩的 不是让你来 跟我出任务的 放轻松 明天他们不上学 让他们 离你出去溜达溜达 还想吃啥 明天我找人给你买回来 简单直接摆手 不用不用不用 我能上山打猎吗 成朝气的 差点一个倒影 你还想上山 他是不知道 自己跟山多有缘吧 在家里是上山就出事 来这边还是 这两次出事 都跟山有关 不是 简单有点心虚的 用脚尖蹭的 那个 不打猎也行 那个 我昨天发现那些人的时候 还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鹿呢 我想去弄回来 看成潮药开口 赶紧把话说完 这天这么热 就是放在山上 时间长了也都臭了 那不是 白瞎了吗 那天离开那片范围后 简单还真的就把那只小鹿 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想着上山带路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 到时候就是吃肉 也有个正当的理由 结果 一忙到 他自己都忘了 刚才成朝说还想吃什么 他就想着 来这边不吃羊肉 那多可惜 还不如上山去打只羊呢 然后就突然想起来 被自己遗忘的猎物 成朝揉着脑门 再次确认 你真的 放在山上了 他有理由怀疑 这不安分的妹妹是想找借口上山 可能是要从哪弄出来的猎物 但是这回还就是真的 简单信誓旦旦的跟他对视 真的 要不你跟我去 我给你指地方 你去取 毕竟这天气这温度在这呢 山上再凉快的地方 也是有限制的 放两天已经是极限了 简单也有些后悔 昨天回来太晚了就得忘了 不然今天早上就去弄回来正好 看着这无时无刻 不再想着上山的妹妹 成朝也是没有办法 能怎么办 宠着呗 抬头看看天色 太阳下山了 但是余晖还是很足 离黑天也还得有一会儿 干脆还是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吧 不然还是得提心吊胆的 你呀你呀 我去跟二叔说一声 咱们现在就去 别等明天了 行 简单是乐不得的 那我回去穿外套 成朝嘴上是无奈 但是脸上这笑意 就一直没消失过 这是谁家的妹妹啊 这么能敢 简单穿了外套出来 不光成朝 成卓和两个孩子都在呢 而且都是长衣长裤的 你们都要去 成卓板着脸 你说你 这是你干的活吗 家里正多人呢 成瑞更是窜过来 直巴巴的看着他 姐 是有肉吗 刚才这顿肉 可把他吃好了 一听说肉比谁都积极 成安也一本正经的拎着绳子 背着背楼 随时准备出发的架势 不用这么多人吧 简单多少是有些无奈的 这是要去玩吗 糖素没出来倒水 干脆的就直接碾人了 赶紧的 要去就趁早 早去早回 一会儿天都黑了 成瑞成安 你们俩保护好你姐啊 这不由我呢吗 你就别惦记了 一会儿就回来了 行 那我先烧水 这会儿 家家都在吃饭 倒也没遇上什么人 几个人一路就朝着 昨天的方向过去了 那条道的蒙子 昨天大部队上山的时候 就已经被放倒了 这会儿在夕阳下 也比较明显 越往上走 光线越暗 成潮在前面打头 凭着简单的指挥 七拐八拐的 那个位置 已经接近深山的范围了 到了时 可见度也只有眼前 这一小块天地了 哥 前面 左手边那片杂草后面 你慢点啊 四五米就是 但是那是个陷阱 成潮迈出去的脚步 又收了回来 把手里的棍子 先探了出去 你把那玩意儿 放陷阱里了 那不然呢 就陷阱安全啊 放平地上 就那血腥味 还能剩下啥啊 这么一说 成潮居然也觉得 这么有道理呢 成潮在后面 嘴角都要翘上天了 瞧瞧 这是他们成家的孩子 多好 成潮拿着棍子 很快就敲到了虚空的地方 到了境前 借着微弱的夕阳 还能看见 杂草什么的 都是凌乱的 不由地提高了警惕 小心点 这陷阱被动啊 附近没有人 哥 你看看 是不是那陷阱里头 又进了别的东西啊 成潮也是这么认为的 扒拉开上面杂乱的东西 成安帝过去一个铁皮手电筒 成潮打开一看 自己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 给亏是都来了呀 成瑞跃跃欲试 想往前蹭 大哥 怎么了怎么了 肉还在吗 第365章 小孩子别管那么多 成桌上来就是一巴掌 你给我往后去 再把自己掉下去 自己大步走过来 借着手电往下看 愣了一下 然后直接就笑开了 哈哈 还真是 得亏来的人多 小安 把那绳子拿过来 还有那被篓 简单没挤过去 不过听这意思 应该是还有别的东西 哥 还有啥呀 成潮反问道 当时你就放了一个小鹿吗 是啊 我看见的时候 他就受伤了 后来我着急下去找人 就把他扔进去了 咋了 没死透 跑了 那倒没有 不过 鹿肉你应该是吃不上了 成瑞先急了 啊 肉没了吗大哥 成安发了个白眼 他哥这急性子 听话也不听全了 成潮慢悠悠地接着说道 不过 别的肉倒是可以吃得够了 说完完起袖子就跳下去了 接住成拙扔下去的绳子 不一会儿 就绑了东西 让成拙拉上来 夕阳已经落山了 现在用的完全是手电筒的光线 拿着电筒的成安看得清楚 呀 是牛 爸 是牛爸 这脚这么大呢 成拙卸着绳子 是 是好牛 这肉好吃着呢 天黑了 成潮动作也快 很快三只体型不小的猎物 就都被弄了上来 最后 成潮又扔上来两只长尾巴的野鸡 比简单抓过的都要漂亮得多 那羽毛的颜色和光泽都很鲜艳 简单也愣了一下 这么多都是那只小鹿引来的 成潮撑着陷阱边缘上来 对 小鹿就剩下一点碎肉和骨头 这也不算白白现身 以一换三 天色暗下来 这深山里就寂静的可怕 成拙也催促 赶紧的 别平了 再摩藏到家 就得半夜了 并排躺在草地上 一只牦牛 一只鹿 不过要比昨天那只大上不少 还有一只驴 它受的伤最轻 还活着呢 低声的哼哼着 简单看了好几遍 都在怀疑 二叔 这是驴 深山里还有这玩意儿 成拙也笑 我也没想到 还真能碰着这玩意儿 就是驴 山里的品种 好养活 吃草就能活 这玩意儿 跑得才快呢 上回抓着 都是十多年之前的事了 成瑞胆子大 伸手去捅姑 爸 驴肉好吃吗 成拙不客气的 一脚踢过去 再磨蹭 把你留这位的 原本他们是只想着 让简单带路的 现在看这一排的猎物 成拙还为难了 这三只体型都不小 他自己力气不小 但是也就能整走一个 成朝倾笑 二叔 你就别纠结了 妹儿啊 该你展现实力了 简单直接一厨子对过去 什么鬼话 什么实力 这是形容女生的话吗 二叔 我力气很大的 咱们三个一人一个 说着 就挑了一个香 比较最干净的路 毕竟是死了 就是拖着走 他也没有心理负担 两只野鸡扔到贝楼里头 成锐背着 跟成安打着手电 在前面带路 成朝拽了牦牛 在后面跟着 那驴 虽然活着 但是摔舌了一条腿 不能走 又不好直接拖着的 这难题 就交给了唯一的家长 上山时还能看见 下山就完全靠手电筒了 有点月光不太多 不过这也不影响速度 甚至一行人下山的速度 还加快了不少 人多 不时的说说话 也没感觉出害怕 不过一出了山 到了平地 两个孩子 还是狠狠地出了口气 累了吗 儿子 把那背搂给我 自己儿子 成拙还是心疼的 这一晚上 这运动量可不少了 又是上山 又是下山的 成锐捏着背带躲开 不用 我能被动 就是 刚才听见一 那不知道啥声音 呼呼的 有点害怕 能不能是狼啊 一边走 还一边往后张望 好像就在身后似的 刚才那是风吹树林的声音 没事啊 别吓唬自己 咱们这不都下来了 马上就到家了 嗯 一想起这是他姐发现的 成锐又挺起了胸脯 姐 你也太厉害了 还敢走那么远 你不害怕吗 万一遇着狼咋办 简单拖着路 走的 也没有多费力 成拙在后面 看得嘴角直抽搐 看旁边的成巢 这力气还真是不小 你还是当哥的呢 被比下去了吧 成巢也没客气 你还是当叔的呢 也没好到哪儿去 进了家属院 几个人就专挑 那隐蔽的地方走了 虽然这个时间 不一定能遇到人 也没有必要这大半夜的 再惹点麻烦不是 唐素梅在家等得着急 也不敢声张 也不敢睡 听到声音 赶紧过来开门 怎么才回来 赶紧的 水都烧好了 看着这一个个的都不空手 唐素梅都震惊了 跟在最后把大门关好 跟着进屋 这才敢大声说话 不是说就一个小路吗 怎么弄回来这么多 你们去打猎去了 陈安帮着把贝罗放下来 成锐手上滑了几道小口子 也没在意 兴冲冲的跟他妈显办 妈 你不知道 我姐就放在陷阱里头 一个小路 就招来这么多 这些都是那陷阱里头发现的 厉不厉害 唐素梅也真是不知道说什么了 这几天这事 哪有样是正常小姑娘干的 你呀你呀 这胆子还真是打 这事不在身边 要是在身边 唐素梅都怀疑 自己早晚得的心脏病 被她吓的 到底也舍不得说重话 干脆的就转向两个大男人 现在就说是出来 放到明天 是不是就得编位了 哎 这咋还动他呢 没死力所呀 陈卓把驴签出去 绑在房子旁边的杆子上 嘴都被他绑上 也不怕出声音引来别人 这个就是腿舌了 不着急 先收拾这两个吧 还有这个 妈 这个也收拾吗 再看到野鸡 唐素梅已经能面不改色了 行 先放这 你们俩洗洗去睡觉 明天不上学 也不用着急起来 还有你 你也赶紧去睡觉 我 我也能帮忙 这收拾肉 它确实不大会 不过可以帮忙打下手 唐素梅直接摆手 不用你们 这有大人呢 小孩子别管那么多 去洗漱睡觉 简单心里一暖 小孩子 也有人把我当小孩子疼吗 第366章 到头来 一场空 把孩子赶去休息 唐素梅对上两个男人 就没有了顾忌 你们也是 领着小姑娘 这大半夜的 往那深山老林里去 合适吗 再给孩子下着咋办 你们可真行 孩子说去就去 那丹丹身边 没有个人叫这些 他不懂 你们还不懂 成朝没结婚 他不懂也正常 你也不知道吗 老成 心可真大 两个人背训的不敢抬头 也不敢反驳 承着张了张嘴 想说 害怕的是你儿子 看着唐素梅的脸色 还是把话又咽了回去 算了 别惹事了 这么一说 成朝也顿时觉得十分不妥 上山确实有些莽撞了 当即就诚恳的认错 二婶 怪我 是我没想到 就寻思着 今天整下来 明天不让他上山 二婶 有些事我也不懂 现在都是妹妹照顾我多一些 我也就能给买点东西送过去 还有啥是需要注意的 你跟我捣鼓捣鼓 等我们回去了 我也注意点 承着眼睁睁的看着 刚才还是备训的现场 瞬间就变成了 母慈子孝的交流会 无意间对上承朝的眼神 满是无语 还是你厉害 两个人包皮放血 唐素梅帮着打下手 烧水滴东西之类的 几个人也是忙到天边发亮 才算收拾出来 看着这一地的肉 唐素梅是既高兴又愁得慌 这天还这么热 这肉也放不住啊 你是咋打算 一头牛三百多斤 去掉皮毛内脏 也有个二百多斤 那头鹿也是成年的 净肉也将近三百斤 那头鹿还没杀 就不算了 就这五六百斤肉 也不是个小数目 起码承着一家是消耗不了的 尤其是这个季节 唐素梅也了解他 所以才这么问的 不过 这是孩子的猎物 要不还是先去问问孩子吧 二婶 昨晚妹妹就说了 二叔决定就好 承着美的都合不上嘴 瞅瞅 还得是咱们老成家的孩子 简单一觉醒来 就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两个孩子没在家 唐素梅在厨房忙得满头汗 简单过去帮着擦了一把 二婶 你这做啥呢 他们人呢 唐素梅直起腰锤了锤 他们俩把肉 拿了一些送去食堂 那俩小子也跟着去了 说着就转过来面对简单 你哥说 你都交给你二叔处理了 你应该知道 你二叔 那就是个以部队为家的人给他了 他都得贡献出去 虽然相信成朝 他也想再确定一下 毕竟这时候 谁家买一斤肉 那都是大手笔了 就别说 这好几百斤 胡乱答应的 简单也大概看出来他的心思 不禁笑了笑 二婶 我知道 你说 我还能把那些肉都领走啊 这大热天的 咱家这几口人也吃不了 还不如就让二叔拿去安排了 反正你们总不会 让我吃不上肉就是了 你呀你呀 好几百斤呢 不心疼吗 简单夸张的靠在他身上 哎呀 二婶 要是我自己打猎得的 那我肯定的心疼啊 但是这个 本来就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还那么多 二叔惦记他那些兄弟也正常 这不说明 二叔是个好领导吗 切 听他变招法的夸成拙 唐素梅也忍不住勾起嘴角 你就向着他吧 拿你的东西出去装好人 尝尝这个 这是我跟这边人学着做的肉干 不过按照你的口味调了一下 你尝尝 好吃的话 我多做点 到时候你回去都带回去 这玩意儿也能放得住 啥时候 饿了就吃一口 也方便 就着唐素梅的手 简单就直接吃下去了 嗯 二婶 好吃好吃 倒是也不是夸张 味道确实不错 咸淡适宜 有嚼劲 好像还有一股松树的清香 他对厨艺不惊 也不明白 二婶 这是什么肉啊 是鹿肉吗 不是 这是那个牛肉 鹿肉也留了 一会儿也做一些 不过 你可别太贪嘴 牛肉倒是没事 但是鹿肉大补 你可别一次吃太多了 再好的东西 也是适量就行 就怕孩子再没个控制 碰着喜欢吃的东西 就一起吃个够 这玩意儿不像别的 顶多是顶时了之类的 这鹿肉吃多了 那可是真上火 简单也理解 他身边就着一个女性长辈 他可不得认真听着 都是有用的 嗯嗯 我知道二婶 我会记着的 剩下的几天 倒是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唯一简单听了一嘴的 就是仗着自己姐夫 是团长的那位于红艳 被查出来 不止欺凌别人 还曾经试图将家属院的孩子 骗出去 这还是审讯那两个人 贩子出来的线索 人家还觉得挺光荣 你们家属院的孩子 不也差点就落到我手里了吗 公安那边 一听事情严重 直接就联系了部队 原本的私下询问 直接变成了调查 顺藤摸瓜这一茬 就让不少人都惊掉了眼镜 看着顶多是有点 刁蛮不讲理的女同志 居然暗地里 干了那么多龌龊的勾当 欺负军署 欺压孩子 都是小事 意图将骗孩子骗出去卖掉 还曾经不止一次 通过韩团长 获取部队要出任务的消息 又透露出去 其中两次任务险胜 导致五名战士无辜牺牲 多名战士受伤 就包括陈瑞他们口里 还躺在病床上的陈大哥 这些事情都浮出水面 这就不是小事了 但就往外 传递消息这一点 就已经赦免 若对方是间谍 或是别有用心的人 那都可以说是 叛国的滔天大罪 足够上军事法庭的了 韩团长虽然不是主动泄密 但是错误犯下了 也确实是由于 他的疏忽 也属于为于红燕的犯罪 提供了便利和线索 脱下军装是必然的 听说当他听说 一切都是他那小姨子 惹出来的事实 沉默了很久 要不是他心疼媳妇 在这边没有亲人 也不会经不住 他的软磨硬泡 经常把小姨子 接过来作伴 也许就没有这些事了 他的前程不说 他是真喜欢这身衣服 真舍不得一到年线 就离开这里 努力了这么多年 拼搏了这么多年 才终于有了留下的资格 如今都成了一场空 第367章 离开 至于于红燕 原本对他不顺眼 也是因为 他想算继承潮 除去这点 简单对他的事情 没有半点兴趣 这事就扔到一边了 半个月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反正一晃而过 今晚早点睡 明天咱俩得赶火车 往回走了 简单领着两个孩子 满山风跑呢 晚上就得到了 这个震惊的消息 他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哥 这才几天就要走啊 成朝都不想说什么了 他的任务是完成了 结果 借着于红燕的光 又洗提了一个 新气的外援任务 这才算消停 他这半个月的时间 真的太充实了 不是出任务 就是在出任务的路上 一天都没浪费 说起要走 他更是郁闷呢 不过 这也确实是客观条件 单程那一个新气的火车 他是必须要流出来的 几天 你是完风了吧 一个月的假期 今天是第二十二天 简单完的正在信头上 这个消息不易于噩耗 这情绪顿时就低落了 唐素没看得心疼 下回 下回小潮找个不忙的时候 再给丹丹送过来 然后你们在这都多待一段时间 听见没 好 下次来我肯定要多请一段时间假 在这边好好玩玩 看着简单强颜欢笑 承着心里也不舒服 承睿更是跳脱 直接脑袋就对到简单眼前 姐 你是不是舍不得我 要不你把我带走吧 我去陪你你就高兴了 啊 简单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唐素没无情镇压了 不行 你们还要上学 承安跟着亮了一下的小眼神 也顿时黯淡了 承朝看在眼里 眼神闪了闪 其实要说 这俩孩子要是能陪着简单 好像也不是坏事 这么大的小伙子 虽然武力之不如简单 但是也能做个半 就是不知道简单的意思 还有承卓两口子舍不舍的 饭后 承卓悄悄地问承卓 孩子还有多长时间放假 承卓一脸迷茫 你想说什么 咋的 用孩子 还非得放假 那倒不用 等他们放假 我要是能过来 给他们接过去住几天 要不丹丹也就自己 简叔有个侄女在他那 不过简叔不忙的时候 那孩子估计也得放自己身边 丹丹自己也挺孤单的 他们去了 也能热闹热闹 承卓皱没想了想 丹丹在那边是个知青 再弄两个孩子过去 这不是给他找麻烦吗 他一到下乡的地方 就自己买了村里的房子 一直是单独住着的 但是上宫什么的 也并不出格 都是跟着知青 跟着村里是一起的 也不算出格 他住的偏 在村口山脚下 像我们过去 不走知青院 也基本不会引起 村里人的注意 顶多是 他一个人上宫 拿一个人的公分 不管过去几个人 也不影响村里 也不占别人的公分 别人也不会说什么 你们怎么能让他一个小姑娘 自己住在那么偏的地方呢 还离山那么近 这要是有个什么下山的 那他不第一个吗 承朝就知道 这是不能细说 一细说 他肯定着急 二说 你别急 先听我说 那个房子是单单自己选的 在我们相认之前 人家就自己住的好好的 而且 也住下山也遇到过 都被他消灭了 之后 我们也建议过 要不要往村子附近搬搬 小叔也说 要给盖个大点的砖房 他不答应 他就想悄悄地过自己日子 不想整天被人盯着 而且 那个小房我住过 住习惯了 也挺好 现在火墙火炕都是修好的 冬暖夏凉 上山什么的也方便 离村里那么远 就算天天吃肉 也不会有人注意到 二说 要我说 以妹妹的身手 离村子远点也行 清静 承卓听着 脑海里就想象着 简单一个人孤零零的 在小屋里瑟瑟发抖的可怜样 鼻子就是一酸 你说 咱们承家的姑娘 咋能过这日子呢 承朝满脑袋问号 咋样了 啥样的日子 二说 你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看承卓的表情 大概也能猜到一点 要是任他这么想象 这一会儿 眼泪都能出来 赶紧打断他的天马行空 打住打住 二说 你真想多了 除了要下地 妹妹比我们过得好多了 真的 真的 承卓满脸的不相信 承朝无比后悔 提起这个话题 真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这还解释不清了 承朝也不解释了 算了 你爱信不信 不信你问我小说 屋里 承锐承安跟着唐素梅 给简单收拾东西 来的时间不长 唐素梅做了三套衣服 这会儿 除了身上的这套了 都装了起来 前些天做的肉干 也装了一大袋 唐素梅知道的烧早点 已经和面了 明天早上 给你们烙点油饼带着 再煮几个鸡蛋 天热 也不多带 吃两天就行 后面就让小巢 给你去餐车买饭 你二叔找人 你们买的卧铺票 这回就躺着 就回去了 路上可千万要注意安全 不认识的人说话 搭讪都留个心眼 我听说那火车上 啥人都有 可一定得跟住了 人那么多 冲散了可就麻烦了 你就跟住他 啥事都找他就行 不一会儿 就收拾出来挺大一个包裹 简单都觉得有些夸张了 二婶 真不用拿这么多东西吧 空手来的 走的时候大包小包的 这可真是 实锤的打秋风 都拿着 这边别的好东西 也没有 就给你装了点吃的 装了点这边的大枣 小姑娘家家的 多吃点好 冬天泡水喝也行 这都不用你 都让你搁拿就行 你记着 你就跟住他 别走散了 唐素梅也是第一次 有这种感觉 叮嘱个没完 总感觉哪句话 不说都不放心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简单跟程朝俩人 蹭着采购物资的车出发了 他在家属院门口 还在想着 还有什么没叮嘱到 走吧 回去吧 老程 他们介绍信拿了吗 身上的钱够吗 程卓也没想到 媳妇还有这性子 对两个小子的时候 就简单粗暴得多了 第368章 返回途中 连山站不是起点 上车的时候 车上就已经有不少人了 东西和介绍信 都在程朝身上 简单也的确不敢大意 紧紧的拽着程朝的袖子 就怕再给他挤眉眼了 要上车的时候 程朝一手挂着硕大的包袱 一手护着简单 倒也挺顺利 西北这边不比南方 没有那么多人 什么抢作的事件 也没有发生 卧铺这边很清静 也是 这个时候 能住得起卧铺的 可不光要有钱 也要有一定的关系 毕竟这卧铺 可是干部的标配 反正他们俩上车后 到火车都启动了 也没有人进来 这节车厢 就咱们俩人 二叔这是包下来了 程朝失效 那不能 二叔可不能犯这错误 可能是人 还没上来呢 可能是完累了 简单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反正知道程朝就在下铺 他也安心 直接就睡了个昏天暗地 再次睁开眼睛 车厢里一片黑暗 是火车停车的轰鸣和顿挫 提醒他 这是在车上 眨眨眼睛 让意识回容 车厢下没有传来熟悉的回答 车厢里并没有第二个人的气息 反而是外面传来一阵喧闹 慌了一秒 理智就上线了 轻松的眼睛瞬间清明 翻身快速地翻下地 刚站稳 这节车厢的门砰的一声 就被大力推开了 门外的人 显然是没想到有人 一推门没亮着灯不说 直接就是一个黑影 立时就是一声尖叫 啊 你是谁 为什么在这吓唬人 简单皱眉 伸手先把灯拉开 我是买了票的乘客 在这里很意外吗 这车厢是私人铺 你们是两个人 就应该有心理准备 车厢里已经住人了 说吓唬人 你这算不算倒打一耙 我刚睡醒 就在这站着 一声没出 我还想说你吓了我一跳呢 说话的是一个 梳着两个麻花辫的女生 旁边一个戴着眼镜 梳着学生头的女生 则没出声 视线在这车厢里打量着 看简单毫不让步 说话也是一点都不客气 也有点意外 见状 安抚地拍了拍麻花辫女生 回头跟简单放低了语气 对不起 是我们着急了 没想到这个时间 还有人睡觉的 能让我们进去吗 简单没说话 默默地让开身子 后退两步 坐到成潮的床铺上 刚才是急乱了 成潮能有什么事 就是担心 也不应该担心他才是 麻花辫嘟囔着 一屁股坐到下铺 就不动了 学生头女生 则是他们拎过来的包袱 都塞到床下 起身擦了擦眼镜 这才准备往上扑爬 麻花辫看着简单白净的小脸 眼里闪过极度 一把拽住同伴 小青 你刚出院 上下铺得多不方便 不如跟对面的女同志换一下吧 说话 还直勾勾地盯着简单 简单自顾自的闭目养神 跟没听见一样 不用 这两步就上去了 能有什么不方便的 麻花辫似乎跟简单拧上了 死死地拽着学生头部撒手 对面的女同志 你不会不乐意吧 我们是响应国家号召下乡的知青 是去建设农村的 同志你 你这也太不团结人民群众了 你这只顾自己享受可不行 领导都说了 这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作风 可是要不得的 简单猛地张开眼睛 领导没教你 己所不欲物事于人吗 没教你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吗 我自己花钱买的票 怎么就不团结群众了 你能代表群众吗 你觉得 这火车上的卧铺 就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 那你要不要去问问列车长 乘坐卧铺最多的是什么人 他们都是享乐主义吗 明知道自己同伴身体不适 你还先抢了下铺的位置 然后来想抢我的位置 到底是谁在强人所难 漠黑的毛子翻滚着不耐 麻花便不敢对视 眼神飘忽着 学生头女生揉着自己解放的胳膊 脸上满是无奈 这是干嘛呢 她就想上去休息休息 就这么难吗 同志 实在对不起 学生头万分不乐意地给她开脱 她是太担心我 实在不好意思 又打扰你了 说完也没再看麻花便 踩着梯子就上去了 对这个学生头 简单没有观感 但是也不至于为难人家 点头示意 自己也转过头 来从包里掏出一根肉干嚼着 睡了这大半天 这肚子 可是刚才就叫了空乘计了 又等了半天 才传来熟悉的脚步声 简单刚站起身来 成潮就推门进来了 虽然没有着装 但是宽肩窄腰大长腿 往门口一站 瞬间也吸引了车厢里 另外两个女生的视线 上面的学生头眼里都是欣赏 下铺的麻花便 一双眼睛 却是似是粘在了她身上 成潮有察觉 但是没去看 只是皱起了眉头 睡醒了 饿了吗 一边推着简单 又去床边坐下 简单顺势就回来了 刚才这事 有事 车厢里还有别人 就不问那么细了 成潮也明白 点点头 嗯 今天又是老秦的吧 刚才去找他 正好顺手帮点忙 对面的麻花便瞪圆了眼睛 怎么也没想到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顺眼的 居然和他不对付的人认识 成潮把包里的吃的掏出来 糖素梅酪的油饼 鸡蛋 咸菜 肉酱 孩子色的山梨之类的水果 这天气也不怕凉 就这么摆在中间的小台板上 成潮卷好了 才递给简单 吃吧 吃完了要是困就接着睡 还有好几天呢 嗯嗯 油饼 鸡蛋 肉 水果 哪一样都是难得的 麻花便就感觉这香气 直往鼻子里头攥 眼睛也控制着 不往那面瞄 后来干脆把头转向里侧 眼不见为近 简单的瞄间这样子 跟个得了便宜的小狐狸一样 露出了一抹笑 成潮可太熟悉这表情了 用眼神询问 他得罪你了 简单摇头 笑眯眯的表示 不用他管 有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不过是几句话 小女生之间的粘尖虚快 他一个大男人 可别学这个 第369章 持枪劫持 简单狠狠的咬了一口油饼 还以为是个厉害的呢 结果 就这战斗力 看了几眼他就不在意了 转头跟成潮说话 你没休息一会儿吗 成潮把包袱收拾好放到一边 又正经危坐 没事 我刚才躺了一会儿 现在不累 要不要再来点姜 二婶做的这个姜太香了 那就多吃点 这个天气多了也放不住 等天凉了 让二婶做点油过来 还是别麻烦了 大老远的折腾好几个人 下次有机会再去 先惦记着呗 成潮倾笑 你怕麻烦吗 简单刚咬了一口饼寒在嘴里 愣了一下 说话也含糊不清 你什么意思 不会是家里有啥事等着我呢吧 咋了 是要把星星送回来吗 还是谁又惦记 我房子了 哎呀 简单突然就想起来 我那园子还没收拾呢 家里那边下霜了吗 现在种白菜还来得及吗 成潮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文言放下心来 我没跟你说吗 我去你家的那天 就把后园子的东西都收了 孩子那块地地也完事了 估计林东方也都让那些孩子运回家了 种我倒是没种 这一个月 秋收估计都快完事了 现在种肯定是晚了 不行就跟村民换点吧 你一个人能吃多少 到时候 我们过去再给你带点别的 虽然有点可惜 但是他也确实吃不了那么多 不用不用那些菜你都给我放地窖了吧 都放进去了 你就放心吧 等过几天 我再给你送点粮食啥的过去 我那还有呢 就差一个秋收 我也上了一年工 也能分上不少 够吃了 你可别送了 行 俩人说话的声音不高 火车筐吃筐吃的 车轮跟铁轨摩擦着 在渐渐寂静的黑夜中前行 你觉得怎么样 简单眨眨眼睛 哥 你为啥会想让他俩过来啊 这么远 二叔二婶能放心 冬天不上工 现在简叔没事 星星大部分时间都在那边 就你一个人在家 给你找个伴 不想动弹的时候 也能给你跑个腿啥的 看着简单的神色 成潮也没专制的定下来 相处这么长时间 要不是他死皮赖脸 两人的相处 估计都坚持不到相认那时候 简单的性子本 就不愿意与人亲近 再说一个人生活 总有自己的主意和安排 主要呢 还得看你的意见 你要是觉得 还是一个人方便 不喜欢热闹 那就这样 要是觉得有个伴也行 那就让他们过来 即便是来 时间应该也不会太长 也就一个寒假 我估计也就那样 他们也没有离开过家 他们愿意吗 二叔二婶愿意吗 那天开玩笑的提了一嘴 孩子是很乐意 二叔也没有意见 二婶 应该也没有问题 开始舍不得是肯定的 毕竟都没有离开过身边 不过之前二婶也说过 不想让孩子一辈子 就坚在那边那一小块地方 说实话 这两个孩子给简单的印象不错 成瑞淘气归淘气 但是也不是那个 无理取闹的熊孩子 成安更是懂事 另一方面 玩得挺好 三个人都喜欢满山的风跑 也算是志同道合了吧 其实 他也猜得到 估计是成潮的意思 他一直就不放心 他一个人住 他们离得远 不可能实时注意这边 就怕他再遇到什么事 连个说话 或者商量的人都没有 他是一个人生活惯了 但不是孤立在这个世界之外 这些关心 他都能感受得到 那当然好了 要是二叔二婶舍得 他们也愿意 不怕这边冷 那就过来呗 惺惺不回来 就剩我自己 还真是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呢 正好我回东屋 他们过来就住西屋 等下雪了 还能帮我扫雪 嗯 这活行 你可以把能干的活都交给他俩 哈哈 那不有点欺负人了吗 那指定不能 这是成家的优良传统 这回去就成了一个啥都会的儿子 二叔二婶那肯定高兴 卧铺车厢相比较要安静很多 走了两天都很正常 第三天中午 唐素梅给带的油饼吃完了 成潮拿着饭盒去餐车买饭 简单去洗手间 回来的时候 成潮正好端着饭盒回来 车上有个持枪的歹徒 挟持了一个老人 跟老秦他们对峙呢 我过去看看 你先吃饭 不要往外跑啊 持枪 对 成潮语气有些低沉 他的职业注定他对这种事情 不能袖手旁观 你回去吃饭 老实待着 不许出来 知道吗 这玩意儿可不长眼睛 成潮对这个妹妹还是有些了解的 别的是可能不感兴趣 但是这种事 他是绝对不会安分的 弄不好啥时候 就会溜到现场去看热闹了 这预防针必须提前打好 这么郑重的口气 好像自己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一样 不过 想一想 好吧 也不算太听话 行 他干脆的接过了饭盒 那我先拿回去 等你回来一起吃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听话 转身就回了车厢 快走吧 快走吧 早点完事好回来吃饭 成潮无奈的笑了笑 想到那边的事情 顿时又崩起脸 转身大踏步走了 把饭盒放到小台板上 简单也没打开 不过这热菜的香味 还是顺着饭盒的缝隙往出钻 对面下铺的麻花辫 眼神一直在这边瞄 对上简单的目光后 又赶紧一开 肚子叫得厉害 不得不翻出了包袱 里面也仅剩下两个窝头 眼神里带着嫌弃 手上却紧紧地抓着一个 僵硬的往嘴里送 还半侧着身子 躲避着简单这边的视线 上铺的学生头就自然的多 即使是窝头 吃的也是大大方方的 就这茶缸子里的白开水 一口窝头一口白开水 也没有半点不适 简单对这些小心思不感兴趣 为什么能坐卧铺 却吃窝窝头 他不关心 以着下铺的车厢 他注意听着外面的动静 按理说 不应该这么安静 第三百七十章 这可真不能怪他惹事 迷迷糊糊间 就感觉 车厢好像大幅度的震动了一下 然后是压低了声音的哭泣 你 你别杀我 别杀我 简单猛地睁开眼睛 这好像是那个 学生头女生的声音 抬头去看对面 果然 两个人都不在车厢里 闭嘴 听着声音越来越近 简单轻巧地翻到了上铺 紧紧地贴着上铺和车厢 过道窄 上铺又高 从下面不仔细看是看不见的 别磨蹭 你一起那个人已经说了 你们车厢的人有钱 赶紧的 然后就是一阵 似乎是匕首拍打皮肤的声音 现在我就求财 你要是再这么不识好歹 可别怪我不客气 杀了你我一样 进得去 大不了就挨个车厢找呗 不行就多杀几个 你 大哥 我把我的钱都给你好不好 你不是想要钱吗 我有钱 二百多呢 我给你 都给你 你 啊 这男人显然有点动怒了 应该是动刀子了 真特么的磨叽 听不懂话是不是 到底是哪个车厢 蠢玩意儿 都被人卖了 还帮着人家呢 赶紧的 我今天不想杀人 简单缓缓起身 皱着眉头 被劫持的是学生头 那一起的 被人卖了 说的应该是跟他一起的麻花辫 外面并没有那个人的气息 应该是躲起来了 但是这个学生头 宁可自己受伤 也没把人带回车厢 这是要保护他吗 啊 一声刀子劲肉的声音后 又是一声尖叫 简单没心一跳 干脆的翻身跳下来 这么半天 车厢走廊 还是只有这两个人 说明乘务员或者说成 朝他们那边 压根就抽不出人手 也没准是根本就没发现 那个麻花辫 也不知道能不能聪明点 去报个信 学生头女生 确实是吃痛的 脸色苍白 头上的冷汗都要出来了 原来是劫匪抓着他 现在他都要靠着劫匪 才能站稳了 再加上惊吓 这孩子已经没有力气了 只能任由劫匪拖着他走 那边承朝他们是把人抓了 但是点了一圈后 脸色难看的发现 跑了一个 那个拿着刀 娃娃脸的 打头的光头哈哈笑 兄弟们 不要怕 怎么没断了根 后面的老秦黑着脸 就是一脚 闭嘴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老子一定 让你们在牢里相聚 另一头匆匆跑过来 一个乘务员 秦哥秦哥 刚才有个旅客说 好像看见了一个 娃娃脸的男的 好像去了卧铺车厢 随后不一会儿 就看见一个 扎着麻花辫的女生 神色匆匆地 从那边跑出来 躲进了中间的厕所 到现在还没出来 卧铺 老秦和承朝 一口同声 承朝更是抬腿就跑 他还叮嘱简单老 实呆着呢 这人还摸到门口去了 老秦也是当即 就是一串安排 这几个人严密看管 不能出任何意外 其余的人 跟我到卧铺那边 一定要尽全力 保证每一位旅客的安全 他也看出来 承朝对这个妹妹的重视了 现在就盼着 千万别出点什么事 这边 持刀的劫匪 托着学生头 也接近了简单的车厢 学生头捂着流血 得到胳膊 亮亮呛呛的 就被劫匪一把 拽住了头发 刀子又架到了脖子上 别特么磨蹭 耽误了下车 一会儿我就带着你一起 不说别的 就这小脸蛋 你也能卖个几百块 不亏 你 旁边车厢不知道是没有人 还是有人 但是不敢出来 反正这走廊里 就这两个人 贴着车厢 听着俩人的脚步 简单轻轻地搬动把手 往左边推 小心小心地 简单迈出门的一刻 门咔的一声进入了滑道 不光简单皱眉 前面的劫匪也听到了 拽着学生头猛地转头 学生头被拽得头皮生疼 简单没等他转过身来 就栖身上去 结果劫匪似是有感觉一般 随手一扔 简单就感觉一个黑影袭来 抬头一看 正是刚才还被钳制的学生头女生 如果这一脚踢出去 她是百分百被踢飞的 简单不会滥发好心 但是这也是一条人命 没有深仇大恨 也不能让人家受她这一脚 那估计就不是半条命的事了 无奈之下 只能先伸手将人救下 身后的劫匪把人扔出去后 自己紧跟着就扑了上来 简单不敢大意 把人接下后 连着后退几步 然后弯腰顺势把人往地下一扔 让他滚落下去 在想回身抬手去挡时 对方已经到了眼前 学生头瞪圆了眼睛 那瞳孔里的倒影 都能清楚地倒映着 对方一点点放大的身影 就是想进身站 也得估计身边还有个伤员 无奈 简单一弯腰 在劫匪扑过来的瞬间 一拳头垂到了劫匪的肚子上 简单的力气大 这会儿着实是气氛 又没有收着力 下一秒 160多斤的男人腾空而起 直接撞到了卧铺和硬座中间的门上 然后重重地落到地上 同时 刀子也落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弹跳声 然后 门刷的一声就被拉开了 门外站着的是气喘吁吁的成潮 和后面紧紧跟着的老秦 以及几个乘务人员 劫匪摔在地上半天没出声 成潮看着简单没事 松了一口气 慢慢地平复着呼吸 后面的老秦满眼惊诧 跟上来的乘务员探头一看 顿时激动了 秦哥 就是他就是他 娃娃脸 手上有刀 往刀上一看 鲜红的血迹 让成潮的心又剧烈地跳了跳 揉着眉心 迈一步走进去 看见成潮简单还心虚了一瞬 随即意识到 这可真不能怪他惹事 这是找上门来了 成潮也看出来 他们所在的位置 就是他们的车厢门口 再看后面还有个受伤的 大概也才出来情况了 怎么样 受伤了吗 简单摇头 我没事 你忘了 我力气大 但是这位女同志受伤了 老秦已经招呼人进来抓人了 正走过来 一听这话 回头就喊人 李亚 快去拿一药箱 有位同志受伤了 第371章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成潮看了一眼 就收回了视线 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听见声音才出来的 出来的时候就看到 他把这位女同志扔了过来 我就只能先伸手把她接住 刚放下来 她就冲我来了 我就给了她一拳 之前的情况 就得要问一下这位同志了 显然 对于她的一拳 老秦及身后的人 是不能理解的 一个小姑娘 看着就娇娇软软的 就是拳头又能硬到哪去 别人信不信的 成潮也不管 自己知道就行 成务员拎着药箱匆跑过来 以着车厢的学生投女生 也终于清醒 正好听见简单的话 挣扎着坐起来 我 嗨嗨 同志 我说 我来说 成务员把人扶进车厢 给他包扎着被伤的胳膊和脖子 他断断续续的说着事情的经过 我们是下乡的知青 要去东北的农村下乡插队 我叫白小琴 和我一起的同伴叫陈若南 嗨嗨 刚才我们是去厕所 出来的时候就碰到了这个人 陈若南撞了他一下 然后他就要去抓他 结果 结果陈若南就把我推出去了 还跟那人说 他的视线转向简单 有些不敢直视 脸上也有些发热 虽然不是自己所为 但是最基本的礼仪廉耻还是知道的 他也觉得 这话都说不出口 他说 我们车厢还有别人 他们 有钱 还 好看 成潮的脸顿时就沉下来了 整个人就像是叙事待发的豹子 双拳紧紧的握着 都能听见骨骼的声音 那个人呢 学生投 白小琴打了个哆嗦 低头不敢看成潮 也带着些低落和伤心 他把我推出去 自己 就跑了 几个大男人 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他们推崇的 都是能把后背想靠的关系 结果 这还来了一个当面就反水叛变的 这样的人 要是在战场上 那妥妥的 得是叛徒啊 哎 你同伴 是说这两个大辫子吗 突然就有一个乘务员想起来了 之前不是有一个女同志 躲进厕所的吗 白小琴想了一下 对 她扎的是两个辫子 乘务员一拍手 秦哥 我不是说 有个人吓得躲进厕所还没出来吗 就是她 没准真是呢 这算不算谋杀呀 秦哥 白小琴喘了口气 接着说 她就拿刀 拿刀逼着我 让我带她去 我们的车厢 她说 她说她就喜欢钱 就是求财 我不干 她就 就在我脖子上割了一下 然后就拽着 我头发往前拖 现在的白小琴 确实是一脑袋的凌乱 头发跟鸡窝一样 有的地方还带着血珠 很明显 这粗暴的拖拽 受伤害最直接的是头皮 白小琴显然也想到这点 伸出没受伤的右手 轻轻的触摸头顶 发出一声声嘶嘶的叫腾声 就这么听着 简单都觉得 自己也头皮发麻了 然后走过这边 这位同志出来 应该是想救我 结果 这人就直接把我扔出去了 要不是这位同志接住我 让我有个缓冲 我这一身的骨头 可能都碎了 两人的叙述 倒是没有差异 两个阶段也正好衔接上 老琴看看成潮 又看看被成潮护在一边的小姑娘 显然都没有说话的意思 叹口气 白同志 你们是到哪里下乡 在哪一站下车 白小琴用右手掏了掏裤子口袋 掏出一张车票 递给老琴 老琴眯着眼睛 安吉 安吉 老成 这不是跟你们同路 白同志 你也是到安吉县下乡的 简单从一边探出头来 对 我是被逼着顶替别人来下乡的 这卧布车票 也是他们安排的 陈若南 是来看着我的 怕我半路 找别人求救 或者去告状 简单愣了一下 这种事情历史书上说过 小说里也见过不少 但是这么直面的 还是第一次 你们不是朋友吗 白小琴露出一抹难看的笑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这不 马上就让我清醒了 简单对她 也说不清什么感觉 没有跟着人害自己 是个有良知 能分清黑白对错的人 又因为这个受了伤 反正暂时还没有反感 两个女孩子 很快就说到一起 其他人也出了车厢 老琴安排人 去排查寻找陈若南 陈朝是不肯离开了 老琴也有些自责 你看他这是整的 还是伤了人 多亏了妹子 不然还真不知道 能发生啥呢 不过 这妹子是厉害 但一百多金大男人 就给对出去那么远 说这个 陈朝的表情就柔和了不少 带着一丝不明显的自豪 嗯 我妹妹力气大 老琴也没心思 跟她寒暄太多 这事的后续 还得妥善处理呢 行了 你回去陪妹妹吧 我得回去 现在人是抓着了 我得赶紧回去安排一下 还有这两个伤员 也得处理好了 哎呦 我这脑袋 临走又叮嘱道 那个 那个伤员 让妹妹帮着赵看着点啊 到饭点我让人过来送饭 说完 就急匆匆的走了 车厢里两个女孩子说话 陈朝也没着急进去 站在车厢门口冷静着 刚才听说这劫匪进了卧铺车厢 她脑子就是一空 这会儿还在后怕呢 这要是在自己的眼皮子地下 导致妹妹出了点什么事 不说别的 她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 这时候 她就想起来的路上 简单说的那一套理论了 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把时间和精力 都用在帮助别人上面 不说这忙该不该帮 人家领不领情 做得对不对 但是家人肯定要受委屈 一天的时间 云给外人半天 那就剩半天给家人了 一样的 十块钱给外人五块 那家人就只能拿到五块 你说受委屈的是谁 今天那事不是小事 她没有后悔 简单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有什么想法 但是她也要仔细想想 这身衣服到底代表什么 国家和部队的事不用说 就不说什么民族大义 那也是本质 但是其余的时间 什么是必须干的 什么是可以干的 什么是要衡量的 什么是可以不用干的 大公无私没有错 但是如果是以牺牲家人为代价 那就需要郑重考虑之不值了 远在家里守着大本营的成静 丝毫不知道 自己即将迎来亲侄子 一连串的灵魂拷问 第372章 下车 承朝再次进来的时候 两个女孩子的关系 很明显地亲近了不少 简单脸上的笑容 都真实了很多 承朝也没打扰 默默地去打开了饭盒 还都是满的 还是没吃啊 也顾不得打扰不打扰了 单单 你没吃饭啊 啊 简单都忘了这一茬了 听她这么一说 这肚子也叫唤起来 我忘了 我说呢 就好像有点事没想起来 小秦 你赶紧休息 我们还有四天就到站了 白小秦也确实累了 脸色苍白着 喝了口水 就在下铺躺下了 睡着的时候 那眉头都是皱着的 简单俩人的饭菜也凉了 俩人对付着吃了一口 就放下了筷子 看简单面色仍然不是很好 成朝小声问道 咋了 担心什么 简单摇头 倒也不是担心 你说 就是像那什么若男这样的 就是到了农村能干啥 那不就是个脚屎棍吗 藏在黑暗里的毒蛇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咬人一口 这点成朝也赞同 对那种人 他是一点好感也没有 放在部队里 这样的人 也早早的就被踢出去了 那个人 可能不会受到太重的惩罚 毕竟他可以狡辩 而且 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还有 证据 顶多能算得上是胆小 逃避 如果强硬的定位谋杀 也确实有些不妥 简单倒也不是非得要把它怎么样 说到底 人家是惜命 手段下作了点 但是要说什么罪大恶极 估计也还真就算不上 顶多是心思恶毒 也就这突发事件的临场反应 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 这个年代的法律 还不是那么健全 他是知道的 他只是不想再看到 这么一个恶心的人 在眼前晃荡 反正一直到下车 也没有见到那个陈若男本人 倒是来了一个人过 来帮他把行李拿走了 之后 白晓晴又沉默了一阵 到下车的时候 都没能提起精神 到了安吉县城 火车站的时候 是凌晨四点多 天是亮了 不过东北这时候 已经到了秋收季节 早晚的温度还是有些低的 下车前就套上了外套 下车刚一接触到清凉的空气 也还是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 这个车站下车的人不多 白晓晴拎着包袱跟着简单 昏昏沉沉半路 现在脑子还迷糊着 下车就迷茫了 简单提醒道 你是不是要先去知青办办一下手续 啊 对对 知青办知青办 这个时间 显然什么单位都还没有上班呢 没办法 只能在火车站坐着 等了几个小时 两个女生靠着座椅和行李 昏昏欲睡 八点多就被城朝叫醒了 妈儿 醒醒吧 精神精神 一会儿往回走了 嗯 也没睡时 两个女生起来走了走 拎着东西 跟着城 朝往外走 知青办就在火车站的不远处 白晓晴也没矫情 缓了这么半天 这李智也回来了 看见了知青办的牌子 就跟简单俩人告别 你们去忙你们的吧 别送我了 你的地址我记着了 等我安顿下来 给你写信 咱们都在这个县城 以后见面的机会也会有的 行 这几天相处下来 简单觉得 这白晓晴性子还挺好 相处起来不累 很舒服 说话也自在了不少 好 到时候 咱们可以约时间来现成聚聚呢 你的伤口还没有好利索 记着换药 别感染了 白晓晴或许是被朋友伤透心了 这会简单这么两句关心的话 说得他鼻子发酸 使劲地眨眨眼睛 把涌上来的酸衣压下去 欢快地道 好 我知道了 临走时 简单想了想 还是提醒了一句 你那个朋友 如果还跟你分到一起 白晓晴顿时脸色就沉了下来 眼神坚定 轻轻拍了拍简单 你放心 我不会再那么傻了 人家都想要我的命了 我要是再哄着他 那才是傻子 行吧 也算是从鬼门关走了一走 是个好人 也该清醒了 哥俩没耽搁 顺着大路往回走 去吃饭 然后去供销社买点东西 再回去 都到了县城了 简单也不急了 吃了饭 晃晃悠悠地去了供销社 都来了 怎么能不看看自己的小姐妹呢 林河姐 哎呦 林河你妈来了 你过去吧 这边有我呢 旁边的售货员看见了 就赶紧提醒林河 乍一看他身边那高大的身影 林河也吓了一跳 赶紧过来 怎么这么长 时间没过来 现在不是正秋收呢吗 赶这时候过来 是有急事吗 确实是 秋收正式紧张的时候 没看这供销社里 都没有几个人吗 没事姐 这是我哥 哎呀 上回来你不是见过的吗 林河愣了一下 想了半天 猛地笑出来 上回那个 差点把我们这包园的那位同志 是吧 这冷不丁的 一下子 我还真没认出来 你这个 对你可是真舍的 林河的眼神很真诚 看得出来时 真心为他高兴的 成朝脸上也柔和了不少 至少不是遇到的 都是那不省心的 买了点生活用品 又买了两袋奶粉 买了点糖果和零食 简单就赶紧拉着成 朝离开 林河姐 秋收完事 我再过来找你玩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成朝的手都满了 左手是供销社的东西 右手是在饭点打包的包子饺子 简单是劝 都劝不住 看这形象 简单莫名的 就想起一句话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后背 哈哈 哥 你看看你 后背再背点东西 像不像正月里 去老丈人家拜年的孤爷子 成朝看了看自己 无奈的摇头 你个小没良心的 我这是为了谁啊 这边偏僻 百姓来回进城的 本来就不多 大多也都是不行 或者各个村里 出牛车马车之类的 客车应该是没有 反正简单这几年 都没看到过 简单都已经做好了 心理准备 要靠着这十一路走回去了 路过知青点前面的插道时 一晃而过 好像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一晃又看不见了 他摇摇头 成朝疑惑 怎么了 不舒服 不是 我好像眼花了 第373章 又来新知青了 成朝没多想 可能是累着了 昨晚也没睡好 累咱们 就这一会儿 不累不累 哥 你看知青办那儿 怎么那么多人呢 这会儿秋风正好 不冷不热的 简单觉得还挺好 成朝看了一眼 就转过头来 应该是又来新知青了吧 车上那个女同志 不也是新来的知青吗 也是 走了没多远 简单就停下了 拉住成朝 一脸惊喜 哥 你看 是不是刘三爷 嗯 还真是 你被说 咱们这运气还真不错 成朝自己倒是无所谓 这点路成不算什么 但是简单不用跟着受累了 简单已经朝那边跑过去了 三爷 三爷 你咋来了 小老头也是一脸惊喜 你回来了 昨天胡子还说想星星了呢 哎 那孩子呢 咋没回来呢 成朝也拎着东西过来 点头打招呼 三爷 您老这是 扫了一圈周围的 一排好几辆小牛车 来接星知青 可不是咋的 一说这个 刘三爷这笑也没了 你说往年还能赶在不忙的时候来人 今年这可倒是好 秋收之前来了好几个 啥也不会干不说 还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 这才一个多月 正秋收呢 又让我出来接人 我这还起了个大早 寻思接了人早点回去 还能上会儿供 你瞅瞅 这都几点了 快晌午了 人还没骑呢 别说了 先上车 一会来人再放东西 又该起了 正说着 知青办那边 就有人大包小包的往这边来了 俩人赶紧就坐下了 简单嘴也没闲着 三爷 这回咱们村分了几个人啊 卫明没说 说林书记给几个就收几个 反正都这样了 也不差那三个两个的 哎呀 三爷 那你愁啥呢 万一这回给咱们分几个身强体壮的男之亲呢 是不是 刘家屯 刘家屯的在哪呢 刘三爷赶紧应道 这儿呢 这儿呢 简单坐在一边晃着腿也没在意 还侧头跟成超说话 简单 简单疑惑的回头 这不是刚分开没多长时间的白晓晴 你是 到刘家屯下乡的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看到一个相对比较熟悉 又救了他的人 白晓晴是很高兴的 顿时也感觉有了底儿 整个人从里到外都透着欢愉 是啊是啊 你也是去刘家屯的吗 简单坐直身子 往身旁另一侧直指 先把东西放上来 坐这儿 你也没说是去刘家屯的 早说 咱们都不用分开了 白晓晴都快笑出眼泪了 把东西扔上车 随手抹了把眼泪 紧挨着简单坐下 我也不知道 刚才在知青办才知道的 我还以为 还以为 没事 没事 你别太担心了 刘家屯这边村民都挺好的 知青们也挺好的 白晓晴后面跟着两个男知青 看着白晓晴上了牛车 也不好不打招呼 看着车头的刘三爷和成朝 不知道哪个才是领导 你们好 我们是来刘家屯下乡的知青 请问 小老头抬起眼皮看了一眼 看是两个男生 也没多说什么 直指车板 把东西放车上吧 还得等一会儿 要买东西取东西的抓紧时间 供销社和邮局都往那边走 再等一个小时 现在几点 成朝抬手看了看手表 9点40 那就等到11点 11点到点就走 两个男生拎的包裹不小 闻声大喜 连声道谢 放下东西就往那边跑 其他村子的知青 陆续的也都集合了 有的牛车已经出发了 眼瞅着马上11点 刘三爷都给老黄牛喂了草 都掉过头准备出发了 知青办那边 又慢腾腾的走过来两个身影 其中一个还回首呢 老哥 小老头回头眯着眼看了半天 那是林书记吗 成朝在这边这么多年 好多领导大概也都是认识的 抬头看了一眼 眼神却冷了下来 是林书记 还有一个知青 这语气不太对 简单抬头看看他 也转头看去 呦呵 这是 这摇巧的吗 随即就转头 看向身边的白晓晴 果然 白晓晴脸上铁青一片 拳头也死死地攥着 盯着对面走过来的 陈若南 陈若南也震惊地盯着 车上的白晓晴 再一转眼 就看到了他身边的简单和成朝 脸上的血色也瞬间消失 跟在林书记后面 几乎抬不动脚 一个白晓晴 他还能说说好话哄一哄 或者让家里那边给点压力 但是为什么这两个人也在这儿 原本想得好好的 他已经求的林书记 这是只告诉村长 到时候他送点东西 跟村长家打好关系 就不怕村长说出去 但是现在这情况 他要怎么办 就算能哄住白晓晴那个蠢货 那两个人 他压根就说不上话 那个女的他早早的就得罪了 那男的一个眼神扫过来 就吓得他连抬头都不敢 这要怎么办 老哥呀 林书记 刘三爷下了车 成朝也下车打招呼 林书记 这位也是到刘家屯的知青吗 陈若南不敢抬头 攥着行李的手逐渐收紧 瑟瑟发抖 林书记 不会 不会当众说出自己的事吧 林书记回头看了一眼 有什么不明白的 微不可闻的叹气 是一两人到一边说话 他们走远了 陈若南才觉得 身边的空气又回来了 大口大口的呼吸着 没听见他们说了什么 反正回来后 林书记朝车上的几个人点点头 尤其是简单 还笑了笑 转身就走了 刘三爷也没说什么 指了指车上的空位 不轻不重的说了一句 上车吧 自己就先坐上去了 陈若南如获释放斑点头 拎着行李 就从另一个方向上了牛车 自己也贴着边坐上去 手还紧紧的把着 不过整个人倒是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身后 冷汗已经浸透了衣服 简单疑惑地看看走远的林书记 看看沉默的小老头 看看后面冷汗连连的陈若南 对对承朝 凑过去无声的张口问道 哥 咋回事啊 第374章 你那个哥 也是个黑心的 坏着呢 承朝也无声的张口 回去再说 简单没多少兴趣 也被这话勾得 跟猫咬得似的痒痒 两个男之亲 暂时看到 是还行 不一会就知道 一个叫陈国锋 一个叫李文君 可能是不好意思 跟女同志说话 再加上车上的三个女孩子 最后上车的陈若南 整个人如同惊弓之鸟 一有声音 他就吓一跳 这边的白小琴 咬牙切齿 要吃人的表情 简单倒是一张白净的小脸 漂漂亮亮的 看着也是人畜无害 但是要靠近 旁边的承朝 就跟后脑 少长了眼睛一样 冷嗖嗖的目光就扫了过来 又是一副生人物净的表情 一看就是不好相处的样子 所以 不光是女同志 就连承朝 他们也是敬而远之 于是 能说话的 也只有赶车的刘三爷了 虽然也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但是还不那么吓人 两个人又是坐在他身后 你一句我一句的 小老头倒是也没端着 说的也算是融洽 到了半道插到口 承朝下车后 车上的气氛顿时就轻松不守 都是年纪差不多的 简单和白小琴俩人 也能跟着说几句 就是陈若南 还是那副模样 其实 这会儿他胆子都快吓破了 刚才承朝下车时 朝他头来 拿意味深长的目光 他可不会傻傻的意味 是对他有意思 那会儿 心脏几乎都不会跳了 人都走出去 好远他重新活过来一般 虽然没有人说他 就连赶车的老头都没说一句 没看他一眼 他就觉得 他们都知道了自己的事 这会儿正在议论自己 尤其是他们互相看着 会心一笑的时候 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不过这两个男之亲 说话啥的都还行 反正是把小老头哄明白了 这会儿 就已经没开眼笑的 给他们讲村里的事了 到了县城 还特意停下车 你们有没有啥要买的 赶紧的 现在正在秋收呢 估计明天也不能给你们 特意放假半只东西了 主要是我不能再出来了 缺啥就赶紧的 可今天一天来 都是没干过农活的 这会儿估计也都猛着呢 简单跟白小青嘀咕 要是下地的话 工具是村里的 干活的衣服穿旧衣服就行 但是要是有条条件的话 最好戴手套 还有围巾 你们没干过活 不戴手套 一会儿就都是水泡 还有 这边的苞米干子高粱干子 都挺高的 来回走刮脸不说 那些灰夜特别厚 还容易迷眼睛 白小青赶紧点头映下 还主动请教 还有什么 要不是你提醒 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么多 简单都住习惯了 也忘了当初都扮着什么东西了 柜子啥的 去找三爷就行 伸手指了指小老头 他家儿子是咱们村的木匠 木制品都能做 嗯 抗袭调肘 拎筐背搂之类的也都有 还有 还有啥的三爷 我这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了 衣食住行 在村里就是吃喝住 想想还缺啥 白小青听得认真 旁边两个男之亲和陈若男 也都不出声 暗自思考 三爷 那我就先去供销社了 麻烦您稍等一会儿 去吧去吧 你们想去的也都去 下回再来 就得是秋收结束了 简单在县城补了一波 确实不缺什么 给白小青指了方向就没动 两个男之亲在县城也买了不少 结果听他们一说 又觉得不够了 也跟着去了 陈若纳犹豫了半天 也低着脑袋跟着去了 看他们都走了 简单按着车板就挪到车头的老地方 三爷三爷 来说说 这个 扬着下巴 是一走在最后的陈若男 林书记说了吗 这个是咋个意思 咋又给整回来了呢 小老头的表情顿时就柔和下来了 你先跟我说说 他是犯了啥事了 让你们这么反感 其实主要是成潮 小姑娘意气用事正常 但是成潮可不是那性子 能让他那个态度还那么明显 那肯定不是小事 这老头算是自己人 知道结果 原因就也没啥瞒着的 简单巴巴的 就把火车上的事情一说 这种事情 压根就不用加入自己的主观意见 就已经让人喜欢不起来了 三爷 你说 这样的人放到咱们村 我能放心吗 谁知道啥时候 在背后再害了谁 你说是不是 老头沉默一会儿 难怪 林书记说 要是真的在惹事 不用客气 也不用隐瞒 直接送去找他就行 那是为啥 都被公安带走了 还能啥是没有 这也不正常 他家后面有人 最近风头正盛 上面不得不先依着把人放了 林书记的意思 先闭着点 让那些疯狗注意到 这边不值得 而且 他们家是靠着举报才上位的 咱们没必要赶在这个时候 跟他们应对上去 这种人 能长久的了吗 谁能放心用 还不如把人放在眼皮子底下 咱们也能放心点 这不是个聪明的 谁能保证他 一直这么老实 只要他犯事 那就是导火线 林书记 也有个借口往上闹 毕竟 他这是 跟人家年间虚快 还是两回事 他这是要害人性命的事 说破大天去 那也是人命 闹到明面上 为了那么一个无足轻重的墙头草 谁能保 谁敢保 简单眨巴着眼睛 这是要把他们家架起来 呸 老头嫌弃得很 就他们这样的 还用架 有点利益 就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看着吧 用不了几天 家里的消息传来 他就该得意洋洋了 越得意越容易犯事 快 整不好啊 都不用到年前 就能完事了 三爷 简单都震惊了 也不知道是穿过来后 把脑子穿没了 还是咋的 他现在这思维和灵魂 越来越贴合这十七岁的身体了 真幼稚回去了 三爷 你们 这么一会儿 商量了这么多事呢 您老这 还真是深藏不入啊 嗨 老头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 啥呀 林书记跟那边联系了 要不哪能知道那么多 还有啊 你那个哥 也是个黑心的 坏着呢 等着看吧 第三百七十五章 八卦 回村 归属感 不是 三爷 你都仔细说说 还有啥 说啥说 你就说 有他出手 你还有啥不放心的 啊 简单当机 他出手 这跟他有啥关系 这是正常算 陈若南是知青 归知青办管 就是公安立案他 也跟部队扯不上关系 咋了 这事儿 还涉及到国家机密了 刘三爷顿时就气笑了 什么玩意儿 就国家机密了 你一天天都想啥呢 我是说那小子 这不是担心 这人在这边给你找麻烦 怕你有危险吗 他要回去联系人 我估摸着 应该是贤林书记 干等的太慢了 找人去拱火嘛 你瞅瞅 多黑 捻坏捻坏的 再说 反正他们犯了法 这结局是已经定了的 我哥也不过是催化一下 让这矛盾早点激发出来 免得祸害更多的人 我哥这明明 就是在做好事 这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铲除社会主义建设的毒瘤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多让人伤心啊 一本正经 又义正言辞的 也是难得的看到 他有这小孩子的表情 哼 你呀 推护短 吹着小风 晃悠着小腿 简单对回家 也有了几分期盼 三爷 这一个月 村里有什么事发生吗 你能指着一个老头 给你讲八卦吗 那不存在的 那真就是干巴巴的 什么事什么事 比如 也没啥事啊 你走了半个月 就开始准备秋收了 这不 到现在还没完事呢 也快了 再有个三五天 大片都完事了 就顺边角就好整了 你们知青院 有个女知青要结婚了 这算不算是 八卦来了 简单这眼睛 顿时就亮了 是不是那个杜秀玲 跟纪分云那个刘国强 他们俩要结婚了吗 他走之前知道的恋情 就这一个 不过那女方也不姓杜 啊 他不是跟杜秀玲 两个人在处对象吗 坏人了 是跟你挺好的 一个小知青 来的也挺早的那个 简单这心就提起来了 跟我挺好的 跟他关系近的女知青 就那么几个 明珠 李燕 林昭帝 谭亚军 除了明珠 都算是来得比较早的 明珠和李燕已经结婚了 剩下的林昭帝和谭亚军 也不像那抢男人的人 尤其还是有主的男人 林昭帝一门心思上宫 吃饱饭 谭亚军压根也不屑干这事 不然也不至于别人 从柳家屯排挤过来 刚才还玩闹的心思 顿时就没有了 三爷 是哪个是哪个 是不是出啥事了 是 哎 对 是那个不爱说话的 整体念念的 之前跟你挺好的嘛 就他 林昭帝 说实话 这俩人无论哪个 他都是震惊的 别的不说 他自认为看人的眼光 还是可以的 之前他们还讨论过杜秀玲 和刘国强的恋情呢 毕竟杜秀玲 是靠着这个关系 才得到了那个当小老师的机会 他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变化这么大吗 三爷 是发生了啥事吗 我老头子可整不明白 按理说 几个小年轻的事 他们老一辈的 根本也不会在意 谁让南南方是 刘家的孩子呢 他们还真就不能 完全的眼瞅着 哎 具体咋回事啊 你回去问他们吧 你就直接去问 那个姓林的小子 要不是他反应快啊 现在还不定是啥样呢 林东方 那天 他正好抱孩子在那边 要不得 这事就大了 可是 咋能呢 朝地他说他不想结婚 就想要好好上工 能吃饱饭就行 简单是怎么想也想不通 难道是被迫的 看看一边闭目养神的小老头 想想还是没问出口 算了 还是回去问问林东方他们吧 三爷 还有别的事吗 小老头头都没抬 还惦记别人 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简单突然就觉得 这会儿跟小老头的对话 咋就这么不顺呢 三爷 啥意思 有人惦记上我了 小老头一阵咳嗽 有点气急败坏的意味 小姑娘家家的 说的啥话 啥惦记不惦记的 简单无辜的眨眨眼睛 是你说的 让我关心自己 那我还有啥事啊 远远的看着前面的几个人过来 小老头干脆坐起身子 连连摆手 没事没事 你好 你可好了 赶紧的坐好 要走了 哎 你这老头 那说不过咋还几眼呢 四个知青拎着东西回来 就看到赶车的人和车上的女孩 好像是闹别扭了 谁也不理谁的状态 怎么看都有点 像小孩子吵架 他们也不敢说 也不敢问 静悄悄的把东西放在车上 自己也跳上去 比较开朗的李文君开口 刘三爷 咱们还等别人吗 我们四个都回来了 行 现在就走 看着表情和态度 也没有什么变化 俩人才稍稍放下点心 路上倒也没有他们想象的 那种情况出现 虽然没人说话 也一路顺利的进了村 一进村 简单着浑身的毛孔 几乎都张开了 不知不觉的 这个小房子 居然也让他有了归属感 有了思念 声音都欢快了不少 三爷 不用停了 他家里拿着鞭子 还是慢悠悠的 知道知道 你不过去了 啊 哦 简单一时间 还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了 扫了眼车上的四个人 去 待会儿的 回头低声叮嘱白晓晴 前面就是知青院 三爷会把你们送过去 不用紧张 我晚上再过去看你 他没想着直接带过去 直接带进自己的朋友圈 先不说谭亚军他们有没有意见 他和白晓晴 也不过是萍水相逢 欣赏归欣赏 但是也还没到那么清静的地步 他自己有自己的交友方式和自由 简单不想干涉 白晓晴也干脆地点头 好 我先过去收拾收拾 等忙完这阵 我去找你玩 第376章 回来 全村都在热火朝天的秋收 刚才过来这一路 两边也都是被放倒的包米杆子 到处都是金黄的一片 林东方也不例外 正跟着上宫呢 明珠趁着孩子睡觉 在收拾院子 看见他 就笑了 我就知道你快了 都一个月了咋 也该回来了 我看看 我们的小朋友呢 赶紧进屋 那小子睡觉呢 也就睡觉我能干点啥 要不都撒不开手 则则 抱怨是抱怨 那位人母的自豪 可是听得简单都羡慕 还真是当妈了呀 听听 听听 这说话都不一样了 给明珠说的有点不好意思 推着他往抗边走 行了你 赶紧坐下些话 累不累 这是几天的车啊 简单看着睡的小嘴土 泡泡的小朋友 不自觉的说话声音都放低了 七天 七天的 这回是卧铺 没有去的时候那么累 哎 这孩子 跟刚出生那会儿 还真的不大样了 那回那小脸皱皱巴巴的 明珠回身倒了杯水过来 简单正伸手 据捏小小的手呢 是吧 展开了 肯定比那手好看 这小手 滑溜溜的 比大人的皮肤嫩多了 也许是哪个动作大了 还是声音大了 小朋友不愿意被摆棱了 扭着身子 小脚蹭蹭的 记下就把盖着肚子的小包被踢掉了 小手没轻重的揉着眼睛 一会眼睛带着小脸 就红了一片 然后睁开轻松的眼睛 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什么 反正很快 这小胳膊小腿就活动开了 这抓一把那抓一把 踢一踢蹭一蹬 自己就玩起来了 简单简直被萌化了 真好玩 握着他一根手指 就能玩上半天 看着手指头 马上要被拽进嘴里了 他才抽出来 啊 嘿嘿 小朋友 这可不行哦 我还没洗手呢 啊 明珠过来摸了摸 给他换尿布 简单起身去洗手 回来就去翻包袱 半天 才从里面掏出一个 小孩的镂空手 抓球玩具 小孩的东西 基地空间里 压根就没有存货 翻到的那都是意外惊喜 就这个 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混进来的呢 又翻出一块 天蓝色的棉布 一起递给明珠 好 这是我这个小姨 给小朋友的心意 不能拒绝啊 你 满月不办是不办的 那是形式 但是心意不能少 你跟我还客气 也没有多贵重的东西 这块棉布 你看看 给他做两件小衣服啥的 你知道我 我是不可能给你送多好的 那就不如给你 想怎么做你自己说了算 这个这个 这是我偶然看见的 你看 这小洞 是不是挺好玩的 现在就能玩 这么一说 明珠也很干脆的就收下了 行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拿去水盆里洗了洗 就拿过来 放到孩子手里了 小周 看 小姨给带的玩具 喜不喜欢 小周 这是小明吗 大明叫什么 灵回周 简单顿了一下 才点头说好 放心吧 会回去的 我们都会光明正大的回去 灵回周小朋友 小手抓着秋 自己就玩得咯咯乐 你是不是来拿钥匙的 他也说你快回来了 昨天还去把炕烧了 屋里应该不能咋潮 秋收之前 还带着狗出去跑了一圈 这秋收了 又给圈上了 估计也憋坏了 过几天秋收完事 聊得领他们上山玩玩去 对 你这几个狗科养对了 那家里 看得才上心呢 对了 你那几天好像也没回来 园子里你哥都给你收了 看那都空着呢 后来看你也不回来 林东方就都给种上白菜了 简单一拍手 哎呀 我啥也不说了 姐妈 真像样 那天我跟我哥还说呢 走得急 白菜都没来得及种了 等过几天砍下来 高地我得分你一半 明珠笑得不行 我要你那一半干啥 还真想让我吃一冬天白菜啊 没有简单问 明珠自己就说起了林昭帝的事 不怪她 是那个陈红利 看不惯苏秀林得意 她无意中发现了魏淑娟对林卫东的心思 她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看不下去 想借着苏秀林的手陷害他们 这样即使查出来 魏淑娟和林卫东的名声悔不悔的不说 重点是 林卫东是个牙字必报的人 如果被林卫东查出来 苏秀林的不了好 简单目瞪口呆 这是哪跟哪啊 这么半天 一个当事人都没有 明珠贪手 你看 你也猛吧 人家陈红利就打的这个主意 林东方上山 林卫东他们几个也去 这不就走到一起了吗 在山上就碰到了陈红利 他们也没注意 后来才知道 林卫东他们前一天商量好的 说他下山要去一个山洞里 拿什么东西 结果那天 他们手上东西多 就临时改主意不去了 那个山洞不是秘密 知情院的人几乎都知道 陈红利他们也都知道 白天他是故意上山的 那天院里好几个人都去了 他在山上绕了好几圈 啥也没干 光盯着人了 还故意的让林卫东他们看见 本来想着 在林卫东快下山的时候 再以杜秀林的名义 把魏淑娟骗过去 但是他不知道 办到朝地不小心扭着脚了 正好离那山洞不远 他就说 自己过去休息会儿 其他人也没多想 结果 那时候杜秀林跟刘国强俩人 也在那见面呢 朝地不知道 傻不冷的就进去了 说到这 明珠有点咬牙切齿 那杜秀林也不是傻好玩意 怕朝地把他们的事说出去 就把朝地打晕了 刘国强觉得太狠了 就说了他几句 他生气就跑了 林卫东他们几个东西多 就先走了 但是陈红利不知道 又没找着魏淑娟 正好看见杜秀林出来 他就跟着拿石头 砸人家后脑勺上 又给往回拽 你说巧不巧 正好又碰着刘国强 从里面出来 正好看见 他拽着杜秀林 面对面的 刘国强毕竟是个大男人 人高马大的 又是杜秀林的对象 他也不敢硬碰硬 但是他知道附近有人 干脆也不管了 把杜秀林往刘国强面前一扔 就开始喊有人耍流氓 第377章 天不会永远被乌云遮住的 简单都听梦了 这都哪跟哪啊 明珠叹气 是吧 乱糟糟的 他一喊 附近的人过去了不说 朝地也醒了 你想想 丫腾 这是什么混乱 当时他陈红莉自己也猛了 那种情况 肯定要先把自己摘出去啊 张嘴就攀扯 说 说刘国强 跟杜秀林和朝地一起 乱搞男女关系 气得当时刘国强就要揍他 朝地当时就气哭了 然后杜秀林又醒了 几个人撕打在一起 那叫一个热闹 简单都呆了 还好附近的几乎都是知青 朝地扭着脚了 他们都知道 跟刘国强一起过来 那两个村民也知道 也能作证 他确实是来见杜秀林的杜秀林上衣口袋里面 还有刘国强刚给他拿的鸡蛋呢 朝地纯粹是无妄之灾 那咋解决了 当时山上那附近是他们 周围还有其他村民 那知青 还真有那看热闹的呢 还笑话人家呢 给林东放弃的 当场就一阵吓唬 那两个村民也都是刘国强的发小 也不会到处说 第二天就是秋收 刘国强计分员给停了 现在跟着一起下地呢 杜秀林和陈红莉 村长直接就给东坡那块地分给了他俩 就他们俩 不允许任何人帮忙 现在还在那边磨呢 他们俩 分在一起 而且东坡 那片地可不小啊 去年是几个人来着 还干了一个多星期呢 是啊 不知道谁传的 村长气得不行 都说了 把 使劲打 打出了人命 我去县里请罪 这俩人反而不敢打 据说 人家已经分好了县 一人一半的努力干活呢 就怕村长秋收完了 真把他俩带去公安局 听完了这场闹剧 简单觉得脑袋都要炸裂了 说实话 我现在也没理明白 他们这思想 杜秀林不想让招地说出去 就把人打晕了 陈红莉想害人 又把杜秀林打昏了 又要攀扯好几个人 他们是要干啥啊 损人不利己 还是纯粹的 就为了泄愤 明珠贪手 就这计划 还是陈红莉激动的时候 说出来的 当时还得意的很 说 如果按照他的计划 山洞里被发现的是 林卫东和卫淑娟 而全城都不会有他的影子 查也只能查到杜秀林身上 而且 很多人都知道 魏淑娟喜欢林卫东 后来再问 就什么都不说了 杜秀林 可能当时真的是着急的举动吧 兴致勃勃 等着听八卦的简单表示 还不如他自己编故事呢 说实话 我完全没听懂 实在是没弄明白 这个陈红莉的脑回路 他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圈圈绕绕的 这不就是要把自己绕进去吗 这么多客观的人和事 哪能处处都顺着 他的想法发生了 林卫州小朋友 抓着小球玩的开心 他的小脚丫 小周周 你也觉得他很愚蠢 是吧 咱们可不能学他哦 咱们要离他远远的呀 可别被传染了 对了 我差点忘了 又来了几个知青 晚上要不要过去露个面 明珠诧异 不是秋收钱才来的吗 五个女知青呢 还不够啊 外面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这显然已经要成为趋势了 这个不重要 我想跟你说的是 这次来的 有一个叫陈若南的女知青 尽量不要跟她接触 怎么了 你认识她 她害过你 简单摆摆手 那倒没有 把车上的事情简单的一说 明珠居然很自然的就接受了 这种人啊 不少 这一下 换成简单不理解了 可是 可是 这样的人 你能放心吗 当然不放心 但是单单 这种事 这种行为 也可以辩解是 人类求生的本能 你看 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那我家呢 我姑姑是爷爷奶奶的亲生女儿 那不是一样 回身就捅了一刀 所以啊 这种人 防着远着就行 起码人家 坐到明面上 而不是在你看不见的暗处捅刀子 其实 你想想 总比要防着一个 不知道在哪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刺的敌人 要容易得多吧 简单想给自己两巴掌 乐乐的 朱朱姐 对不起 是我没注意 勾起你的伤心事了 现在明珠想得也明白 那事情早就发生了 也不是你不提她就不存在的 你有什么好道歉的 放心吧 我早就冷静了 现在我爷爷和我爸 都还不知道在哪呢 我得好好地努力去找他们 然后 等着团聚的那一天 简单轻轻搂着肩膀 一定会的 朱朱姐 天不会永远被乌云遮住的 你好好的 叔叔和爷爷 可能正在哪等着你呢 嗯 心口堵着的这点玉器 总算是散了一点 对上儿子清澈的目光 明珠也笑了 对 他们一定在等着我 是不是 儿子 说着 语气竟然轻松了一些 东方一直在拜托人 帮忙寻找我爷爷和我爸的消息 之前他说去找大爷帮忙 我有点不好意思 也怕连累他 这回从医院回来 他还把东方说了一顿 明珠自己说着就笑出了声 东方那么大的人了 还被大爷追着打 说他不懂事 分不清轻重缓急 结果回去后 这才多长时间 两个月 秋收前就传信来说 好像有了消息 就等着秋收结束了去看看呢 朱朱姐 这是好事啊 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你就说 不过一想 林家有家底 还有林正德这个团长在 一般的物资估计也不会缺 啊 对了 你们看看是哪个地方 他们营养跟不上 身体肯定也不会太好 到时候我给你找点常用药 你们带着 有备无患 是不是 明珠鼻子一酸 别的我都不担心 他们都是从战场上回来的 就是在山上 他们也能活 就是不知道我爷爷的病 和我爸的腿 有没有好心人帮帮忙 我爸那么要强的人 拖着两条断腿 可怎么熬啊 可不要委屈死了 第378章 知青院现状 简单轻轻拍着哄 没事没事啊 不是已经有消息了吗 找着人就是好消息 以后也能想办法照顾着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哭什么 这是好消息 不比音讯全无好多了吗 你想想 要是他们看到你跟东方已经结婚了 看到你有了依靠 还有小周周 你说他们得有多高兴啊 按照历史轨迹算 现在还没开始这段混乱呢 也没有个参照物 他也不知道 现在属于哪个阶段 看着下乡越来越多的知青猜测 大概率还是刚开始的几年 明知道黑暗还有很长 他也只能违心的这么劝着 确实会越来越好 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到达光明之前 还会有更多无辜的人 受牵连迫害 这个历史潮流 他真的只能偏安易渔 看明珠还是很低落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劝 目光一扫 就对上了一双溜云的大眼睛 两个多月的孩子也看不多远 看见有人看过来 还挥舞着小手打招呼 啊 乃声乃气的 胳膊腿随意的蹬着 刚才还在拿着小球丸 下一秒就把自己的小脚丫塞到嘴里了 简单看着看着 就上手捣乱 一会儿巴拉巴拉小手 一会儿去抓抓小脚丫 临回周被逗的 哎呀 直叫唤 明珠这点悲伤的情绪 很快就被这小乃银冲霉了 你不是说要去那边吗 简单正跟孩子玩抓手指头的游戏呢 看你不想去就不去 小周周这么小 不去很正常 一会儿我去也是露个面就走 明珠确实也不愿意过去 干脆也不勉强 那我就不去了 我现在也不咋出门 天天就围着他转了 谭亚军和赵帝时不时地过来 苏红和魏淑娟偶尔也会过来坐一会儿 那边啊 说是现在可热闹了 天天的跟唱戏似的 最后来的那几个女知青 也不是傻省油的灯 那天赵帝差点出事 他们也上山了 要不是当时林东方一顿吓唬 他们又是出来乍到的 估计一回来就得嚷嚷着 满世界都知道 赵帝就那么答应了 他是受害者啊 他就没说傻 倒也不完全是因为那个 刘国强虽然没怎么读过书 但是他不傻 那杜秀玲的心思 他一早就知道 主动找上他就为了那个教孩子的轻快活 原来他是想着 如果能跟他好好过日子 就那样过下去也行 毕竟知青有文化 以后对孩子也好 经这一事 他就啥想法都没有了 在山上就跟杜秀玲撇清了关系 然后晚上回去找了村长两口子过来 毕竟赵帝受这无妄之灾 也是被他牵连 详细怎么回事不知道 反正最后就是刘国强要跟赵帝结婚 那个刘家宝 你还记得吧 刘家宝的妈就是刘国强的亲嫂子 你知道那蛮不讲理的劲吧 按理说刘国强二十好几了 要是父母在 早就该给张罗娶媳妇了 他愣是给压着就不让 别人介绍他 还横巴拉术挡着的给脚合 刘国强结婚了 肯定要分家 那刘国强这个壮劳动力不就没了 所以他就没跟他嫂子说 就直接去找了村长 对 他是想好了下了决心 不光找了村长 第二天还找了刘二爷 一起到刘国强家 帮着分了家 然后才说要结婚的事 把他嫂子气得摔了两个碗 他也会找人 刘二爷在村里可是老有威望了 是啊 他嫂子还吵吵着 让他净身出户呢 一看刘二爷来了 立马就怂了 哎 不过也挺难的 都闹翻脸了 现在刘国强还是在别人家柴房对付着呢 说是等着过两天 秋收的差不多了就起房子 宅基地都准备好了 离这边不远 这些天 他们下工就去收拾一点 就等着动工了 则则 啥时候结婚啊 房子起来吧 好像是都不能拖 没有不透风的墙 就那几个心知青 现在是不敢往外说 那时间长了 人头和环境都熟了 这是早晚得传出来 早点结婚 也省得到时候冷不丁的爆出来 那多被动啊 简单一直就觉得这婚事太草率 不过既然是陈昭帝愿意的 他一个外人 自然不会说什么 再说 他也忘了 这个年代 那自由恋爱的口号喊得响 但是就别说拉手之类的肢体接触 就是两人真的距离近一点 都有可能被人扣上帽子的 自由 也是跟封建的盲婚雅架相对而言的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高压又人人自危 甚至连多说一句话都有罪的敏感时期 自由也是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 林昭帝这样的情况 在家里不受重视 在这好不容易立起来了 还要不时的被一家里压榨 现在刘国强呢 也是独自一人都是被家人伤了心的 这样的两个人走到一起 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坏事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简单也没说什么 说到底 林昭帝是成年人 自己能为自己负责 这种事情 他们都是外人 朱朱姐 你就别去了 我过去看看 也不等晚上了 回家再过来 还不够折腾的 行 秋收还得几天 还得收山 等萧婷的再涝 快去吧 一会儿回来在这吃 也省得你回家 还得先做了 他过去的时候 也是刚刚下工 知青院里都是忙碌的身影 洗脸的 洗菜的 报柴准备做饭的 门口的魏叔娟俩人 也正在做饭 一个洗菜一个烧火 配合得相当默契了 左边杜秀玲 他们的房间门 还都是关着的 估计是还没干完火 王洪梅他们也不知道 现在是怎么搭火的 反正他在洗菜 唐翠在打下手 李建业在拎水 右边房间门口的 是秋收前才来的几个女知青 洗菜做饭的动作 都很生疏 还都皱着眉头 互相埋怨 至于另外两伙 林卫东几个没看见 可能去山上开小灶了 倒是李广跟着 就进来了 后面跟着陈景和顾建军 第379章 行事 看见简单 李广立刻就笑嘻嘻地 跑过来打招呼 简单姐 你回来了 星星回来了吗 简单脚步顿了一下 回头看她 你过来找 我就是想问星星的消息 是呀是呀 小娃娃脸笑得跟花似的 简单姐 星星没回来吗 正防 林昭帝和谭亚军 也藏不下去了 从屋里出来 笑得不行 单单 你就告诉她吧 都成执念了 隔两天问一次 隔两天问一次的 简单也有些不解 我也想知道 你跟星星 有啥共同话题啊 你俩这是 望年交 陈景一把拽住她 朝简单摆摆手 你不用理会她 她有点不正常 简单也跟着林昭帝 俩人往里走 这是怎么了 我还纳闷呢 看着我咋这么高兴 合着压根 就不是笨我来的 别说她了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明天上工吗 应该上 一会儿我去找村长萧甲 这才说起 今天过来的目的 不是来了几个知青吗 我刚才也没看见啊 林卫东他们几个去村部 给带过去找村长了 这部 没有房间了 分到这屋一个 简单这才注意到 炕烧放着几个眼熟的包袱 这个房间 李彦搬走后 一直就是谭亚军 和林昭帝两个人的 这回估计也是实在分不下了 反正之前就是住三个人 倒是也不挤 谭亚军给拿了几个野果子 也坐了过来 咋了 你认识啊 简单先访问 这屋里的是哪个 白小情 林昭帝想了想 好像是我记得是姓白 你说他们俩一起来的 好像还认识 就是死活不住在一个屋 唐翠那屋能住俩 人俩不干 白小情就来问我们了 我这过几天搬出去 就剩亚军自己 再来人也得住进来 一看这个人眼神还行 就同意了 谭亚军再次八卦 你认识 也不算 简单没戏说 只说在车上有点事才认识的 结果 倒站了一看 一起下车 又一起牛车回来的 也能看出来 简单不想多说 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也没再多问 正好院门口 去村部的几个人都回来了 谭亚军看了一眼 另外一个 叫什么男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感觉有点阴森森的呢 是吧 我也觉得奇怪 说话也不好好说 就低着头 就感觉 他好像吓破胆了 简单心道 可不就是吓破胆了 就是不知道这胆子啥样 几天能缓过来 只怕 加上家里的启示 到时候会更加的无所顾忌 这么想着 简单还是提醒一句 既然不喜欢 就保持距离 外面 乱得很呢 俩人齐齐的点头 我们也听说了 有的村子不光有知青 还有下放人员呢 我家里来信 说家里那边也是一样 不说严重的 就是吃的穿的稍微好点 或者说话不注意 弄不好就会被人举报 那些什么证据的都不用 进去就跟抄家似的 好东西不是拿走了 就是都给祸祸了 各地都差不多 咱们这边也不能不防 别让人抓着把柄 平时用的东西 还有书 有文字的东西 自己都检查一下 不合适的 就赶紧处理了 别啥时候 这股火针烧到这儿来 那可就真说不清楚了 谭亚军俩人面色严肃 这么严峻吗 宁可信其有 你知道你身边的都是人是鬼 起码不能给别人留下 能抓住的把柄啊 看着现在的知青院 连面上的团员都不维持 简单也就不勉强了 跟他们打了招呼 就准备离开 你们先忙 我刚回来 要先去找村长消架 过两天忙完了 我再过来 知青院在做饭 村民也是一样 刘卫明家也正要放桌子 看见他 王桂花热情得很 回来了 快进来 在这吃一口 回去就不用做了 婶子 我还珍查您的手艺了 尤其是您做的酱 我都没吃够 不过今天还真不行 我就怕吃不上 刚回来就定好了 我输在家吗 我这走的也不是时候 正赶上秋收这忙时候 可不能说我故意偷懒 这不一回来 我就赶紧过来消架了 明天我就去上工 行 赶紧的上工吧 你今天得少分不少粮食 他也没拿什么贵重东西 是刚才在角落里 偷渡出来的一小包大枣 这玩意是西北那边的特产 但是在这边 也算是个稀罕东西 婶子 留着给孩子当个灵嘴也行 对了 秀姐呢 上回俩人说完话之后 虽然见得不多 但是关系也清静了不少 一说起这个 王桂花就想跟简单叨咕叨咕 在后院喜数呢 你说说 自打那回我嫂子 得找了个不靠谱的 再给介绍 她说啥也不同意 眼瞅着这岁数也大了 你说说 那还能在娘家待一辈子 这话简单可没法接 她还没有人留秀大 也没有这方面经验 能说啥 再说 王桂花这明显就是习惯性的 逮着个人就诉苦呢 她一个外人咋说 寒暄了几句 就赶紧告辞回了明珠那 贤惠的林东方 已经把饭菜做好了 相处得多了 两家关系清静 在这儿 简单还是很自在的 一边吃 一边询问秋收的情况 还得几天能收完啊 快了快了 没多少了 也就三四天 苞米就剩点边边角角 村长说 明天安排几个人就行 其他人去割高粱 还有点地瓜没起完 估计你们明天会分 去起地瓜 文言简单也松了一口气 说实话 那苞米叶子也属实是一种折磨 无论她捂得多岩石 每年都会被她刮得火辣辣的疼 那就好那就好 这出力的我不怕 不过 这一个多月 又帮忙看家 又帮忙喂狗的 辛苦你了呗 林东方也没客气 咋的 要犒劳我啊 那肯定的啊 必须犒劳 你想吃啥 我安排 等这几天忙完了就安排 吃肉行不 第三百八十章 男女合作 干活不累 可 林东方一个哆嗦 哎哟 这才大气粗的样 我要是不大吃一顿 都对不起 你这么大气一会 拎着包袱进了家门 简单这满身的浮躁 瞬间就沉寂下来 把自己扔到久违的炕上 奔波了一个月的疲惫 瞬间窜遍四肢 天灵盖到脚趾间 连一根头发丝 都不想再动分后 屋里 没有半分久不住人的阴冷潮湿 她也不想动 干脆直接就进了基地空间 好好的 把自己洗刷一番 然后才美滋滋的睡了过去 再次听到上宫的铃声 简单还是猛的 恍如隔世 第二遍铃声响起 她才算清醒过来 哦 回了刘家屯的家里了 起床 洗树 烧火 做饭 喂狗 然后去上宫 果然 今天分给知青的 确实是起地瓜 村长一走 小伙伴们就凑到了一起 快干嘛 这一片都是咱们的 一人一块 早干完早回去 知青院的人家在一起 也确实不熟 新知青白晓晴跟在谭雅君和林昭帝身边 那两个男知青 陈国锋 李文君居然顾建军那个大块头 烙得火热 沉若不远不近地跟着唐翠 林卫东几个陈景几个都不怎么说话 低头认真翻地 看了一圈 简单嘴角抽搐 怎么看 怎么不正常呢 秋收前来的那几个女知青 应该是对简单最不了解的 只是知道 她也是知青 不在知青院主 一来没几天就是秋收 几个小姑娘 如同没有了水分的花 都黏答答的 这会儿捡地瓜 这没有技术含量的 倒是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 不过 脸色也不好就是了 老知青都知道简单的实力 看着她动作快 也一点不意外 但是几个新知青 可是惊讶得很 她怎么那么快 旁边的是王红梅 累得她也没有精力八卦 抬头看了一眼 稀松平常的样子 哦 简单啊 正常 陈玉嫌弃的 用手指头捏着地瓜 这怎么都是土啊 周围的知青看傻子一样 看着她 李广的音调夸张得很 不是土 难道你以为这田里 都是农家肥吗 农家肥 陈玉尖叫着 扔了手里的地瓜 使劲地拍打着 这这这 这地里用了农家肥 当然了 我跟你说 那可是个宝啊 要是没有农家肥 这地里啊 至少得少收一半东西呢 不然就你那点公分 够吃的吗 刚说了农家肥 就说到吃 陈玉脑子里 不由地浮现出景象 哦 得一声窜出去老远 跟简单拎着叉子 回来的身影擦肩而过 然后是几道影子 紧跟着奔过去 这是咋了 是不是坏肚子了 胃疼 李广一脸忠诚 姐 他没事 应该是刚才的话题 引起了他心里 什么伤心的回忆 简单看着李广 我就听你编 看你能编出什么话来 还伤心的回忆 那表情是伤心吗 人家都要恨你了好吗 你们说什么了 谭亚军和林昭帝 低头咬着牙 不敢笑出声 把力气都用在脚下 其他人也不知道说什么 他们不是刚下乡的 愣头青 人家也没说错 这农家肥也确实是个宝 路上看见都要收集不说 那村里的牛车 屁股后面都兜着袋子呢 就怕这好东西 便宜了别的村 农家肥 简单回头看了看 疯狂呕吐的几个人 那就理解了 就是他乍一来的时候 也不能接受 现在其实也是不能接受 当然不经他手 他不管 反正他家他也不用 简单这块地的地瓜 都翻出来了 他没有耐心 蹲着一个个的扒了 干脆就跟几个小伙伴换工 这块你们帮我捡 我帮你们运到地头 行不行 对 他们不光要把东西收了 还要都送到地头 村里再统一收到村部院里去 牛车也是很忙的 看着他一手拎了一个大麻袋 剑步如飞地走远 其他人惊叹的同时 也纷纷找人合作 就是说 这力气活 那也不是他们能干的 男女合作 干活不累 应该说的 就是这种情况 也确实是三天 三天后 刘家屯的秋收任务 基本完成了 别说知青 就是干了多少年的村民 也累得不轻 不过这是农民一年 最高兴的时刻 剩下点收尾的活 简单就没再参与了 村里人自然是不会放过 任何正公分的机会的 这个时候 简单已经在收拾家里了 一个月不在家 大扫厨是必须的 东屋西屋 厨房架子通通打扫 擦干净 连带着把被单 入单窗帘这些布料 也都拆了 手洗是不可能的 在空间里洗完 再拿出来 晾在外面的晾衣杆上 还有棉被 她和孩子的棉衣 也都拿出来晒太阳 其实主要还是收拾地窖 地窖不是空间 那保鲜效果有限 有的东西时间长了 也有坏的 之前刚收的作物 什么的都还好 毕竟是新鲜的 但是这一个多月 像糕点什么的 就有不少不能吃了 趁着没有别人 把换下来的一批 都收到空间里 正好也到处点地方 过几天分粮 也要放进来 还有院子里的秋白菜 也要留出地方 去捡山货 明面上也要有地方放的 这一忙活 就是两天 刚收拾利索 好吧 被单干了 又来活了 吉祥几个叫起来的时候 简单正坐在西屋 炕上缝被单呢 手艺是不咋的 好在要求也不高 上下放对齐了 板正的 横平竖直的 就出不了错 明珠抱着孩子进来 这几天 你怎么这么消停 睡了两天啊 简单指着 晾衣杆上的棉袄 哪啊 收拾收拾屋子 把被拆一拆 这都晒晒 一下天都有点潮了 可不是吗 这天说冷就冷了 把被子对折放到一边 招呼明珠 把孩子放下 你不是不愿意 抱孩子出门吗 有事你找个孩子 来喊我一声不就得了 还自己折腾过来干啥 明珠叹气 我是出来躲人的 啥 啥意思 刘晓云 陈玉 方晓彤 陈秀英 胡秀丽 第三百八十一章 我哪拿不出手了 啥意思 谁惹你了 明珠无奈的白了他一眼 这是真不懂 还是假不懂 干嘛 简单只觉得莫名其妙 瞪我干什么 又不是我害你躲出来的 低头就去逗孩子 是不是小周周 看看你妈妈 小姨可真是冤枉死了 明珠气笑了 你别在这污蔑我 难道不是吗 在新兴的玩具里 挑了一个干净的小布衣塞给孩子 让他自己啃 你家有林东方阵着 要是真不欢迎 那人都进不去你家门 还有人敢捣乱 谁啊谁啊 说出来让我瞻仰一下 虽然不理解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用上瞻仰这个词 明珠大概也知道 简单看热闹的乐趣 不由的叹气 你是真不明白 还是故意的 简单摸不着头脑 跟我有关系 我明白什么 再说找我的 为什么要去你家 你啊你啊 灵珠正正当当的盘腿做好 一本正经的盯着简单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怎么想的 什么怎么想的 眉头莫尾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灵珠紧紧的盯着简单的眼睛 没有一丝躲闪 更没有什么羞涩 什么不好意思 一双大眼睛里全是疑惑 朱朱姐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就直接说呗 就咱们俩你 还不好意思吗 哎 单单 那我问你 对于以后 你是怎么想的 啥 以后 简单眼睛瞪得溜圆 难道他也知道了 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朱朱姐 你也知道了 明珠一愣 你知道 这发音 简单顿时就兴奋了 手拍着炕 没笑颜开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那你有什么打算 打算 明珠犯嘀咕 这是你们的事 我打算什么 打算随多少礼 你都知道 昨天还那么伤心 你要知道 虽然道路是曲折的 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是不是啊 小周周 等着呀 到时候 小姨挣多多的钱 给你买好吃的 买好多好多玩具 好不好 小朋友抓着小布偶 啊 一听这话 明珠心里那点怪异的感觉 就更明显了 别瞎说 挣什么钱 这话还能随便说 嗯 你不是知道吗 我知道什么 你不知道 什么知道不知道的 你是不是故意转移话题呢 等会等会 俩人也终于意识到 他们的话题 似乎没在一条线上 各走各的呢 重新捋一下 朱朱姐 你最开始想说的是什么 你问我怎么想的 是吧 明珠也开始覆盘 是啊 我想问你想找个啥样的对象 啥 对象 简单震惊 差点咬着自己舌头 朱朱姐 你开玩笑的吧 我才十七啊 就要被催婚了吗 这震惊又忧怨的小表情 瞬间就逗到了明珠 别跟我搞怪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你自己是咋想的 你别告诉我 你没察觉出来 有人对你有意思 对我有意思 谁有毛病啊 明珠立刻就伸手轻拍了一下 轻斥 胡说什么 哪有这么说自己的 喜欢你怎么就有毛病了 我还就告诉你 不光他 村里也有人问林东方呢 这段时间你不在 又是秋收 秋收完事 我知道的村里就有好几份结婚的 你看着吧 整不好啊 就得有人上门了 简单是真的经得不清 就我这么暴力的 还有人惦解 明珠一副果然如此的了然 我就说嘛 你说你 出来乍到的 就敢毫不掩饰的 在村民面前杀野猪 你说 你是不是故意的 就想让他们不敢惦记你 简单 你说是就是吧 我哪想的那么远啊 不过当时确实也有震慑的意思 你说我一个小姑娘 又是个无亲无故的 那一看就是个好欺负的 村民讲理还行 但是你说 哪个村没有几个那蛮不讲理的 偷鸡摸狗的 万一真有人摸上门来 那我说都说不清了 还不如直接吓一下 让他们害怕 连惦记都不敢惦记 真的 效果也确实挺好 反正从我来这么长时间 是一直挺安全的 明珠忍着笑 也忍者难受 憋得脸都红了 不是 就是说 我能不能猜测一下 我都听说了 你的壮举 说是后半夜杀了的野猪 然后大白天的 又杀了六只 是不 我猜啊 不一定是对你这大力气 和这伸手下着了 那是为啥 明珠轻轻地说道 因为你的狠心 别人家孩子看杀猪都害怕 你可好 这还欲战欲勇啊 你就说 被这么多野猪围着 搁别人 就那大男的 也大部分都是想法子逃命的 谁家十多岁的小姑娘 还能面不改色地大开杀戒 听说人家几个小战士都累贪了 你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不说别的 就是这份心境 谁敢惦记 那现在咋回事 就不怕娶回去 对他们儿子动手 可 不是 没有他们 是他们的儿子 简单瞪大了眼睛 啥意思 我哪拿不出手了 明珠笑得 趴在儿子的小背上 肩膀还一耸一耸的 起来的时候 还擦着眼角 可能是 也怕你 对他们儿子动手吧 毕竟出力不如你 打架还打不过你 万一两口子闹矛盾 受欺负的是他们儿子 这样的媳妇 一般人也不敢要 我估计 那些当老婆婆的 可能都纠结呢 你能淡 能打野猪 要是娶回去 这吃食尚 肯定能比现在好上不少 起码能吃着肉 但是又担心 自己儿子受欺负 甚至在你面前 根本也不敢摆婆婆的谱 你这性子 也不是能让人随意拿捏的 一言不合就动手 这谁能不怕呀 简单气鼓鼓 半天才咬牙切齿 还敢惦记 就说明还是没下怕 不然 连想都不敢想 明珠连忙阻止 你干什么 他们就是跟林东方试探过 没名说 当时就让林东方给兑回去了 也没干啥坏事 不至于的 你以为我要去干啥 第三百八十二章 好吧 你说服我了 明珠一正 那你要干啥呀 简单沉默 半天也没回答 过一会才突然问道 你说那个人 是谁呀 是村里人吗 啊 明珠愣了一下 你不会是要去揍人一顿吧 我是那样的人吗 明珠心说 你还真是 一言不合就动手 说的就是你 这几天也没有脸生的 来我眼前晃啊 能跟你家林东方走得近的 还经常去你家的 村里没有几个吧 哎 也不对啊 你是不是套我话呢 就算是对我有意思 那总去你家干啥 你们又不是我家长辈 我就是找对象 那也不能听你们的安排 是啊 为啥呢 还不是想帮你干点活 简单更加莫名 帮我干活去你家干啥 啊 不会是这段时间 你家男人帮我看家喂狗 都 明珠轻轻点头 你走的第二天 他就过来问 后来 几乎每天喂狗他都跟着 种白菜他也跟着 反正现在啊 你家外面那几只是跟他混熟了 林东方能带着一起 那说明人品还是信得过的 不过 他愣是想不出 这人是谁 是谁啊 是他说的 要跟我出对象 他要那么说了 林东方还能带他过来 不过 那意思很明显了 不然你给我一个理由 他跟你非亲非故的 一起上山玩过几次 也都是大家一起 为什么突然间就对你这么上心 一起上山 简单敏感地听到这个 除了收山 他跟村里的其他异性 基本就没有一起上去过 完就更不用说了 你别告诉我是知青 明珠也不跟他玩猜谜语 对 是林卫东 明珠在这 林东方那边 也的确被林卫东堵在家里了 林东方无奈得很 不是 你还来干啥 没有事 我不去了 要去你自己去 林卫东整个人都是被人戳破心思的窘迫 整张脸爆红 你 你看出来 我是傻子吗 你都多明显了 还看不出来 林卫东眼里 生出一丝期盼 那你还带我去 是不是 他也知道了 是什么事 林东方丝毫没有客气 不说本来就很清静 有了承朝这层关系 简单更是就跟自家妹妹没啥区别 虽然不至于像承朝看得那么紧 而且 从客观来看 林卫东也算是还不错 家世暂时看还说的过去 长得还行 性格和作风暂时也没有啥大问题 但是给自己妹妹介绍对象 还是有些别扭的 要是让承朝那个疯子知道 那就更热闹了 你不是去帮我干活的吗 林卫东猛了一下 这怎么还改口了呢 不是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我说啥了 林东方干脆地抱着胳膊 是 我看出来了 然后呢 我能干啥 我能让他答应 跟你出对象 他都啥也不知道 你想啥呢 林东方无奈地摇头 别说我给你泼凉水啊 我觉得 需要渺茫啊 我们跟他走得近 也比你了解他 你看他除了上山 对什么东西 什么人感兴趣了 这上山 你也跟着一起去过几次 看出来 他对你有什么不同了吗 林卫东实在不想回答 印象里 那小姑娘跟他一共 也就一起考过两次鱼 都没有正式地互相介绍过呢 这么一想 自己就心凉了半截 不能吧 兴许是 他还小 不明白这些事 哼哼 是啊 他还小 那你还找他干什么 你可不地道啊 灵珠也有些八卦 你觉得他咋样 简单不敢兴趣 低头玩孩子 不知道 接触不多 不了解 灵珠顿时就想给 林卫东点根蜡烛 人还没露面呢 腰折了 不过 这抵触的情绪也太大了 好像不光是对 林卫东这个人 而是对这件事 就没有兴趣 话说 我跟林东方 这日子过得还行啊 你就没有那么 一点点的羡慕 一丁丁点 简单倒也没有逞强 有时候也觉得 有个半挺好的 下宫回来 或者吃饭的时候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也有人说说话 是啊 什么事都是两个人 有商有量的 两个人一起努力 互相有个依靠 对咱们这样离家的知青来说 有个家 还是不错的 你看我 结了婚的知青礼 我过得应该是最好的 那你为什么不试试呢 可是 我一个人也挺好的呀 想吃什么做什么 想吃菜做菜 想吃肉吃肉 不想吃就不吃 累了呢 回来我就能往炕上一趟 什么也不干 再累了呢 我也能请假 为什么非要找个人 强行加入我的生活 甚至指手画脚 还要给他洗衣做饭 操心他的衣食住行 哦 还有 只要不是锅 就有家人吧 到时候 还要多一堆的亲戚 公婆 周里 七大姑八大姨 说不上谁就能教育你几句 你还得乖乖的听着 到时候 生孩子是必须的吧 有的人家还非得要男孩 是吧 自己过还好 要是不分家的那种 那天天不跟唱戏似的 你说 就我这性格 能过几天 不得打翻天啊 到时候 谁脸上都不好看 就陷在这农村 而媳妇跟长辈顶嘴 那可是大罪 只要对方不是杀人放火 那就是而媳妇的错 你信不信 到时候 我就得被人吐沫心子淹死 你再算算 我除了是多了一个伴 还有什么好处 无论怎么算 我都是吃亏的那一个 我不缺钱 能打链 能自保 自己一个人 吃饱全家不饿 没有人管我几点睡 几点起 干不干活 偷不偷懒 我哥 我小树离得这么近 时不时的就来看我 也没有人敢欺负我 你说 我这日子多自在 干嘛要给自己找麻烦呢 明珠也镇住了 这种日子 他也眼红好吗 好吧 你说服我了 可是 你怎么就知道 没有人能给你这种 你想要的生活呢 简单摇头跟波浪鼓似的 算了算了 这种事 还要猜几率 我可没有那兴趣 你家林东方 已经是个例外了 那种几率几乎没有 无论嫁给谁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都是在给自己挖坑 你说 我为啥要这么不放过自己呢 第383章 一阴一果 一果一阴 互阴互果 阴果循环 一时间 明珠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了 她没有简单的底气和硬气 可以说 没有几个女生 能有这个底气 但是 这个社会对女性 也确实是不公平 就像这农村 到了年纪不结婚 会被人议论 结了婚被婆家欺凌 却是正常的 外人的第一反应也是 这媳妇是不孝敬公婆 还是没好好干活 即便是闹开了 别人也只会祸悉你 你好好干活不就得了 哎呀 你生了小子 就好了 谁家媳妇不是这么过来的 以前的简单是不了解 不过下乡也三年了 该看着的都看着了 农村人是能吃苦 能干活 但是有一些老辈的规矩 他是敬而远之的 他不是救世主 也没想着 靠他一个小知青 就能改变这多少年 印在骨子里的东西 他觉得是不对 不公平的 人家也许乐在其中呢 就跟两口子打架 外人劝架一样 女人被男人打了 到处喊救命 有人看不过去 出手打了男人 这女人又出来护着 说人家多管闲事 然后人家两口子 轻轻热热的走了 帮忙的却成了恶人 妥妥的东郭先生和郎 明知道会被反咬一口 甚至很多口 简单当然不会傻傻的 去做那个东郭先生 虽然简单说的 明珠也很向往 但是他还是有理智的 你的担忧我都明白 但是 行吧 你还小 再等几年也来得及 不过 你也要有心理准备 在农村 你这么大找对象就够大了 我猜啊 还会有人盯着你的 到时候你找个借口啥的 毕竟你还有长辈在这儿呢 你可以都推到他们身上 还有那个 林卫东 我看着 也不像是个容易放弃的 唉 简单长长的叹了口气 真麻烦 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得了 老盯着我干啥呢 明珠无奈的摇头 这不还是个孩子吗 休息了几天 地里的活儿也基本利索了 于是 一年一度的收山又开始了 秋高气爽 艳阳高照 大早上 简单就把吉祥他们四小只撒出去了 让他们出去撒欢 明珠肯定是不去的 李彦挺着肚子也不能去 简单在门口等着了谭雅君 林昭帝 以及和他们一个房间的白晓晴 好几天不见 白晓晴也完全是一副 跟他们差不多的装扮 干活的衣服 头巾 手套 被笼 看样子 几个人相处得不错 刚走出去没多远 一群孩子也疯跑过来 纷纷打招呼 那一小快递 虽然分到孩子手里的 也就几十斤东西 可让他们在家里 一直被夸到现在 毕竟这可实打实 是孩子自己中出来的 他们看着简单的眼神 妥妥的就是亲人 简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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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啥时候回来 叽叽喳喳的 简单给胡子塞了一把糖筷 叮嘱一句 跑的时候不能吃 把孩子们都打发走 白晓晴满眼的羡慕 这些孩子都这么喜欢你啊 简单笑笑 之前我妹妹在这了 这都是她的小伙伴 谭亚军跟简单并排走 看着孩子们分了糖 都揣到口袋里 然后一溜烟的跑远 你这些天不在 没听见好些村民都夸你呢 啊 夸我 我最近啥也没干啊 朝着那些孩子 扬扬下巴 脑 你那块菜地的功劳 这些孩子 拿了那么多东西回去 那爹妈都乐呢 谁知道那么点孩子 还真能种出来东西 都夸你会哄孩子呢 加上前些天山上那事 我看 来年 整不好啊 这教孩子的活 还得回到你手上来 简单并不觉得高兴 她宁可出力 算了吧 那都是为了 交欣欣想的法子 她都比我交得好 现在她都不咋回来 我哪还有那心思 谭亚军点点头 她也就是那么一说 让她心里有个底 对啊 欣欣这回 又走了挺长时间了吧 感觉都好久没见到她了 简单苦笑 别说你了 我都多长时间没看着了 跟着她书学习呢 压根就倒不出来时间 忙得很呢 对了 赵地姐 你们定了哪天吗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林赵地红了脸 没定哪天 反正我们也没打算大办 这两天的房子起来了 等收完山差不多干了 到时候找一天 咱们 再找点村里的人 一起吃顿饭就行 谭亚军点头 赵地这边 就咱们这些知青 但是刘国强 毕竟是在村里长大的 好多村里的长辈 都对他帮助不少 就是不大办 也得热闹热闹 让他们跟着喝杯喜酒 是 他也这么说的 他嫂子又去找过 你们的麻烦吗 林赵地 明明纯 房子打地鸡的时候 去闹了一次 还想 等房子打好了 要拿那旧房子 跟我们换 他们来出新房子 刘国强正好在那 当时就说了 只要你不怕这些 是报应在你儿子身上 你就使劲地闹 有他这么一个 胡搅蛮缠的妈 看谁敢把闺女嫁过来 结果 他就跑了 简单有些无语 他儿子才多大 现在拿这个威胁 是不是太早了 等孩子能结婚 至少得拾好几年 到时候 谁还记得这点小事 不是 你不知道 他嫂子心疼孩子 不光因为是个儿子 而且刘家宝 刚出生的时候 遇着了一个要饭的和尚 说了一句 一因一果 一果一因 互因互果 因果循环 前几年 有一次好像也是因为孩子打架 他把人家孩子打了 结果还没到家 刘家宝就摔了 而且连着三天 只要下地就会摔跟头 是溜平的地面就摔的那种 一连三天啊 自那以后 他对这些东西 就特别的相信 就怕他造的孽 再报应在刘家宝身上 这可是他的心肝宝贝啊 平时就是刘国平 就是刘家宝 他爸说一句 那他都不乐意呢 还真是啊 人都有软肋 是啊 本来我还真挺害怕 那么一个肘里的 结果那么一闹 他应该不敢再来了 看得出来 林昭帝对刘国强是满意的 说话是眼里那温柔 都能一出来了 见状 简单故意皱着眉头拉长音 哦 你光说他他的 他是谁啊 第384章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前面是手完手的女生 男之亲跟在后面 嘻嘻哈哈的 村民们也是都搭着办 可以说 这是几乎比秋收 都要热闹的活动 除了挖野菜 这是最光明正大的机会 只要不是大猎物 其余的收成都是自己的 可以说 这也是参与性最全的活动 男女老少 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大人想多捡点山货 或者卖了换钱 或者拿去送人 再不济 炒熟了 给孩子当的零嘴 也是很好的 要是能捡到栗子这种 能填饱肚子的 那就更好了 孩子盼着的是山上的野果子 黑油油 红姑娘 山楂 山梨 苹果 山桃 海棠果 沙果 山葡萄 山丁子 圆枣子 灯笼果 等等等等 虽说漫山遍也是有点夸张 但是也确实分布的很广 杂草里 树下 山坡上 沟里 或者藏在哪个角落 然后会被哪个孩子眼尖的发现 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 零食那就是奢望 农村孩子都清楚得很 更是珍惜每一种能入口的东西 这种时候 他们也是期盼得很呢 跟着人群说说笑笑的 很快就到了地方 村民们也很快就盯准了目标 年轻的小伙子蹭蹭的上了树 女人们在树下等着 一阵稀里哗啦的核桃雨后 大家伙都冲过去 不管是贝楼 还是麻袋 就是低头装就是了 知青们也在附近找了一块靠边的位置 也不用村民帮忙 几个男知青就上去了 其他人在下面远远的等着 看着落下来的越来越少了 赶紧就喊 好了好了 下来吧 上面的人滑下来 简单他们也赶紧冲过去 你们拿了麻袋吗 拿了拿了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背回去 那就先往贝楼里装 一会再往麻袋里 一边说话一边干活 简单跟谭亚军几个也都没走远 跟着一起捡了两倍咯 到麻袋 看别人还在忙着 也没出声 静悄悄地往周围找了一圈 顺手薅了几颗黑油油 朝着不远的胡子招手 简介简单把手上的几颗都递了过去 拿去吃吧 不要往里面走 小心有蛇呀 小孩欢欢喜喜地去找小伙伴分享了 简单看了看周围 这一片都是人 捡核桃的 装麻袋的 在前面不远处准备爬真子树的 不过一样的事 都是满脸的喜气洋洋 简单 快来 这边有李子 你不是最爱吃这个吗 哎 来了 简单 谭亚军 林昭帝 林东方 王建国 加上陈景三个 和林卫东几个 还有一个今天紧跟着的白小情 他们的队伍也不小 这边村民们还忙着打真子 他们就奔着前面的板栗鼠而去 简单走在前面 能感觉到 后面不时投过来的目光 并不陌生 之前不知道的时候 还好他也不会多想 现在知道了 那目光就总感觉有些烫得慌 让他有些烦躁 旁边的谭亚军看在眼里 若有所思的往后扫了扫 自然的晚上简单 你们先在这打栗子 我们去前面看看 他一晚上 简单的就诧异的看过来了 谭亚军眨眨眼睛 我好像被虫子咬了 你帮我看看 这么一说 想要跟上的几个人都顿了一下 林昭帝不知道咋回事 但是也看出 两个人有眉眼官司 也默契的配合说道 那你们赶紧的 我们先去整栗子了 在栗子树那儿等你们 你们快点啊 谭亚军赞赏的眨眨眼 拉着简单往前跑 后面某人那视线一直跟着 直到两个人的身影 消失在树林里 才恋恋不舍地收回视线 林东方在旁边看得直牙疼 你这算啥 默默守护 我感觉 他是不是发现了 还是 他讨厌我 林卫东这话 还带着些许的失落 林东方也实在不知道说什么 这是被自己说破心思之后 是半点都不隐瞒了吗 行了 赶紧地干活吧 还有心思寻思那些呢 前程和原野早就知道他的心思 不过简单和别的小女生 也实在不一样 想送点吃的吧 人家自己能打猎 能杀野猪 村民不知道 他们是看得清楚 简单不缺粮 不缺肉 甚至柴河都比他们备得充足 这么长时间 林卫东愣是 连一点能帮忙的空子都没找着 说白了 人家啥也不缺 献殷勤 他都没有机会 这么长时间的成果 就是算是混熟了 哦 还学了一手烤鱼的好本事 看他这样也不敢多说什么 在背后坐着鬼脸 然后还得跟着老实的去打例子 跟着谭亚军走出去一段距离 简单还猛着呢 亚军姐 你不舒服吗 不是我 是你 林卫东跟你挑明了吗 没有啊 不是 亚军姐 你怎么也知道 谭亚军轻笑 你呀 别的事都精密得很 怎么到自己身上就迷得糊的呢 你这是对他 没有意思 谭亚军毕竟要大一些 经历的事也多 看得清楚 不管男生女生 要是自己喜欢的人 也正好在意自己 那多少也会有一些害羞 或者不好意思之类的 那眼睛应该都是喜悦的 发着光的 哪会像他这样 更没有这事是的 怎么说 简单也是一个小姑娘 还是个很聪明的小姑娘 迷糊不代表他不懂 一点就透的事情 能让他露出这种表情 那只能说 这件事对他来说 并不是让他愉快的和他心意的 甚至可以说 给他带来困扰了 确实 简单烦躁的挠挠头 我压根就没想过这种事 我自己一个人过得好好的 才不想惹那麻烦呢 再说 我才多大还没成年呢 现在说这个也太着急了吧 这种事情呢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喜欢就接受 不想就拒绝 别为难自己 咱们这些知青啊 除了明珠 你是过得最肆意的一个 在我们在这苦水里 煎熬在泥泥里挣扎的时候 你就是岸边的一盏灯 看着你跟我们一样上工下工 养孩子 教孩子 上山 也是一样不辣 看着你总是精神饱满 有时候说着 自己懒不想动 然后坐起来 却一点不脱后腿 不含苦不含泪 看你这样 干什么都总是能 游刃有余的做得很好 我们总会觉得 这生活还是有希望的 第三百八十五章 这日子 都是给自己过的 雅军姐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你看知青院这些人 谁不是为了那几口吃的 有时候甚至连脸面都不要了 苦 是真苦 但是 更重要的是 他们从来都觉得 造成他们这种处境的 就是下乡 同时 能让他们解脱的唯一途径 就只有回程 所以你看 他们一直在抱怨 抱怨父母不公平 社会不公平 村里不公平 而你身上 有所有他们羡慕 而做不到的点 所以 他们对你是既羡慕又极度 说着说着 谭雅军话也多了 哼 其实刚来的那几年 我也跟他们一样 每天 把自己绷得紧紧的 总觉得老天是真不公平 我都下乡了 为什么会越来越痛苦呢 那时候真的是 整天跟老黄牛一样 有时候一天连一句话都没有 有人拿石子和泥巴打我 我都没有反应 别说村民了 其实和知青的关系 也很疏远 每天他们吃完了 我在自己做 有时候柴盒湿了点不着 那我就只能饿着肚子 有好几次 都是冬天 我的柴盒上 被泼的都是水 那柴盒都是透冻成冰了 不能做饭 不能烧炕 我就饿着肚子 躺在冰凉的炕上缩着身子 冻的 那是真的从骨子里的冷了 整个人都不停地打哆嗦 结果第二天被冻醒的时候才发现 哼 我背得上啊 不知道被谁浇的水 已经将被褥都浸透了 那个时候 屋里温度也不高 那背脚都上冰茶了 当时棉衣室放在被窝里 逃过了一劫 但是地下的棉鞋 也是一样的遭遇 是连剩下的那点粗粮都没幸免 那次我直接烧了三天 最后也不知道是谁良心发现救了我 反正最后一天 借着发烧迷糊 趁着他们都在吃饭的时候 我拿着菜刀 就直接扔到他们中间了 我说 反正我这条命也是捡回来的 要是谁再让我不痛快 那我就让大家都不痛快 反正我这条命也活够本了 有他们那么多条命赔我 我也值了 你没看见 当时那帮人吓得脸都白了 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 被子干了 鞋干了 就是粮食也给我换成干的了 然后接下来一连多长时间 都没有人再敢在明面上惹我 其实 现在想想 当时连这条命都不想要了 也不光光是因为那个事 那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最主要的应该是 对自己没有希望了 那还顾及什么了 那干脆就闹吧 闹得越大越好 这些 简单是不知道的 听得也是有些胸口发闷 那时候我才知道 老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冷得怕横的 横得怕不要命的 亚军姐 你没说过这些 简单悄悄地凑过去握上她的手 是啊 那些事 其实我自己都不愿意想起来 只不过 看到你之后 就突然觉得 你的生活是那么的肆意 即使和我们一样 被农活所累 但是没有听到 一次你怨天尤人的话 总是很 很随意 很自在 好像除了别人惹到你 你什么时候都是那种 淡定的样子 其实 我不是要劝你同意 或者不同意 我只是想说 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你能一直这么 一直过得这么自在 谭亚军长相端庄 这两年也不是没有人重意 只是他一直都没有同意 或许 他是真的羡慕简单吧 简单也没想到 是来劝他的 结果他 自己把自己整伤胆了 亚军姐 这日子都是给自己过的 别人再看好 或者不看好 又能怎么样 难道你受苦 他能替你受吗 还是说你吃肉 他也能尝着味 不光是我 你也可以过得很好 咱们又不拖不抢的 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管他别人干什么 这一辈子 长不长短不短的 你说为了别人憋屈的干什么 说句不好听的话 过一天少一天 对不对 如果你还有几天的日子好活了 那你希望怎么过 是不是怎么开心怎么过 你现在不为自己 难道等老了再后悔吗 本来是来八卦 想劝劝简单的 结果成功的被简单策反了 说策反还有点不贴切 可能本来他心里 自由叛逆的小萌芽 就已经要冒头了 经过简单这小风一吹 催化剂无声无息的作用下 他也彻底不纠结了 也是 要是没有几天好活了 我为谁想都没有用 等我死了 用不了几天 人家就来说说该笑笑 我就入土为安了 谁还会记得 我为他们干了什么吗 简单一愣 不由得伸出大拇指 还真是 一点就透啊 这梗 明明就是后世时候的新闻 说有个人去世 下葬当天 家人都悲痛欲绝 结果不超过三天 就像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有说有笑的 出去旅游 娱乐 所有人都像是将他这个人 完全刨出他们的生活了一样 要说吧 是有点悲哀在的 不过 这才是现实 像被流传的美谈那种 为了王妻王夫 守身如玉多少多少年的 也不是没有 人家可能认为 是对爱人感情中 真的一种坚守 结果却成了别人口中的深情 其实 也说不好 是道德的模糊 还是感情的淡漠 总之 人还是要往前看往前走的 不管谁离开谁 另一个人总要生活 要适应没有对方的生活 人都是活在现实中的 谁的生活也不是只有爱人 还会有长辈 父母 儿女 兄弟姐妹 朋友 甚至对手 每一个人 每一份情 都是一种牵绊 像那种不顾一切的殉情 似乎也只适合出现在 言情小说里 两个人的生活中 除了爱情 就没有其他的因素 不用考虑父母亲人晚白 发人送黑发人的伤悲 也不考虑年幼儿女 同时失去父母的孤注无力 将老小扔下 去奔赴那自认为 可以代替一切的爱情 可能有人认为 这是浪漫 是超越一切的美好 也不知道这种浪漫 掺杂了现实生活的柴米油盐 还会不会升华 第386章 下放的人 两个人拎着战利品归队的时候 地下已经铺满了厚厚一层 带着毛刺的板栗 看见他们回来 林卫东的眼神 快速地在简单身上扫了一圈 又很快地移开了 你们俩是不是故意地出去偷懒了 可能是也算是 有了共同的秘密 两个人相视一笑 这关系都更加清静了 来了来了 你们这效率也真是不赖 这么快就打下来这么多 哈哈 是吧是吧 这种时候 我们男生也不能往后缩啊 是不是 对 是啊是啊 咱们也不能啥都让女生往前冲啊 哈哈 就是的 那成啥了 这么多男生 还能轮到女生干活了 在外面 知青是一个整体 整个知青院的知青 几乎都在这一片 这一刻 没有隔阂 没有矛盾 没有谁看谁不顺眼 谁和谁合不来 无论是魏淑娟苏红 还是唐翠王红梅 或者是陈景 林卫东 陈玉 白小晴 气氛一片融洽 秋收后 陈红利 杜秀玲第一时间就被刘卫明 送回了县里的知青办 他们是不愿意的 但是事情已经做下了 人证都在 他们狡辩都是没有用的 这种这么随意就算计人的人 刘卫明也实在不敢留了 这回是人多 没得逞 这万一哪天想算计别人 是不是也能这么随意 万一得逞了 那就是大事 他可不敢赌 之前那个唐翠 他就提心吊胆了多长时间 天天的各种安排人监督 好在 人家确实是改了 这两个 他可不敢了 刘卫明就说了 公安局 知青办 二选一 不去知青办 那就直接公安局 那就任何余地都没有了 两个人没有办法 只能拎着行李 在下乡一年半后 又被送回了知青办 他们的后续没有人关心 不多大概是在分配到哪个农场 到时肯定不是光荣的知青 而是改造人员了 其实 刘卫明这个操作 对新知青也是个不小的震慑 这几天都消停了不少 干活都融洽的不行 这些山货里 简单最喜欢的就是栗子 每年他收的也最多 而且很多都是做了自己吃了 他喜欢吃 简心也喜欢吃 他还打算过几天收完删了它 再进深山多收一些 到时候给承择那边也游过去一些 还有京城的朱燕和陈红军 虽然联系不多 但是当作年礼 这也都是好东西 而且 看承朝的意思 可能承锐和承安也会过来 半大小子能吃 多备点 免得他们舍不得吃 哦 还有蘑菇 他也喜欢吃 不过采的话 他没有多少耐心 经常都是够一顿的 他就不想动了 现在吃的都是在村里换的 栗子都还有些潮湿 那外层的毛刺也都不好分离 这回都是戴着手套 一股脑的往麻袋里装 再回去晒干了 再进行包皮 到下山的时候 每个人的收获都不少 看表情就知道 喜气洋洋的 执青们一人最少收了 两个麻袋的东西 虽然戴着皮 但是水分也多 都是不轻的 这个时候 男生的作用就更明显了 用肩膀炕 或者用扁单挑 后背再背个背搂 几乎每个人都跑了两三趟 才把执青们的麻袋都弄回去 不过 最后回去的时候 别人就不用说了 李广小已经气喘吁吁了 陈景也不是那出力的人 他那份也只是顾见军出的力 林卫东第一时间就想过来帮简单 结果就看见他大大咧咧的 一手拎起一个麻袋 还跟旁边的人有说有笑的 顿时又伤心了 没有用武之地 这让他怎么追 今天男生们都受累了 气氛又很好 几个女生一商量 干脆一起吃吧 反正 自从这两批新知青来了后 他们也还没有一起聚过呢 简单跟谭亚军脱离队伍的时候 打了两只野鸡 这会儿正好贡献出来 知青院的其他女知青一看 也不好意思空着爪子 你拿粮食 我拿土豆 她拿菜的 很快就拌制了一桌子 挺丰盛的晚饭 有了这顿饭 知青院可是难得的和平了一段时间 简单往深山跑了几次 又跟村民换了不少商货 保证给各处都游了之后 明面上还能剩下不少 又把园子的白菜收了 把酸菜腌好 巧手已盼来人的时候 先迎来了另一批人 你说啥 咱们村也来了下放的 是从别的地方转过来的 两个男的 看着可能是野脸 不过头发兜了 一个瘸着退 另外一个咳嗽个不停 我看着都怕咳嗽咳嗽就过去了 听是一回事 发生在身边 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这还真是 越来越乱了 今天谭亚军是跟着牛车去公社买东西 这才有了第一手的消息 两个人就拿着这么大点一个包袱 都装不下几件衣服 你说这天马上冷了 他们咋过呀 简单默默地摇头 这是刘卫明该考虑的问题 上面不能让住在太好的地方吧 对 听村长跟三爷那意思 别的村都是住牛棚 咱们村的牛棚不大 再说又在那边 周围都是人家 也不合适 还得靠边 柳家屯的也是 不过那个牛棚就在山脚下 跟你这位置差不多 人家就是要把他们 放在艰苦的环境里改造 咋可能让他们过得舒服呢 那现在呢 送哪了 谭亚军摇头 我到你这门口就下车了 还真不知道 听那意思 可能要先跟牛挤挤 然后再找地方吧 人 跟牛挤 都讽刺 不过也没让他好奇多长时间 他们正感叹呢 刘卫明就来了 简单跟谭亚军俩人对视一眼 还真不能背后念叨人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把人让进西屋 拿暖壶给倒了杯热水 说 你咋过来了 刘卫明这眉头 就眉书展开 小姐啊 要是在你这边盖个牛棚 你有意见不 简单跟谭亚军对视一眼 这是来真的 第387章 牛棚 简单只当做什么也不知道 诧异地问道 说 要把牛棚挪到这边来吗 刘卫明叹气 抬头看向谭亚军 谭亚军连忙摆手 意思我什么都没说 牛不动 盖个牛棚 助人 简单事实地表现出一点诧异 想问又不好意思地 忍了回去的表情 啊 助人啊 啊 说 你是村长 你说了算 我肯定无条件支持 不过 这天越来越就冷 眼瞅着这不就要上洞了 这屋子 不烧都不行 那牛棚助人 能进住吗 四处透风的 可不得动坏了 唉 刘卫明又是一声叹气 我也知道 但是 这不是没有别的招了吗 丑死我了可 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 简单也不好胡乱出主意 免得惹事 说 这不得看您的安排吗 这种事 别的村也都有吧 要我说啊 能分到咱们村的 那运气都是好的 咱们村都是厚道人 也不会像别的地方似的 拿着鸡毛挡令剑 以为是啥好事呢 使劲地搓磨人家 现在这世道 哪说得准啊 现在是落魄了 那万一人家哪天 又回去了呢 那不是得罪得透透的 则啊 也不知道那人是咋能蠢成那样 做人刘一线 日后好相见 还不知道吗 刘卫明点头 是这个理儿 不过 怎么听着 总感觉怪怪的呢 行啊 我走了 趁着没上洞 赶紧把牛棚整起来 省得到时候竟是 他倒不是非得来问一个知青的意见 但是村里的习惯 盖房子 一般也得征求左邻右舍的意见 再加上简单这五粒值 他也未尝就没有试探的意思 如果没有反对 万一有个什么事情 他多少也能照看一眼 不说别的 万一再有个野猪下山啥的 有他在这阵着 他都能放心不少 简单是不会把自己 带入刘家屯门神的角色的 只觉得这村长人还怪好嘞 还特意来征求他的意见 不过一想到 连这小村子都不平静了 顿时也有些闹心 临走时 谭亚军也提醒他 以后做饭什么的 还是注意点吧 吃肉的时候 门窗都关岩石了 来的是什么人还不清楚 别到时候有人眼红 再得找事 反正天也愣了 冬天还是挺好藏的 刘卫明也是个急性子 也怕上洞了不好干活 牛棚起得快 几天就起来了 刘卫明还算有心 四面墙打了地基 墙是用的黄泥合着草 房顶盖着草帘子 乍一看和自家房子差不多 但是很明显 要粗糙得多 墙面的草渣子都制冷着落在外面 窗户和门的木头 也都看不出颜色了 进去后 靠墙是一个大水缸 旧的 一侧是一个长的石槽子 旁边是两个木头桩子 这是牛的活动区 左边墙角堆着一些草 是喂牛的草料 最里面才是一铺刚盘好的炕 这边的冬天冷 所以家家户户都是炕 全村都没有一张床 倒是也不突兀 既然说是牛棚 那就是按照牛棚的样子建的 牛的一应设施齐全 保证他拎包入住 这边收拾好 炕干了 两个人就敲默声的 被刘卫明转移过来了 天冷 家家都忙着囤秋菜 剪柴火 墨包米面 墨高粱 这边倒是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 简单也没注意 趁着还没上洞 他又跑了趟山里 这回没有人拖后腿 他也没遇到什么意外 算是完了的尽兴 林昭帝和刘国强结婚后 简单这几个最初的小伙伴 就剩下谭雅君没结婚了 林昭帝和李燕 是一心都扑到了家庭上 跟这边的联系也少多了 他们也不好走过去 不过跟明珠离得近 加上林东方压根就不让明珠操心 他每天也只有孩子这一个活 简单俩人也喜欢孩子 现在三个人走得越发的近了 不说每天三天两头的 这巨头的频率也是很高的 遵循三番六座的生长规律 林昭帝小朋友 很快就能敏捷的把自己翻过来了 谭雅君和简单看的 那叫一个双眼发亮 周周再翻一下 再翻一下 周周看这好吃搭 快翻一下就给 两个大人没形没相的 趴在抗炎上逗着孩子 明珠简直没眼看 我说你们俩行了呀 至于的吗 简单就不说了 年纪确实不大 但是谭雅君可是比他还要大上一点的 就是这村里 这个年纪的媳妇都有两个孩子 不过他们能相处的来 他自然不会出人伤疤 换了话题 单单 村长家姑娘 我记得你跟他挺熟的来着 是吧 刘秀姐 怎么了 要结婚了 前些天相看的 南方是公社的 公社的 那村长两口子应该挺满意吧 他年纪也不小了 我去消假的时候 他也没说啊 还说他没有心思呢 自从之前刘秀舅妈帮他介绍对象那次翻车后 俩人有过一次谈话以后 再见面也没有特别的亲密 那时候生气 什么心里话都能说 过后清醒了 可能会后悔 让简单看到 他那不堪的一面呢 简单自认为 两个人关系没有好到那个程度 过去就没放在心上 不过 刚来的时候 还在他房间住过几晚 两口子对他也不错 刘秀结婚他 肯定是要随理的 可能是才定下来呗 村长媳妇高兴 这两天出门 光听他们家的事了 你说 我们是不是也要随上典礼的好 简单把小指头 塞到小周周手里 漫不经心的 这个随意吧 我刚来时他们还算照顾我 再说 我跟刘秀比较熟 我肯定是得随 你们 如果没有什么大过 就随大流随点 毕竟咱们还要在这生活 不知道几年 没准什么时候 就有事要用到人家呢 也没有必要省着 这三毛两毛的 你说呢 有过 就是指 有人情往来的意思 比如之前 你有什么事 找人家帮过忙 或者家里有红白喜事 人家来随了份子 这就叫 有过 有过 是必须要返还的 否则人家会觉得 你很不地道 谭亚军点头 没错 咱也不指着占便宜 但是别让人 有给咱们穿小鞋的借口 第388章 来人 惊喜 虽然刘伟明这性子 还不至于这么拿不上台面 但是话操理不操 这时候 村长就是领导 开介绍信 分活 分粮 什么大事小情 都是人情事故的体现 有事的时候 人家痛快地帮你办了 和磨蹭到最后 或者是碍于情面 还是什么的 勉强办了 那是不一样的 县官不如县管 就是这个意思 北方都是很重视这种人情往来的 这种情况下 情商高的人 肯定是如鱼得水的 那倒是 就是村林 也基本都会随一份吧 对 到时候咱们一起去 还能坐一转呢 对 到年根了 听村长媳妇那意思 要整不少肉菜呢 正说着 林东方就推门进来了 带进来一股凉气 跺着脚 进屋一看就乐了 回头道 我就说 肯定在这呢 几个女生回头 就看成朝跟在林东方后面进来 也带着一身的寒气 简单愣了一下 赶紧从炕上下来 哥 你咋来了 成朝笑着没回答 反倒说 见你一面 还真是不容易啊 啊 前两天你过来了 看林东方回来了 谭亚军也下地穿鞋 准备回去 屋里的热闹 突然就冷清下来 没人完了 炕上的小回周海 哎呀 得抗议着 努力的抬起小脑袋去找人 啊 林东方也趴在旁边 啊 哥 你前几天过来了 不是我 团长带队拉链 顺便过来的 结果回去说 你不在家 嘿嘿 我上山去遛狗了 就怕成朝再开启 唠叨模式 赶紧换了话题 你今天是休假吗 咋有时间过来 把皮猴子给你送过来看看 他老早 就念叨着想你了 简丹惊喜 从上回去西北之前 到现在 前后有两个来月 没见着孩子了 欣欣回来了 简叔咋舍得了 这回能住几天 自打简文修出院后 出任务的时间 就少了很多 简星基本都是在那边 由他亲自带着的 简丹都习惯了 饶氏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这一看着 他也吓了一跳 天哪 这是 咋训练的 咋越来越黑了呢 成朝嘴角抽搐 这要怎么解释 能说这孩子 比他们那些冰蛋子都也吗 面前的小姑娘 比之前是要高出不少 而且明显的要壮实多了 走动间 那衣服上明显的线条 简单都很熟悉 曾经的自己 也是这么过来的 最最明显的 就是那张小脸 此时哪还有一点 软糯团子的模样 整张小脸晒的 说句不夸张的话 不光是脸 凡是露在外面的皮肤 都是一样的颜色 唯一让他有些欣慰的是 跑跳间 这孩子已经有了一丝的灵力 板着脸不带笑的时候 也能唬人了 不管咋说 总是惊喜 在黑也是自家孩子不是 看见简单 他已经第一时间就扑过来了 露出仅剩下没晒黑的小白牙 姐姐 简单赶忙伸手接住 哎 慢点慢点 哎呦 这一接触 简单就明显的感觉到 这冲劲 可比以前要大上不少 要不是 他底盘稳 也得被他冲得后退好几步 不错呀 欣欣 中了 结实了 想姐姐了吗 想了想了 姐姐 你都不来看我 我想 你想的都要哭了 真的吗 成朝无奈咳了两声 别煽情了 还有俩人呢 小姑娘紧紧地搂着 简单不想撒手 立刻变成气鼓鼓 姐姐 你不要看他们 看我看我 不要看他们 不要看他们 他们是谁啊 是不是我们家的客人 来客人了 姐姐不打招呼 是不是很不礼貌 小姑娘犹豫了一下 搂着脖子的胳膊松了松 气闷闷地问道 是吗 不礼貌吗 简单小声地哄着 我们是主人 别人是客人 对不对 那欣欣可是小主人 你不帮着姐姐 招待客人吗 小孩子脑容量有限 但是主人客人的 他听懂了 顿时这气就顺了 小胳膊也松开了 好 欣欣也去招待客人 简单这才得空抬头去看 顿时又对上 两张委屈的小脸 他还呆愣了一会儿 看着半大的孩子 要哭不哭的 才猛然反应过来冲过去 呀 小蕊小安 你们怎么来了 想的是 他们没准能来 但是他自己心里也清楚 这种可能性真心不大 一是他们俩虽然长得大 但是也就十岁 还真是个孩子 又从来都没有 离开过两口子身边 从大西北到大东北 穿越大半个国家 唐素梅肯定是舍不得的 再说 这时候如果没有什么紧急情况 谁家出门坐火车呀 圆 安全性上也是个隐患 看到孩子这一刻 简单其实是惊讶的 随即就是满心的心细 啥烧到的 冷不冷 饿了吧 先进屋来 歇一会儿 星星带着哥哥去西屋休息 开了院门 简单熟门熟路的 领着两个孩子往里走 承朝大长腿 慢悠悠的跟在后面 进了屋了 小姑娘才发觉不对 也顾不得客人又冲了出来 姐姐 吉祥如意他们呢 是不是被人偷走了 自己钻到狗窝里 去检查一圈 也没找到 出来就插着腰 不高兴得很 小黑炭一般的孩子 插着腰 巴巴的一副 要找人算账的架势 两个大人摇头好笑 放心吧 谁也偷不走 待会儿就回来了 小姑娘还不信 再三确认 真搭 真搭吗 真的真的 比真金都真 你 那个 去问我两个哥哥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带他们去地窖拿东西 一会儿姐姐给你们做 好不好 这要是不给安排点活 他肯定在这纠结的没完 你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小姑娘立刻这注意力 就转移到吃的上面了 哒哒地跑到自己的小菜地 姐姐 我的菜呢 地窖里呢 城巢哥哥都给你收起来了 你种出来的西瓜 都等着你呢 想不想吃 想不想给哥哥们也尝尝 你去问问他们会不会 第389章 也别让别人知道 孩子和孩子的敌意 来得莫名其妙 友谊也来得突然 等几个孩子 从地窖里上来 已经是一起灰头土脸 又嘻嘻哈哈的好朋友了 一个锅做饭 一个锅烧水 做好饭 三个孩子 也都洗刷干净自己了 排排坐在炕上 原来简心 还有个小姑娘的样子 现在这么一对比 好家伙 他比成瑞哥俩都要黑亮 成巢也发现了 成瑞哥俩自小 就跟着在大院训练场的跑 这肤色本身也不白 还不怕晒 哪项减心 一晒就黑 几个孩子坐在一起 对比还挺明显的呢 这 可能是天生的 成巢都有点忍俊不惊 吃饭吃饭 吃完饭尝尝星星种的西瓜 小瑞小安 你们尝尝 是家那边的西瓜田 还是星星种出来的田 小姑娘得意地晃着脑袋 当然是我种的田 你们会吗 这个小妹妹还挺喜欢的 说话也哄着 我们没中过 也不会啊 你能教我们吗 没有食不言请不语 一顿饭也是很热闹 不过吃完饭 吃饱喝足 身下的火炕还热乎乎的 小哥俩的倦意就很明显了 眼皮都支撑不住了 等简单和成巢收射厨房再进来 小哥俩已经睡得乎乎的了 小姑娘跟着凑热闹 歪在一边也睡得四仰八叉的 好家伙 这下好 啥也不用吃了 不得睡一下午啊 俩人上去把孩子们换了一下姿势 又拿了被子盖上 这才坐在一边说话 让成瑞哥俩过来 成巢是想给简单做个伴 但是刚才这一顿饭就忙活成这样 他又后悔了 这不是给他找活呢吗 有活你就支持他们干 过几天又往那边去的车 再让他们跟车回去 啊 都这时候了 回去也没有什么事吧 过完年再回去呗 就这么着急吗 简单纳闷了 不是让孩子来陪他的吗 这咋来了 就要送走吗 你确定 我是想着 让他们来跟你做伴 他们也当出来走走 今天我这一看 你自己清清静静的 他们俩在这 你可就不能消停了 他们俩在懂事 那也是孩子 要是真在这过年 你可真就要操心了 简单一笑 之前他是有这种想法 但是今天见面 这会儿功夫 简单愣是没有一丝不耐和烦躁 哥 你要说这个 那才是真把我当外人了 我在二叔家住了 这半个多月 一天惹一个事 还带着孩子 把孩子都弄得受伤了 二婶都没说啥 你还跟我说这个 事不纯心让我难受的 你是我哥 他们也是我亲弟弟 那弟弟在自己姐家 别说就一个寒假 过个年了 就是天天住这 那也是正常的 承朝抱着肩膀 靠在墙上 只觉得 现在的简单 跟自己出见那个话不多 面色冷淡 却又热心地救了他 又给他做吃的的小姑娘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他就说嘛 他妹妹 哪哪都是好的 哥 简单伸手 在他眼前挥着 你想什么呢 怎么还愣神了 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承朝回过神来 就看见简单关心的目光 听见了听见了 你说的都对 亲哥 亲弟弟 不客气 炕上 承安翻了个身 嘴角向上翘着 放心地睡了过去 欣欣能住几天 你呢 今天还回去吗 我得回去 小孩 让他在家陪你几天 过几天 我再来接吧 这段时间 说是这孩子可挺能吃苦啊 老简也很心 带着他跟着那些冰蛋子一起训练 除了特别高的那个项目 其他的 他愣是都跟下来了 看着炕上睡得香喷喷的孩子 简单还是心疼的 那简叔是啥意思 让这孩子从军 还是单纯的就是防身啊 老简吃过的苦 他应该不会舍得让孩子再吃一次 而且 盛家就剩他们两个独苗苗 老简呢 有没有成家的打算 这孩子 就是盛家唯一的希望了 说到这个 简单又想起盛之缘 给他的那堆巨额抚养费 看了眼孩子 压低了声音问成潮 哥 你说 现在星星也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盛家的东西在我手里 就没有必要了 之前问了简叔 他的意思是 给我就是我的 可是我总觉得 不自在 名正言顺的盛家人也出现了 我想找个时机 把东西都还回去 之前我收下 也是因为盛之缘的托孤 如果不收 他就不放心 而且 也有可能会被别人惦记 或者糟蹋了 权益之下 我这才先保管着 以后留给星星 不管怎么样 这也是他安身立命的底气和本钱 现在 也没有必要放在我手里了 成朝沉思片刻 老简这么说 应该也是真心的 盛家人别的不说 知恩图报 一诺千金 盛之缘的许诺 他不可能自己给毁了 在一个盛家之凡夜冒 底蕴身后 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被打倒的 可能还会留有其他的后手 只待有了春风 在卷土重来 简单被他逗笑了 哥 你能换个词吗 听着这么别扭呢 成朝拍打着自己 呵呵笑 口误口误 从头再来 是从头再来 你要是真觉得 拿着盛家的东西烫手 那回头 我就去探探他的话 不过 这个时局 慢儿 可要藏好了呀 不然惹火烧身 那就不值当了 对上成朝意味深长的目光 简单习惯性的飘忽了一瞬 然后对上成朝的目光 就稳住了 放心吧 藏东西 我是专业的 看了两秒 成朝点点头 好 你心里有数就行 嗯 也别让别人知道 后半句有点别扭 含含糊糊的 简单一下子就笑开了 这个人也太可爱了 明明心里就很好奇 却能忍住丝毫不问 还记得叮嘱他 注意安全 不说别的 当哥哥 是合格的 成朝被他笑得有点恼了 耳边也染上了红玉 想了想 又掏了一把钱和票出来 也没数 一股脑的塞给他 缺啥你就买 别舍不得 花完了我再给你送 我先回去 过几天再过来接他 第三百九十章 成朝的不放心 其实成朝走得并不放心 这么长时间 他对简单也算了解 那就不是一个压事的人 看着冷淡 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 其实跟自己无关还好 若是跟自己 或是家人朋友有关 那他可真的能疯起来 一个大孩子 带着三个大小孩子 成朝想想 都觉得不放心 一个确实小 但是就喜欢热闹 还不知天高地厚的星星 一个凑热闹 不怕是大的成瑞 加上一个稍微懂事 但是也还是孩子的成安 再加上一个 就爱上山玩的简单 不用想都知道 这几天肯定是鸡飞狗跳 热闹得很 哦 还有四只跟着闹腾的狗子 回去的路上 成朝这脑袋 就一直惦记着 生怕下一秒 就有人找上门来 直到回到部队 这眉头都没有放开 成经纳闷 你不是送孩子去了吗 怎么苦大抽身的 成朝一屁股坐下来 整个人都严肃得很 我在想 他们几天能翻天 成经一脸无语 你就不能盼着点好 简单他们 倒是也没像成朝 想的那么放飞 主要是 小姑娘好几个月没回来 又来了两个哥哥 惦记着去找小伙伴 也想跟他们炫耀一下 家里突然间热闹 简单还有些头昏脑账 听到这话 赶紧摆手 快去快去 去玩吧 带着哥哥呀 要玩 看着兴奋的镜头 不用想也知道 他肯定要先去找胡子 那简单就更不担心了 他在村里混得好着呢 孩子出去了 他也没闲着 看了两个孩子 带过来的包袱 就是两件换洗的衣服 一人一件就棉袄 下百处 还能看出来拼接的痕迹呢 估计是小了没舍得做新的 又接了一截 其余的 都是给自己带的东西 唐素梅做的衣服 肉干 还有当地的一些大枣之类的 都是好东西 别说 唐素梅是真的 把他当成了自家孩子 这好东西都送过来了 看了看旁边 孤零零的几件衣服 简单翻了翻自己的存货 拿出几块蓝色灰色的布料 又找了一包棉花 都塞进贝楼里 回身锁门的功夫 几个孩子就满脑袋的汗跑回来了 姐 你干啥去 领着我们啊 简星毕竟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看他拿这些东西就知道了 是要去找三奶奶吗 对 你们也要去吗 承睿已经勤快地 伸手去把贝楼接过来了 姐 我们送你去 跟自己差不多高的两个小子 一左一右的 跟大护法似的 前面还有个蹦蹦答答答的小姑娘 简单这出行的阵容 也着实是打眼 这才挤不到 还送我 我看你们就是想玩吧 嘻嘻哈哈的 本来也没多远 路上还遇到了上山捡柴河的村民 看见他们 那好奇的目光 也不停地投过来 简直青 这是 你家亲戚啊 这就到了简星出场了 笑眯眯的介绍 这是我哥哥哟 是姐姐的地点 蹦蹦答答的 几乎是贱人就炫耀 然后两个孩子就抬头礼貌地笑 这路程确实不远 但是这一会儿 就遇到了五六个人 这自己想笑就笑 和被迫地笑 他实在是不一样 这就连射牛的成瑞 都有点不会笑了 这把孩子委屈的 看着人走了 赶紧凑过来 敲嬷嬷地问 姐 还没到吗 简单赶紧调整一下表情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快了快了 前面再有几家就到了 对了 被搂沉不沉 累不累 几个孩子是跟着乘巢过来的 没坐牛车 小老头不知道 见到一窝蜂进来 好几个还愣了一下 快进来 你咋过来了 三爷爷 姐姐是来找三奶奶的 简心已经成了一个合格的嘴吕 简单也笑着答应 三爷 我来找三奶奶 帮我做几件衣裳 这是我二叔家的两个孩子 放假了 正好过来陪我 又回头让两个孩子叫人 老太太也从厨房进来 赶紧地上趟坐着 这外面是一天比一天冷了 你那火枪烧了吗 他们烙起了家常 刘三爷就挪下了地 披着衣服出去了 三奶 这是我弟 我寻思再给他们做个外套 做个换着穿的棉袄和棉鞋 这不来找你了吗 行啊 我去找他帮忙都给报仇不说 那布料也都是网多了给 每次剩下的 够给孩子做件衣裳的 就是说 也不是非得贪那点东西 但是这人情往来的 谁不喜欢这种处事大方的呢 正好现在也没有啥事 我快点做 几天就能完事 说着就去柜盖上 拿自己的婆罗 来 先量两尺寸 他们可比胡子壮实多了 这倒是真的 哥俩毕竟是在军区长大的 再怎么样 条件也要比这农村的老百姓 要好上不手 成家也有家底 就这俩孩子 跟一般的孩子比 那是好上三五倍不止了 成瑞和成安都呆住了 压根就没想到 刚来第二天 他姐就要给他们做衣服 还做棉袄 他妈给他们做衣服 也没这么好横啊 那也都是算计又算计的 毕竟他爸平时 也要帮这个帮那个的 布票就那点 他们长得还快 唐素梅可不得算计着 来之前还叮嘱他们 他姐一个人生活 让他们是来帮忙的 不能要这样那的 当即就从抗炎上出溜下来 连连摆手 不要不要 姐 我们有衣服 真不用 简星已经爬上炕去找小花了 听见这个 转头就跟简单当面告状 姐姐 他们不听话 她可不知道什么是客气 只知道姐姐给的 她可都是乐滋滋的 就是 怎么不听话呢 你们不把我当姐了是不 不是不是 孩子毕竟是孩子 还是挺好骗的 被老太太拉着 前后转了几圈 就被放出去了 连着简星和小花一起 你们也出去玩吧 领着哥哥呀 几个孩子脆声声地答应着 出了门就没眼了 老太太记了尺寸 也没闲着 当即就把布铺在炕上 准备裁剪了 用不用做大典 第三百九十一章 你也想跟我们一样信简吗 简单知道 农村孩子的衣服 都是直接做大 往里窝着签上面 然后随着孩子长大 再一点点的放大 这样 一穿能穿好几年 新三年就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就这新衣服 这么穿 到最后 也都是补丁落补丁 有的人家就连鞋子 都坐大两个马呢 不过简单一想到 小孩穿大人衣服 他拉着大鞋的样子 就一阵阵的不适 就别说孩子本人的感觉了 不过能做一件新衣服 已经是很难得很难得的事了 谁还会挑那些大小的问题呢 也难怪老太太会这么问 这么大的半大小子 正是窜在头的时候 这衣服更是 几乎是没怎么洗呢 就短了一截 不用不用 套棉袄的外套 稍微大一点就行 棉袄啥的 比正好大个边就行 鞋也是 太大了 孩子穿着不得劲 他们也不老实 能活动开就行 老太太看他一眼 还真是不抠门 不过也没说什么 人家自己的东西就答应着 行 大一点 这个冬天肯定够 穿到开春 行吧 行行行 你呀 就是太大方了 简单自然能听出来 就差说不会过日子了 嘿嘿 那不得分人吗 之前我去那边 我二婶对我那才好呢 给我做的新衣服 好吃的不给他们 都给我留着 这回还给我带了那边的特产 对我也不小气啊 老太太简子停了一下 你亲婶子 嗯啊 那还真不错 别说婶子 就是亲妈也都不一定 就能做到好东西 都给闺女不给儿子 还真是不错 是吧是吧 这一脸的得意啊 看得老太太笑的一脸的褶子 你呀你呀 虽然出现的有点晚 但是这些家人 还不错 看你这心情就能看出来 你是喜欢的 简单倒是没有不高兴 说的也是实话 是 其实这些亲人 都挺意外的 而且 是我爷爷的兄弟 隔着两三代 不算近了 我也没想到 他们也真的没把我当成外人 你呀 好人有好报 这回信了吧 可能吧 他前世那样的身份 自然对着好人的辨别 自有自己的一个标准 不过也不得不说 这个事情 用好人有好报来形容 居然还合适的很呢 严格算起来 这一切的开端 是从成朝 摔进简单的后园子开始的 若是当时没有把他救回来 任他在后院自生自灭 或者干脆的直接交给村长 也许 之后就不会有越来越多的联系 也自然就不会有相认这一说了 有了几个孩子后 简单的生活彻底的热闹了 不过 他倒是闲下来了 毕竟小孩有人看了 狗有人喂了 洗衣服也有人盯着 甚至他还得偷着洗 三个孩子的压根 他就抢不上 成瑞哥俩那安排的 叫一个井井有条 小姑娘刚从部队过来 对这套规矩呢 又熟悉得很 几天下来 要不是两个孩子 确实不会做饭 就连做饭的活 简单都快抢不上了 你们要是在这住上一年 都得把我养懒了 我妈说了 咱们家救你一个女孩子 就得宠着 就是 旁边的小姑娘 搭搭跑过来抗议 我也是我也是 我也是女孩子 成瑞没够脑子 嘴比脑子快 就突了出来了 你不信成 不算我们家的 成安回首就对他一下 轻声呵斥 哥 说什么呢 小姑娘已经听不见别的了 就听见一句 你不算我们家的 哇 得一声就哭出来了 我是 我是 姐姐家的 你们 你们柴不是 坏蛋 坏蛋 成瑞反应过来时 小姑娘已经哭得 一把鼻涕一把泪了 她顿时就马爪了 你 你别哭啊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你别哭了 好像不行啊 小少年急得满脸通红 又不敢大声 手忙脚乱的哄着 还不时的回头往厨房看 生怕简单听见 不一会 她自己就满头大汗 小安 你快过来帮我哄哄 我没有那意思 就是顺嘴一说 真的 成安真是不想理这个 时不时就把脑子丢了的哥哥 但是也下意识的看了眼厨房 任命的自己来哄孩子 好了好了 星星 小瑞哥哥是骗你的 小姑娘还在抽气着 成安开始忽悠 真的真的 她是羡慕你 才会胡说八道的 不光成瑞傻眼了 小姑娘也慢慢的停下来 从手指缝露出眼睛 真的 真的真的 成安顺势把孩子搂过来 指使成瑞去拿湿毛巾 小姑娘急切的扒拉着她 问为什么 姐姐姓什么 你姓什么 擦干净的小姑娘 虽然不是白白嫩嫩 鼻尖还有点发红 但是也还能要 乖乖巧巧的 信件啊 我跟姐姐是一样的 小安哥哥 你不知道吗 成安装模作样的叹气 是啊 你看你跟姐姐都姓简 小瑞哥哥姓什么 他姓程 你说谁跟谁是一家的 小姑娘眼睛一亮 我 我和姐姐是一家的 成瑞顺势蹲过来 一副伤心的模样 哎 你们都姓简 别人一看名字就知道 你们是一家人 我太伤心了 才说错话的 你能原谅哥哥吗 小姑娘犹犹豫豫的 有点傲娇 但是看成瑞 确实好像很伤心 你也想跟我们一样姓简吗 哎 成瑞愣了一下 这么包容吗 还能这么解决 我 我也能姓简 成瑞也愣了 想说什么 又闭上嘴 算了算了 你高兴就行 傲娇的轻哼一声 小姑娘转头就换上笑脸 乐颠颠的去找简单了 姐姐 成瑞慢慢的站起来 小阿 咱们这不是骗人吗 成瑞回头给了她一个白眼 马后炮 哪儿骗了 哪句话是假的 姐跟咱们明明就是一家人 她跟简心也是一家人 你别忘了 他们还在一个户口本上呢 你刚才那话 确实说错了 我 我知道说错了 可是 他们是一个姓 又不是真正的一家人 那我们不是一个姓 就不是一家人了吗 第三百九十二章 新衣服 成瑞虽然是大的 但她也知道自己冲动 想得少 在听话这方面 一向做得很到位 成拙的 唐素梅的 还有这个弟弟的 她都听 这个自知之明 她是有的 不是不是 是我说错话在先 不应该拿这个来气孩子 成安头疼得很 哥 你也不是几岁的孩子 把一个五岁的孩子气 哭了光荣吗 要是这么说 姐跟我们 也不是一个姓 那就不是一家人了吗 谁说只有血缘 才是一家人了 爸以前说的话 你你都忘了脑后了是吧 成瑞立刻严肃起来 绷着小脸 没有 是我错了 一会儿我再去跟星星道歉 争取得到她的原谅 完后 简单跟小姑娘俩人 捏手捏脚的进了屋 你看 他们确实不是故意的 对不对 嗯 小孩心思快 过去了就高兴了 姐姐 你做了好吃的吗 这么香 对 去叫哥哥们一起吃吧 哎 小姑娘又跟没事人一样 一边拉着一个 快走快走 姐姐做了好吃的 成瑞顿时又成了暖心大哥哥 开始细心又耐心的伺候起孩子来 简单暗暗点头 不说别的 淘气归淘气 冲动也是真冲动 但是成瑞听劝 能分辨是非对错 也没有仗着自己大舅哄弄孩子 也是规规矩矩的道歉 刚才听见哭声他特意没出去 就想看看孩子能怎么解决 已经很出乎他的意料了 对着一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小孩 也能正经道歉 成安也是一样 等欣欣走了才给他哥讲道理 面对自己亲弟弟 成瑞也不算丢面子 不得不说 成卓这家风是真心不错 姐 快来吃 一会儿凉了 哎 来了 天冷得快 老太太速度也不慢 几天就把衣服做了出来 送过来的时候 两个孩子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哪个孩子不喜欢新衣服呢 简心也巴巴的盯着看 那小眼神让人心软的不行 简单那天没想起来 新兴的衣服之前做的很多 是不缺的 回来后一寻色 三个孩子落下一个好像也不大吼 后事不都说 您落一群不落一人吗 到时候都穿新衣服 就这小孩没有 他肯定会心情不好的 于是又找了浅色布料 单独的又给送了过去 三个孩子连绵衣绵裤绵鞋 带单衣 又是蓬松着 体积是不小的 送走了老太太 简单也不再逗她们 一圆一落呀 自己找自己的 去试试 看有没有不合身的 哥俩是双胞胎 但是长得不是很像 不光是好无关 就是体型上也很明显 个头差不多 承睿更壮实一些 承安要比承睿瘦一点 就显得更秀气 两个孩子的衣服 也都是按照他们各自的尺寸做的 不合适也不大可能 不一会儿 三个一身新的孩子就出炉了 不得不说 孩子的愿望真的不高 有吃的 有穿的 就已经很高兴了 换了新衣服 三个孩子都喜气洋洋的 小显眼包还特意 扯着自己的衣服 到两个哥哥面前嘚瑟 我的是花衣服 比你的好看 两个大的也不跟他争执 对 你好看你好看 两个小子也乐得刺着大白牙 眼里的欢喜都溢出来了 和珅吗 和珅和珅 小姑娘乐得 扯着特意做的花边 原地转着圈圈 好看好看好看 我最好看 成朝进来的时候 这西屋几个孩子 还没展示完呢 一进屋就看见了 哟这是做新衣服了 小姑娘转身就扑了过去 你看我的新衣服好不好看 两个小子也挺着小胸脯 那显摆的表情 就差明说 你看看 我你看看我了 成朝挨个夸了两句 才被让到康边坐下 你给他们做新衣服了 看了眼那些促新的布料 虽然也只是最普通的粗布 但也不是那么好得的 他虽然不用算计着生活 对自己兜里的钱票 也是有数的 这些衣服 自己给的那点票 那是远远不够的 更别说还得花钱 还有那棉花 刚才拍肩膀 他就感觉出来了 渲软得很 应该都是新棉花 简单已经拿着暖壶 给倒了热水 看他坐下 直接给推了过去 喝口水热乎热乎 外面越来越冷了 然后才回答他的问题 他们就拿了那么两件衣服 棉袄也是旧的 我估计 二婶是不是把那布票 和棉花票 都给我做衣服合备了 这些布和棉花 也是去年买多了没用完的 放着也是放着 那些蓝的灰的 我能穿几件 给他们做了换着穿呗 再说 这年也没多远了 那孩子吗 过年还不穿件新衣服 成朝倒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对他的大方 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舍得 大气 好像对这些身外之物 看得很淡 上次那数不尽的东西就是 这些东西 又给了他这样的感觉 这得是什么样的底气 才能有这样的胸襟呢 当然不是说穷人不好 而是物质条件不好的话 再伟大的报复 在胸怀天下 也不能只靠一张嘴 没有物质做基础 做什么都会受限 一分钱难道英雄汉 这话不是空穴来风的 就是说 那古代君主出征 都要先备足粮草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虽说上战场需要的是刺刀 但是粮草是保障 是打胜仗的底气 想想 成朝也想笑 这点和成家人还真是 一样一样的 你是真大方 简单白了他一眼 你这话说的 我就自己不缺吃不少喝的 自己弟弟妹妹还不大方 留着给谁啊 对对 就你们是亲的 我是外人 是不是 简单气笑了 大哥 你几岁 还跟孩子争这个 毛 你身后 什么 成朝本就是故意逗去的 文言回头去看 两件衣服板正的叠好 放在哪 啥意思 简单笑的 跟个偷了心的小狐狸 你不是说 是外人吗 本来是给你做的 你要是不要 那就 给我的 第三百九十三章 他是自私的 成朝只感觉巨大的惊喜 整个人都飘飘然了 这些年跟着小叔在这边 部队里都是操汉子 家里就二婶 一个女性 离得远也顾不上他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专门给他做衣服 真的是 给我的 当然是啊 简单就觉得 这人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 不会是被刺激到了吧 不由的还有点懊恼 撒了哥 你没事吧 就两件衣服 不至于的呀 他还准备了别的东西打算给他 不过看着承受能力 要不再等等 成朝自然不知道 自己差点错过了什么 没事没事 高兴 我是高兴的 把衣服板正的放在一边 回头正了脸色 把孩子打发出去 才说到 我今天本来是打算来接孩子的 但是 话题一转 语气就严肃了 但是简叔那边接了任务 下午就要出发 孩子 还真就得先放在你这儿了 这是他让我拿过来的票 这包里是孩子吃的 来得及 没买多少 到时候吃完了 你去公社买吧 越听越不对 简单赶紧打断 哥 啥意思 你们这是长期任务 还是咋的 用得着交代的这么仔细吗 看成朝的表情 简单心里 也是咯噔一下 不是 等会 不会你也要去吧 成朝转移开视线 嗯 简单也不是那离不开人的小孩子 倒也不至于又哭又闹 相反 成朝能在走之前知会他一生 他这心里还有点底 不过 出任务 等于危险 这脑袋就拴在裤腰带上了 这些他上辈子是深有体会的 每次出去 都要准备充足的装备 不为别的 谁不想全须全意的回来 你什么时候走 一会儿 刚说完 他起身就往东屋走 你等会啊 我给你拿点东西 成朝眼睁睁的看着他匆匆出去 又匆匆回来 还笑呢 你慢着点 急啥 简单把一个不大的包袱 塞到他手里 指了指东屋 给你 去换上 不要问 但是不能离身 我就希望你能安全的回来 成朝愣了一瞬 郑重的接过去 点头 我会的 我一定会安全的回来 留下你自己 我不放心 在东屋磨蹭半天 出来后成朝确实 没有多问 只是眼圈有些发红 拎着包袱跟简单告别 临走时 还揉着他的发顶 放心 哥会好好的回来的 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 简单心里有些乱糟糟 刚才成朝说要出任务 他明显的感觉出他的紧张 猜测这次任务 可能要比往常危险 这才不惜暴露底牌 拿出了一件防弹衣 这是后世基地 在普通防弹衣的基础上 又做了多次改进的 不光防弹效果升级 普通的子弹和刀剑匕首之类的 防护几乎是百分百 简单从来都不认为 自己是个好人 他是自私的 刚才拿出来的时候 他也犹豫了一下 倒不是不舍得给成朝 只是明知道出任务的是两个人 他也只拿了一个 成朝还说得过去 苏然不知道他的秘密是什么 但是他没有伤害国家 伤害别人 成朝还会帮着他做掩护 至于其他人 他不可能再把秘密暴露出去 他们可都是火眼金睛 一件东西可能不起眼 但是在他们眼里 那就是妥妥的疑点 最后还是给自己惹麻烦 还是解释不了的麻烦 说他自私也好 冷漠也好 成朝已经是他最大的底线 连成拙和成静他都没给呢 别人自然就更不会了 成朝面上很平静 实际心里如同凶涛骇浪 刚才他一上身 就感觉出不对了 想也知道 这关头 妹妹不会 无缘无故地给他一件这样的衣服 突发奇想地 拿着随身的匕首试了一下 果然 毫发无损 当时他第一反应 是要问问 他是从哪儿得来的这好东西 但是很快就清醒过来 很多他都没见过的零食 在西北大集 让他故意找的机会 让他独处的时间 和后来的眼神 还有那稀缺的消炎药 他怎么忘了 妹妹是个有秘密的人 拿出这玩意儿 也是正常的吧 想是这么想 他还是把这衣服贴身穿着 心里也暗想着 以后也不能跟他们一起洗澡 妹妹的秘密 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跟这个一相比 包袱里的消炎药 退烧药 就不那么突兀了 几个孩子出去跑了一圈回来 就发现 成朝哥哥呢 走了 小姑娘拍着胸脯 我还以为是来接我走的呢 看着这副松了一口气的小模样 简单就想逗他 你想走啊 那我去喊他回来 做事就要下地出门 小姑娘信以为真 吓得一把抱住简单的大腿 不要啊姐姐 地下的两个小子 哈哈笑 姐逗你呢 简单也笑 就这么不想回去 简心就是撒娇 舍不得姐姐 不想走 行行行 在家多住几天 好不好 成睿在后面做鬼脸 略略略 你就是看大哥走了 才在这撒娇 哼 才不是 好吧 感动不过三秒 两个人又闹了起来 成安也无奈地摇头 大哥是越活越回去了 一天比一天冷 呼出的哈气都能白霜了 简单也给几个孩子 换上了棉袄 白天也不拒着他们 跟村里孩子疯跑 村里孩子没见过外面的世界 听他们说 那些事情都很新鲜 孩子嘛 有共同的兴趣 就能玩到一起 再加上还有个小简心 没几天 跟村里的孩子 已经混得成了兄弟 这不 刚吃完饭 就有孩子过来喊了 我们要上山捡柴 你们去不去 几个孩子放下饭碗就想跑 简单拍了拍桌子 等会等会 你们几个孩子 可不能往里走啊 这边孩子还没走呢 那边谭亚军 和几个女知青也过来了 我们去捡柴河 去不去 第394章 有人来过 正好几个孩子 上山第一次单独上山 他也不太放心 当即就回去拿贝罗 去 几个孩子更高兴了 去去去 吉祥 吉祥能带吗 小姑娘喜欢 因为这是伙伴 承睿和承安喜欢 更大的原因是 身上的野性 行 带着 村里人也都知道 这狗只要不惹他 他就不会咬人 不过简单也还是叮嘱几句 这才把狗放出去 这下好 狗在前面聊得飞快 后面六七孩子嘻嘻哈哈地跟着 知青们跟在后面 你说说你 你还是个孩子 原来养着一个小的 现在可好 三个孩子 看着那两个半大孩子 谭亚军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得吃多少 简单黑黑笑 那是你们不知道 我现在可轻快了 家里的活都轮不着我了 我就能做个饭 也都快被他们学会了 这到时候他们走了 我都得不习惯了 听听 多气人 几个人都笑 你呀 心里美的吧 谁让我有个心疼老姐姐的弟弟妹妹呢 哈哈 在山脚捡柴的村民不守 他们就往上走了走 找了一处山坡 几个人就在这一片 找着树枝枯树之类的 一边说着话 哈 魏淑娟把手放在嘴边暖着 这天也太冷了 过些天 这手都拿不出来了 嗯啊 再过这都快到腊月了 也该冷了 你们腌的酸菜都好了吗 腌了 再有半个月就能吃了 还是我跟昭帝一起烟的呢 谭亚军倒没有别的意思 他刚来的时候 就是跟李燕 林昭帝一起的 一起吃 一起住 一起上宫 感情自然深厚一些 既然说到了 简单就顺势问了一嘴 新婚夫妻小日子 应该过得不错吧 哈哈 可不是吗 那个刘国强也是个不错的 前几天看着昭帝 那面色比之前都好不少呢 哎 收起他我就想起来 昨天我看见李燕了 好像跟陈建国吵架了 回来的时候 眼睛都红了 谭亚军皱着眉头 不能吧 上回看见他 还好好的呢 反正是挺伤心的 我问他他不说 看你不在他就走了 还不让告诉你 要不是说起来 我都没想起来 苏洪把树枝上的枯叶子掰下来 又放到一起 突然又想起来 不过 算算日子 他应该没有几个月 就该生了吧 那肚子 我好像没看出来 又那么大 还回头 去问不远处的唐翠 是不是 那肚子你注意了吗 唐翠摘下手套 搓了搓手 对 肚子视频的 听了一下 又接着说 上次收山的时候 他就没露面 但是 有人听到了 他家里有争吵声 谭亚军眉头皱得更紧 李燕和林昭帝 对他来说是不一样的 刚过来那段时间 他正是低谷的时候 他们几乎是整天陪在他身边 对他来说 那是精神依托 这些知青 除了林昭帝和李燕 谭亚军最亲近的就是简单了 听了这话 不由的就看了过去 简单脸色也有些不好 他对村里的事 一向不上心 对知青们那边 也很少主动 但是他们几个的事 他还是关心的 雅军姐 待会回去 咱们去看看吧 他婆婆也不在身边 他身边就陈建国一个人 那吵架还能因为啥 陈建国敢欺负燕姐 其他知青对李燕 他们的感情一般 也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大部分也都是看热闹 不过谭亚军确实是真的着急 刚才上山的好心情 也都没有了 行 我倒要去看看 陈建国哪来的雄心抱子胆 简单一看 这是要去干账 你不至于吧 事情还没搞清楚呢 燕姐也是个大人了 都成家了 啥是他 还能没个章程吗 再说 陈建国是怎么对燕姐的 咱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应该不至于这么快 这感情就淡了 没准是有什么误会 人家两口子有什么事呢 你别这样 咱们是外人 关心一下可以 只要陈建国犯的 不是原则性错误 咱们不能管那么多 谭亚军自然也知道 只不过一时生气 不过这会儿是怎么想 陈建国都不顺眼了 好吧 这就已经给陈建国定了罪了 几个孩子在周围跑着 天冷又带着孩子 也没在山上待多长时间 一人背了两捆柴河 就打算打到回府了 下山经过山脚的时候 简单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看了一圈也没看出来 也没放心 脚步不停 但是已经把孩子 都拘到身边了 其他人看着 有些奇怪 谭亚军也投过来目光 简单轻轻地摇头 到了家门口 也没让孩子再出去玩 他们几个要回家 帮姐姐干活了 明天再去找你们玩好不好 孩子是无所谓 只谭亚军有些不放心 悄悄地问 真没事吗 简单若无其事的 能有啥事 你先回去吧 啥时候去看烟简 明天我去找你 看简单不说 谭亚军也就是换了话题 也行 那明天的吧 你也赶紧进屋 把炕烧一烧吧 这天是越来越冷了 我看 也快要下雪了 快了 也到时候了 关上大门 小哥俩一脸严肃 姐 出什么事了 简行也紧紧地捂着嘴巴 不敢出声 简单扫了一眼院子 墙灯的陷阱 没有被动的痕迹 不过 院子里总有那么一丝 有人来过的感觉 但是现在却没有 其他人的气息 没有人 先进屋 检查一下 有没有被动的地方 好 三小只甸甸地进屋 去干活 成瑞哥俩 自小在军营长大 对这种气氛不陌生 小姑娘多少也是 在那边待了几个月 这种雷厉风行 也染上了不少 她也目光冷冷地 跟在后面 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小虫子 忍不住了 要来捣乱 是单纯地看不惯 她过得好 要来弄点钱 还是什么阴暗心思 或者 她冷冷地看向 知青院的方向 还是 终于忍不住了 要开始耀武扬威了 第395章 做戏 算算 时间也不短了 该传的信 也应该传到了 不过 在山上的时候 他们没说 那是刚得到的消息 还是在续谋什么 或者 单纯地就是要报复 不过 能不触动陷阱 翻进院子 还能悄无声音地 撬开门进屋 这人本事不小啊 不一会儿 几个孩子就发现了 不属于自家的东西 放得并不隐蔽 可以说 手段很是粗糙了 姐 这本书不是我的 这有封信 姐姐 这个是什么 简单都要气笑了 这人是跟他有多大的仇啊 一本外文期刊 一封电报 最后这是什么 一部电台 真是看得起我 还能用这么重量级的东西呢 这是要一锤死锤死我了 成瑞哥俩是见过这东西的 多少知道点重要性 简心没见过 但是看哥哥姐姐这么严肃 也知道不能胡闹 静静地听着 简单压根也没寻思着 要瞒着孩子这一茬 在他眼里 家里就这几个人 这孩子放在别人家 还不如 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放心呢 姐 咋办 成瑞和成安 拳头都攥起来了 姐 你说 我们听你的 简单也没想好咋办 冰来降荡 水来土掩 人家在暗处 咱们在明处 栽赃了 估计也快来陷害了 你们说怎么办 姐 先把东西烧了吧 让他们啥也找不着 成安皱着小眉头 看了简简单 眼神里闪过一丝狠力 姐 你知道是谁吗 简单看他一眼 大概知道 你有什么主意 以其人之道 还是其人之身 说完了还不安地看着简单 生怕简单认为 他是个狠心的 姐 你觉得 行吗 简单很是干脆 甚至还笑了 行啊 当然行 要是任人欺负 那才是怂包呢 成安眼睛瞬间亮起了小星星 重重地点头 嗯嗯 说是这么说 但是这事可不能让孩子干 多少也有些上不得台面 还是别霍霍 他们幼小的心灵了 主意是你出的 那执行就由我来 姐 那我呢 那我呢 你和欣欣 把东西收拾收拾 再仔细检查检查 不好的东西都跳出来 然后我处理 应该是人进来的匆忙 一共还真的 就那三样东西 简单用纸包着 就从后院悄悄地溜出去了 过一会回来后 就把孩子打发出去 去吧 大声喊 听到的人越多越好 姐在家等着你们 不过 主意安全 知道吗 三个孩子 郑重地接了任务往外跑 简单把家里大门打开 屋里的东西 也随意地弄乱了一些 很快村子方向就热热闹闹的来人了 前面的就是刘卫明 几乎是小跑着过来的 看见这园子大厂四开的 还吓了一跳 哎呦 这咋回事 这是 简单听见 声音就从屋里出来了 眼圈还微微带着红 村长说 我 我跟孩子就是上了一趟山 刚回来 你看 家里就成了这样了 跟着的村民都伸着脖子看 哪样了哪样了 其实大面上的东西 没有什么异常 简单指的是 靠墙的架子 他这屋子之前打的柜子 都没怎么用 就是放了几件衣服 在西屋的地下摆着 其他的东西都在架子上 叔 我这要说啥贵重的东西 也没有 可是 可是 他千不该万不该 把我爸的劣势 证明拿走了 那可是 我爸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了呀 小姑娘说着话 这眼泪就要下来了 一听 是劣势证明 村民们顿时就安静了 然后才议论纷纷 不 义愤填膺 村长 这可不行啊 咱们村啥时候出这人了 那可是劣势啊 村长 一定要找出这个丧尽天良的人 是啊是啊 劣势啊 连劣势都敢这么侮辱 怕不是 哎呦 可不能瞎说 人家就剩他一个了 就这点念想 真是 可怜见的 简单倒不能真的让他们的脏手 侮辱了简劣的功勋章 不过他想 借着这次大闹一场罢了 他是最烦那种磨叽的小算计 还不如一下子打死 村长 我 那些钱啥的 是我给我小数给我的 我可以不要 可是 那证明可一定要帮我找回来 那可是我爸用生命换来的 虽说是作戏的成分在 但是说着 想着 他也有些心酸 简历叶 一个劣势的称呼 和一个孤零零的女儿 若不是他机缘巧合传过来 可不就是 谁都能踩一脚 村民们很多都是泪窝子浅的 尤其是沈子大娘的 听简单一说 有的就直接开始抹眼泪了 刘卫明也气得不轻 刘家屯穷归穷 但是啥时候出过这种事啊 人家 还特意提了哥哥 小叔 那啥意思 听不明白吗 他就不明白了 现在村里谁不知道 他不是孤儿了 亲戚还是驻军的 怎么还有人敢打他的主意呢 刘家屯是有民兵的 之前一直是刘三爷训练 刘二爷管着的 这几年已经交给了年轻人负责 不过用上的时候很少 这会儿 刘卫明也是气急了 去喊民兵过来 让老韩带人去查 查不出来 就直接报公安 听见喊声过来的人不少 孩子也不少 一看简姐姐被欺负了 都回家去喊大人了 这会儿孙香 扶着刘三奶奶也过来了 看见简单 这伤心的模样 赶紧就过来安慰着 哎呦 这眼睛都哭肿了 别着急啊 魏明肯定给你找回来 三个孩子跑了一圈回来 也紧紧的围着简单 尤其是小哥俩 那是一副保护者的姿态 真是怕有人过来欺负他 很快 老韩就带着人过来了 简单也没进屋 直接就把现场让出来了 承安眼珠子一转 让他哥守着他姐 自己跟着老韩进了屋 不一会儿 就见老韩带着人 顺着屋子里 不明显的脚印出来了 人都往外去 别在这挡着 人多 脚印肯定乱 不过承安又眼尖的 在房东头发 线了几个类似的 说 你看这个是不是 我哥早上是来了 不过待了一会儿 就走了 再说 我哥穿的是军靴 也不是这样的鞋底啊 我们上山了 是跟着知心院的 好几个姐姐一起去的 刚才回来在山下 还碰到了王大娘 二婶子 然后 一副如沐的眼神 就盯着老韩 第三百九十六章 家被偷了 人群里还有人附和 刚才说到的 两个人也回来了 这是咋了 是不是小姐之亲家 出啥事了 他不是刚回来吗 能出啥事 去看看去 这个真是巧合 本来承安想的是 有人正 万一调查也不怕问 谁知道这天时地利人和 还真是敢巧了 知青们不可信 村民可信不 老韩被承安这小眼神盯着 都赶紧老脸发热 顺着脚印就找过去了 承安回到简单身边 毫不掩饰他的崇拜 姐 韩大叔真厉害 那么轻的脚印都发现了 一定会帮我们找到坏人的 老韩 脸更热了 简单心里给点了个赞 这孩子 真是个神助攻 这时候的追踪手段 本就没有多严谨 不一会儿 顺着后院断断续续的脚印 老韩就找到了 知青院的某个房间 脸色就不太好了 刘卫明脸色也沉了下来 知青的事 他是不想掺和的 但是这边当事人是简单 他就有些犹豫 更何况 刚才还是他自己放下了话 这知青现在也算是村里人 要真的撒手 不管了 也说不过去 承安站在简单身边 一副懵懂的样子 看着刘卫明的为难 善解人意的劝简单 姐 怎么会是知青院呢 难道是知青 这也是村民们关心的问题 嗨 我就说 咱们囤可没有那样黑心的人 原来是知青啊 大都是这种理所当然的调调的 简单是不想 给知青背上这个黑锅 但是对陈若南的狠毒 他也有所领教 如果不能一击即中 那以后 即便是他京城那边的家人失事了 只要他还在 这种防备和算计 就不会少 他能把相识多年的白小琴 扔给劫匪 能把能要人命的东西 塞进他家 说明他压根就没有心 别人的命 在他眼里 还不如草剑 这样的人 早晚是个要引爆的炸弹 还不如现在就给他 暗死在没爆炸之前 也省得还得提心吊胆的 担心他会给谁挖坑 会害了谁 他还想安安稳稳的 在这过个几年呢 姐 他们 他们太欺负人了 我这就去找大哥过来 他们不就是仗着 咱们家都是孩子吗 我去找大哥 咱家堂堂的烈士家属 还被人这么欺负 部队不管吗 政府不管吗 这我们还在呢 要是就我姐自己 那还不被欺负死了 承安还看着呢 承睿就气呼呼的上前了 越说越气 这说的 自己都气哭了 村里人一看 可不就是吗 刘卫明也叹气 这不管是不行了 也心里 恨这个惹事的人 你说 你惹谁不好 来惹他 一群人来到知青院 老韩带着人 已经把前后门都堵住了 知青们也都站在院子里 天冷 都手抄着袖子 动得刺子哈哈的 有人迷茫 有人目光闪躲 简单 谭亚军是一眼就看见了 眼睛通红的简单 几步就过来了 你这是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他来这么长时间 还是头一次 见着简单 这副委屈的模样呢 这才刚分开多大一会儿 他还没收拾完柴盒呢 简单不说话 就咬着嘴唇 看着知青们 承安抿了抿唇 小声说道 我们刚才到家 就发现 家里进人了 不光大哥拿过来的钱票丢了 还有 承安看了一眼简单 似是为难的 还有 姐姐爸爸的劣势证明 也不见了 别人的唏嘘不说 反正陈若南心里 是咯噔一下 什么意思 还丢东西了 他就是放了几样东西 可没动别的东西 难道还有别人去了 那什么时候去的 会不会看到自己了 是敌室友 这个是 会不会是那人闹出来的 陈若南不笨 相反的 他还是很聪明的 不过冲动 嘴巴不饶人 本就做了亏心事 一心虚就容易胡思乱想 这一想 自己就没底了 一时间 陈若南竟然还有种 进退两难的地步 看见他们 总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就怕今天这火烧到自己身上 但是这会儿 他还真是什么也做不了 举报信 今天早早的就送出去了 他已经隐隐有些后悔 担心会不会有什么变故 老韩带着人 还在顺着脚印在院里追查 刘卫明阴沉沉的看着院里的人 心里恨得不行 好好的日子不过 成天的找事 这回踢到铁板了吧 也不知道有没有脑子 那烈士证明 是能随便动的东西吗 简单都不用看别人 就盯着陈若南 就知道 这不没走错 瞧那眼睛 滴溜溜的转个不停 估计怎么也不会想到 还有他怎么都解释 不清楚的一天 农村的土路都是土 现在又上洞了 没下雨没下雪的 按说这脚印 也没有那么好查 但是老韩带人查了一圈后 直直的就指向了陈若南 村长 脚印是进了他的房间 看看他的鞋就知道了 陈若南傻眼了 这跟他有啥关系啊 他可是一根针都没带回来 这么大一顶帽子 他当然不可能承认 村长 不是我 我家里刚给我汇了钱 我为什么要去干这事 甚至为了自证清白 他还主动打开了房间的门 这是之前唐翠自己住的房间 他们来了之后 房间不够了 他就住了进来 可以搜我的房间 我没干过 谁来搜都不怕 还一脸正气凛然的 旁边的唐翠 漠不作声地先进去 指着炕烧的位置说 这边是我的 其他的东西都是他的 来的时候拿的东西不多 但是随着父母家里启示 他手里收到的钱和票也越来越多 就收完山 到现在这段时间 他就添置了不少东西 供销社也没少跑 甚至有一个柜子 是专门放零食的 什么桃酥 饼干 罐头的 供销社能找到的零食 这里都不少 这一开柜子 不说村民 就是一个院子住着的知青 也都惊呆了 最近是经常看见他 打包小包的回来 但是真没想到会这么多 一时间 个人有个人的想法 不光是几个男之亲 和村里的小伙子 就是女之亲 看着陈若南的眼神 也有些纠结了 他家里条件这么好的吗 第397章 他们欺负姐姐 偏偏陈若南 自己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为正清白 自己进了门就站在抗边 压根就没靠近 得意地仰着下巴 你们查吧 还瞟了一眼简单 我的东西都是自己买的 都是衣服和零食 还有雪花糕 钱票是我爸妈给我游的 信封和邮单都有 也可以去邮局查底脸 衣服做的正型的端 你随便查的架势 要不是线索的确指到这 村民们都得大退堂鼓 就是说 那些好吃的 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两样 就那么堆在柜子里 老韩也愣了一下 看向刘卫明 刘卫明气哼哼的 看我干啥 该查查 他们是村里的民兵 也不是办案的 老韩他们在屋里转悠着 至于柜子 还是找了两个利索的妇女过来的 就在所有人眼皮子底下 一样一样地拿出来 很快就在衣服里摸到了硬物 两个人对视一眼 轻轻地掏出来 陈若南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真的查出什么了 脑子里也开始回想 那柜子里除了衣服还有什么 他还没出头绪 就看见那一本红色的封皮小后本 他顿时就傻眼了 那不是我的 我的在这儿呢 再傻他也知道 这小红书不能没有 平时就放在枕头下面 看见那本 就赶紧爬上炕 从卷着的被子里 把自己的那本拿出来 我的在这里 那本不是我的 肯定是别人放进来的 两本小红书版本不同 大小也有差异 反倒是陈安抬头看了眼简单 惊呼道 姐 那本书跟我们家的好像啊 刘卫明接过来 随手一翻 里面夹着几张纸 这手就顿了一下 抬头看了看双方的反应 陈若南极的汉都要出来了 简单那边 眼睛一直盯着这本书 嘴唇还轻轻颤抖着 心里也有了判断 这本书要稍大一点 里面的纸是四折的 当即就把纸拿出来 打开 看了一眼 就递给旁边的村民 村民十字的手 但是好巧不巧的 这张纸 他们还真就见过 他看看 又翻过来掉过去的看了几遍 略带迟疑 村长 这好像是 当年公安发给小姐那 建议勇为的证明吧 看看这个 这个 这个字是君吧 是不是上次帮着驻军 破了什么案子那奖状 书里加着几张纸 都是各种表彰 建议勇为 雍军爱军 大公无私 建议勇为的就两张 在村民手中传着 简单之前的事迹 又被想起来了 陈若南彻底傻眼了 不是 刘卫明冷冷地扫了一眼 把小红书翻了个遍 也没找到简单说的劣势证明 脸色一冷 里面的劣势证明呢 我不知道 我没看见什么证明 我都说了 那不是我拿的 不是我 陈若南要疯了 这么解释 怎么就没有人听呢 简单垂下视线 本来他是 不屑用这种方法来害人的 想让他安静地过完 这随后清静的日子 奈何他不想好好过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 不过心里也暗暗地跟俭 立业道歉 真不是故意 要打扰你的清静 实在是 什么也比不上你的分量 要是慢刀子啦 那还说不准 得惹出什么热闹呢 承睿把小红书 接过来递给简单 简单先是怀念地抱了一下 然后不舍得拆掉 外面的红色塑料封皮 夹在封皮和本子中间的一张纸 赫然就是简单声声惦记的 烈士证明 村长 看着这与以往活力十足 截然相反的样子 刘卫明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死心里 他自然是不希望事情闹大的 虽说是知青 除了这事 跟他这村长 也是脱不开关系的 简单刚说了两个字 刘卫明还没想好呢 就听简心 哇 的一声哭出来 小瑞哥 小安哥 他们欺负人 我要去找成朝哥哥 找林哥哥 找舅舅 呜 他们都欺负姐姐 刘卫明骚得满脸发热 想差了想差了 这几个哪个是能受得了圈儿的 他咋 还能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 村长 这还有东西 顿时 注意力就齐齐地转了过去 刚才的一个婶子手里拿着几本书本样式的东西 村长 这有书 还有封信 这个包里是啥 还挺沉呢 陈若南一听见有书有信 他就呆住了 慢慢地转头过去 却正对上包部里面那个熟悉的形状 顿时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 双眼瞪得大大的 不可能不可能 这是 这是自己亲自放到简单房间里的 怎么会出现在自己的箱子里 脑子里如同众目敲击一般 轰鸣作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刘卫明接过来一看 眼神顿时就变了 外闻的 把这个翻到下面 又把信封拿出来 看了一眼 随手装进去 这才让人掀开布包一角 看了一眼 又赶紧记上 脸色铁青 眼里的绿色 毫不掩饰地朝着陈若南看过去 蠢货一个 无非就两种可能 一种就像现在看见的 他去人家偷了东西出来 可能是下一步有算计人家的打算 东西都准备好了 另一种 刘卫明抬头看了眼简单 他越来越觉得 第二种的可能性大一些 这个蠢货想要算计简单 结果被人家原样报复回来了 要真是这样 他瞬间就感觉 从天灵感一盆冷水泼下来 这小简直轻 不简单啊 为什么呢 那新的落款 明晃晃地写着简单的大名 跟谁谁谁联络 什么什么东西 和他准备的东西 那是丝毫不差 一一对应的 这要是真的在简单家 发现这个东西 那简单可真是说不清了 陈若南还在死命地挣扎 不是我的 是诬陷 肯定是简单 是他诬陷我 白晓晴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让他做的 就是要报复 我在火车上对你做的事 这信息可就多了 又扯进来一个人不说 什么火车 村民的耳朵都立的老高 火车他们都没见过呢 这八卦 很有分量 这么一说 刘卫明也突然想起来 哦 对 这个知青还有那个案底呢 之前不是说年前就能解决吗 难道这就是法子 第398章 去搜 你们的任务 要完成 白晓晴也丝毫不拒 单粹地翻了个白眼 挤了进来 别在那血口喷人 简单现在是受害者 你还想倒打一耙 还是说 你想让大家都听听 你在火车上 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 才值得我去报复 我 陈若南顿时这口气就堵了回去 他敢吗 看着周围村民火热的目光 他紧紧地闭着嘴 他确实不敢说 他怕被他们当场撕了 不过看向白晓晴和简单的目光 都倾满了恨意 老韩 把人压到村部 今晚看好了 明天送去县里公安局 一群人刚往外走 外面太阳已经快落山了 知情院呼啦啦啦的 又进来一群半大孩子 骑着自行车 均绿色衣服 不过那脸上的药物扬威 也是很明显的 谁是简单 有人举报你 现在我们要搜查 陈若南身体颤抖了一下 深深地低下头 生怕被人看出来 刘卫明强忍着怒气 上前去交涉 这是误会 误会 我们刚刚发现了一个小偷 就是他写的举报信 打算陷害简单 我们正打算送去公安局 为首的少年 显然对公安局也没有什么距影 那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收到举报 就要搜查 怎么的 你们要阻挡我们革命的步伐吗 一群人是不懂的孩子 但是这名头 他们还真就不敢硬拦着 这会外面闹得很 就是不怎么出去的村民们也都知道 这些人是不讲道理的 陈若南看着僵持的局面 恶意升起 大声的喊道 简单不住知情院 村口那个房子就是他的 他住那边 你们去那边搜 简单眼底力气浓郁 回身就是一九 上前两步 直接把他薅起来 怎么 举报我 证据呢 领导是不是说过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你的调查呢 我知道了 你是觉得领导说的话不是真理 是吗 陈若南生死力竭 没有 我没有 这帽子更大 直接就要把人捶死了 转身刚要往外走的半大孩子 也都顿住了 为首的少年 更是回头去瞪小弟 特么的 怎么不早说 这回是个嘴皮子利索的 话都让人家说了 他们还怎么直接往里冲 都是年纪不大的孩子 也很少有人敢这么直接反抗 也没遇到过跟他们讲道理的 他们一时半会儿的 还真的就给说愣了 虽然读书不多 但是这些套话 他们可比别人要熟悉的多 以往都是他们 去别人家的时候吓唬人的 这头一回 人家拿这个来对他们 当然 不服气 那是肯定的 叛逆 要面 当即就转身往回走 胡说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是根据举报信搜查 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 我看你 就是不服从组织的安排 想要以此逃避搜查 简单把人往后一甩 余光扫过院外的军绿色身影 和林东方 看向带头的少年 想要搜查 可以 我配合 不过 我也有要求 你别太过分 现在是 我们要搜查你家 你别给两标脸 再动手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几个男知青挡在大门口 女知青和村民们围在一边 简单身边三个孩子 老太太 谭亚军 白小琴 这可不就是对质吗 我可没说不让搜 既然是你们的工作 那我肯定配合 但是我是个女孩子 你们一群人进去不合适 你们一群男的进去搜一圈下来 我干脆找根绳子掉死算了 要搜可以 你们两个人 我们村里两位绳子 另外 我找个人作证也应该吧 也免得有人说 你们工作不尽心 说你们专横 霸道 那我们要是不同意呢 简单扫了眼墙边的陈若男 反正我们也是要去公安局的 大不了麻烦点 我们一会儿贪黑就去 举报信的问题 想来公安局也是能受理的 看这架势 也知道 今天肯定是逃不着什么好了 哼 我们走 一开门 正正的对上一排绿军装 半大孩子 顿时就成了软脚下 成朝压根就没正眼看他们 大不进院 刚才有人去报案 说是发现了情况 具体是怎么回事 成朝着装 正气凛然 也没有特意看简单 全程跟着的老韩赶紧捧着东西过来 这会儿他 这腿还哆嗦呢 都和平年代了 这玩意 谁家好人见过啊 同志 同志 这个 是在这个陈之清的房间发现的 把布包和书本 信件往上一浇 老韩擦了擦脑门的汗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这才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虽然大概得情况 成朝都知道 听这么一说 那浑身的冷气 也是不住地往外放 拳头都攥得咔咔响 老大 是电台 成朝猛地回头 漆黑的毛子顿时就都是怒火 他以为只是小女生之间的极度 年间虚快 结果这人是朝着要人命来的 这要不是简单发现的及时 又及时通知他 这会儿 妹妹还真就说不清了 真是 恶毒至极啊 转身走到门外 看着带头的少年 不是要搜吗 走吧 我来做这个证人 少年腿一软 妈呀 这是惹上什么人 有时候这种压迫是与生俱来的 就像他们 对待老百姓 是那个态度 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 一看见这种整齐的震慑 加上老百姓心里对部队的那种崇敬 上过战场的浑身的杀气 更是让人不敢直视 那种胆怯 害怕 颤抖 那都是打心底里的 不不不 大哥 我们错了 都是那个女的 是她送的举报信 还说 那屋里的好东西 我们随便拿 到时候 把她抓走 抓走 也任由我们处置 她 她还给我们二百块钱 在这 都在这 大哥 我们错了 再也不敢了 呜呜呜 成朝面无表情 像是地狱归来的恶魔 冷冷地开口 去搜 你们的任务 要完成 不不不 解放军叔叔 我们错了 是我们错了 我们再也不敢了 您就饶了我们吧 带头的语无伦次地求饶 小弟们已经吓得不敢出声了 瑟瑟发抖 呜呜 大哥 我们要回家 第399章 我家孩子都是小勇士 最后 一群少年 还是被逼着战战兢兢的 在简单院子里走了一圈 才被放走 看他们那副样子 胆子都吓破了 简单猜着 没事吧 简单摇摇头 没事 也是今天运气好 他们都是小孩 要是个老油条 或者心狠手辣的 这会儿 估计还真得动手 不过你们来得挺快啊 也不算 我们不是派人监视着那个人吗 早上就看到他鬼鬼祟祟地去公社了 没看到信的内容 不过 看他投的地方 也大概猜得到 无非就是举报信一类的 这可能也是他家的传统 一得了信 团长就派人赶过来了 林东方出村的时候 我们就在村口呢 倒是你们 没下着吧 还好 不过倒是把孩子气坏了 还有 今天村民和知青都挺好 都挺热心的帮忙 行 哥知道了 都看见了 你们回去收拾一下吧 村长这边我去说 有家长在 简单也不想出头 主要是刚才这一通 也真的有点烦躁了 走吧 咱们回家收拾收拾 天都要黑了 没饿 人被带走 一时间 村民都还震惊的没走 刘卫明也是一样 刚才那些东西 村民们没看清 不知道严重性 但是他可是 看得一清二楚 虽然战争已经结束多年 那些东西 可是刻在他骨子里的 要说小偷小摸的 他顶多是生气 可是这次不一样 找出来这几样的东西 哪个他也不是 小偷小摸的小毛病啊 跟那个东西沾上边 即使不是特务间谍 那也八九不离十 这回这事情啊 严重了 看着一大三小进了院子 成朝才转过头来 面对村民 对他们能维护妹妹 成朝心里是很欣慰的 不管是因为妹妹个人 还是为了村子整体 也都算是维护 他领情 村长 各位乡亲 领导说过 革命建设需要群策群力 人民群众的力量 是无限的 这次铲除这颗毒瘤 就多亏了大家的齐心协力 帮助我们肃清了革命队伍 也让我们看到了 大家对革命建设的 一片赤诚之心 对和平的热爱 这次的军功章 都有你们的一份功劳 我代表驻军部队 对刘家屯的乡亲们 和知青同志们 表示感谢 但是 革命尚未成功 我们的队伍也在完善 还请乡亲们 保持警惕之心 抵抗唐一炮弹的侵蚀 发现异常及时上报 国家的建设 还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这时候最光荣的是什么 集体荣誉 为国家做贡献 听承朝这么一说 好多人都热血沸腾 强忍着笑 立马化身为警惕的小马达 对周围的一切 都开启了探索模式 带着刘卫明走到一边 承朝安慰着 村长 人我们就带走了 你放心 不出意外 是不会放回来的 有的情况 就不用跟乡亲们 讲得那么详细了 以免引起恐慌 刘卫明点头 就是说 看到的就看到了 没看到的 就别说了呗 唉 我知道 这点轻重我 还是有的 大家对单单的维护 我记在心里 这次是刘家屯的乡亲们 协助我们完成任务 你放心 这份荣誉 我会如实上报 同时 我也会以妹妹的名义 想办法给大家 申请一批实用的奖励 但是 为了大家的安全 也要防止 还会有不法分子 隐藏在暗处 实施其他的破坏行为 或者报复 这些事情 暂时还请跟乡亲们说清楚 不要外传 不要议论 刘卫明脑子晕乎乎的 就记着荣誉 奖励 别的都没听清 就一连串的答应 你放心 保密 肯定保密 刘卫明不笨 毕竟也算个基层领导 还有啥不明白的 那荣誉 他又不是第一次得 但是啥时候 还能给啥实用的奖励 最多的时候 就是一张奖状 一个茶缸子 就已经很长脸了 人家这么会所 那就是不好明说 感谢他们对小姐的维护 才拿着这个借口说事呢 一批 刘卫明已经美滋滋的 开始幻想 这一批能有多少了 大饼画完了 成朝才转身进了院子 刚才被他们带着 那几个少年 压根什么也不敢动 所以 屋里也没有什么可收拾的 几个人进屋 就先灌了一杯水 又是哭又是喊的 嗓子都干了 姐 他不会回来了吧 不会 我保证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想想刚才被带走时 陈若南那歇斯底里的嘶吼 小姑娘 直接就打了一个冷战 太吓人了 他做错了事 还骂人 被拖走前 陈若南那眼神都能杀人了 个狠狠的瞪着简单 都怪你 多管闲事 我就该早点举报你 把你抓紧去 好好折磨折磨 看你那好东西 都是哪来的 让你嘚瑟 你凭什么过得那么好 凭什么 我诅咒你 你不得好死 巴拉巴拉 一串串的乌言晦语 压根看不出一点 知识青年的样子 跟骂街的泼妇 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那恶毒的话 把几个孩子吓得 这么半天 还没从那阴影里缓过来呢 成瑞哥俩那边家属院 虽然也有矛盾 但是骂得这么直白 这么恶毒的 还真就没有 咱们可不听他的 他那是疯了胡说八道嘛 成潮皱着眉头进来 没事了呀 坏人都抓走了 只要咱们不做坏事 就不怕 想了想今天的情景 面上也软和了不少 小崽子值得表扬 今天都表现得不错 很厉害 都知道保护姐姐了 三个孩子顿时 眼睛就亮了 姐姐和哥哥的表扬 到底是不一样的 姐姐可能是哄他们 但是哥哥可不会 哥哥可是 不轻易表扬谁的 小胸脯一个个的 都挺起来了 简心更是直接 我勇敢不 勇敢 很勇敢 我家孩子都是小勇士 小瑞和小安也很不错 不过 你们是小孩子 几天没动手还好 如果对方是 体型比较高大的大人 或者拿着武器 那你们就更不要 轻举妄动了 知道吗 首先要保护好自己 不要让自己 成为大人的软肋 这样就是帮忙了 知道吗 第四百章 畜生 畜生 为什么 两个男孩子还好 这对简心来说 就有点超范围了 比如说哈 对面有一个坏人 抓了你 威胁我们 我们害怕你受到伤害 那还能抓坏人了吗 这就是软肋 小姑娘若有所思 我被坏人抓走了 坏人就会威胁你们 是吗 怕她不明白 威胁是什么意思 陈安也轻声开口 就像你很喜欢的书 在别人手里 她让你给她拿好吃的 不然就要把你的书撕掉 啊 那不行呀 你看 就是这个意思 自己的东西在别人手里的 这就是软肋 危险 明白了吗 成朝拍拍裤子起身 行了 你们交吧 我回去了 村里人这边 我到时候把上回你要的 那些东西弄回来 就说是给申请的奖励 村长也明白咋回事 你就不用去 还人情了 这几天 我可能过不来 整不好可能还会回京城 那边配合一下 老姐也不在 团长会跟我一起走 你们千万要注意安全 要是有事 去找小叔 小叔会在家看家的 这个不定时炸弹弄走了 其实简单就放心多了 也别往山上跑了 那边也不太平 行行行 我们就老是在家猫东 行了吧 成朝是放心了 但是简单也怎么想都没想到 老是在家猫东还能出事 成朝离开没几天 出雪就来了 大人孩子都高兴 大人是盼着瑞雪照封年 孩子是又有了能玩的东西 大人扫雪 孩子们再来回风跑 玩闹 一片温馨和谐的场面 简单在门口扫雪 几个男之亲 准备趁着这会儿刚下雪 上山再去多准备一些柴盒 在门口碰到简单 就停下脚步说了几句 正说着 山上方向就传来两声明显的声响 简单顿时变脸 几乎同时 林东方也向前快走了几步 一脸慎重 是枪杀 声音很明显 他们听见了 村里人也听见了 一时间很多人都朝这边看过来 更多的是慌乱 尤其是女人和孩子 虽说离边境不远 村里确实已经好几年 没有听到这么近的声音了 很快 村里的男人 尤其是民兵 和村里的干部们 都跑了过来 咋回事咋回事 简单这是离山最近的地方 可惜都是听到的 具体怎么回事 谁也不清楚 村长 听着像是枪声 咱们要不要把大家火 话没说完 上面又传来两声 而且听着更清楚了 在场的人都变了脸色 这是朝这边来的 好像 好像老猎枪呢 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 也赶了过来 先组织人吧 民兵先过来 守着这边 其他人回去 把人都聚集到村部去 刘卫明回头就点了个腿脚快的 快回去通知 所有人马上到村部集合 尤其是老人孩子 看住了 不许乱跑 男的守在外面 跟他们说 他们保护的 也是自家爹娘孩子 小姐 你们几个也回去 几个知青对视一眼 临东方开口 村长 我和顾建军 临卫东几个 我们几个还有点自保能力 我们留在这 陈景和李广 回去组织知青 陈景和李广 也知道自己的能耐 在这也是拖后腿的 也没推脱 马上就应下来 好 我去喊知青 李广去叫孩子们 行 明珠姐和我家那几个孩子 就交给你们了 两个大的简单不担心 就怕这个小姑娘再下哭了 说完 简单回身去柴房 拎了柴刀砍刀出来 递给他们 村长 我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家在这 这种时候 也不用多说什么 该报信的报信 该准备的准备 一行人也紧紧地 盯着山上的方向 生怕错过什么 村部 村民们都挤在这不小的院子里 谁也不敢出声 院子的一角 一群孩子都聚在这里 刚才刚一乱起来的时候 承睿和承安 就已经带着孩子们 躲过来了 最前面是四只狗 威风凛凛地守护着他们 是不是有坏人来了 小姑娘伸出手指 嘘 别说话 不能让坏人听见 我们小孩 只帮不上忙 可不能捣乱啊 哇 嘘 如意 你也不许叫 除了村口的一行人 村子里的路上空荡荡的 很快 隐约能看到一个身影 快速地往山下移动 来了 后面那几个黑点 是不是也是 山脚下村口这一片 一片空旷 只有简单这个院子 算是个能衍生的 一行人躲在墙后面 紧紧地盯着 那人 手里是不是还有个人 越走越近 几个人的心 也紧紧地提着 确实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手上拎着一个人 确切地说 是薅着 薅着一个人的头发 而那个人 似乎已经没有了知觉 整个人都是被拖着走的 眼神好的 都能清楚地看见 地上留下的一道道血迹 这 这是人吗 就是男之青 都被这场面气地 快忍不住了 地上那人 后面 后面还有人 简单手上的石子 都要飞出去了 就听见林卫东的惊呼 快看后面 山脚下 刚露面的几个人 前面是两个人掺着一个 后面的人拿着赶长枪 指着被掺着的人 时不时地 还哈哈大笑 畜上 畜上 后面 那好像是最后来的 那两个男之青 袁野 陈国锋 和李文君 那中间那个人 简单使劲眨眨眼睛 前面的人已经进了村 那地上的人 他也看清楚了 正是搭着肚子的李燕 脸色苍白 额头上还有干涸的血迹 身上也都是鲜血 身下不知道是哪个部位出血 生死不知 中间那人 是陈建国 人都有远近亲书 跟陈国锋和李文君相比 显然陈建国这个 一起玩耍的小伙伴 更让他们愤怒 怎么办 后面那人有枪 前面看得一清二楚 前面这人 咱们应该能干到 大事后面没有遮挡的 他随时都能开枪 建国那儿就危险了 他们算是在中间的位置 离前后两伙都有距离 尤其是后面的 在人家视野内 现在更是连庄稼都没有 一马平穿的